韩国赫赫有名的新生乳业公司 20周年纪念宴会上 财阀会长正式宣布上门女婿江文道 将接手公司担任下一任会长 没过两天会长就收到了匿名信 上面是女婿和陌生女子 还有一个男孩的合影 心中充满疑惑的她 决定好好调查女婿和这女人的关系 原来做了上门女婿的文道 在结婚前就已经与这个叫完初的女人 有了一个私生子秀赫 两人暗度陈仓十余年 就是为了有一天文道能继承财产 让儿子秀赫能成为下一代接班人 而文道和妻子恩叔也有一个儿子江武烈 就读于名牌高中的他 每天骑着一辆帅帅的摩托车上下课 也正因此引来学校恶霸们的不满 故意拦住他挑衅 结果四打一把恶霸们打得落荒而逃 肚子受了轻伤的他不愿去医院包扎 告诉好友自己喝一口酒缓解疼痛就好 刚回到家就遇到了从公司回家的父亲 文道第一件事并不是关心儿子的伤势 反而是责备他不该打架和喝酒 不止如此还叫儿子跪在地上承认错误 从小被父亲冷落的武烈 告诉父亲如果讨厌自己就直接打好了 因为那样心里更舒服一些 直到外公的出现武烈才得以回房 妈妈恩叔追着儿子让他好好跟父亲道歉 身心疲惫的武烈告诉妈妈 自己做的一切爸爸都讨厌 别家的孩子都是跟爸爸学会喝酒 而自己的爸爸却不愿多跟自己说一句话 丢下愣在原地的妈妈愤愤地回房 翻出藏在柜子的亲子鉴定书 回想起小时候在爸爸办公室完 广然看到了桌上的文件 小小的他感到无比错愕 听着爸爸的呼唤连忙将鉴定书藏了起来 从那时候起小小年纪的他心中装满心事 不再拥有同龄人该有的同真与快乐 独自抱着孤独与伤痛长大 另一边同样是闻到儿子的秀赫 从小跟着妈妈长大的他受尽白眼 爸爸的信息大多数只能在报纸上看到 对现在的生活无比厌烦 时常请求妈妈带着自己离开这座城市 远离父亲的生活 不愿接受现实的拦出去告诉儿子 他爸爸承诺过会回到这个家 告诉儿子自己和他爸是先在一起的 希望他能再多忍耐一段时间 看儿子不耐烦的样子 带着他来到新生乳业公司的大楼下 告诉儿子这里以后就是他要接手的公司 让他记住他以后就是这个公司的主人 野心勃勃的他向儿子保证 一定会让他成为现实 不料秀赫却毫无兴趣 告诉妈妈自己不需要这些 只希望可以像别的孩子一样 每天不用等待也能天天见到爸爸就够了 这天来学校找余夫的伍猎 对女大学生幼灵一见钟情 看到女孩有危险 奋不顾身地冲上前将她救下 幼灵对眼前 救下自己的帅气男孩无比感激 看着伍猎因打架时 留下的伤口渗出了鲜血 学兽医专业的他命令伍猎跟自己走 幼灵细心地为伍猎处理伤口 第一次和女生亲密接触的伍猎 小心脏砰砰直跳 告诉幼灵除了自己的妈妈 还是第一次有女人见到自己半裸的样子 反应过来的幼灵一脸娇羞 两人同时回避对方的眼神 随后两人来到了操场 以为伍猎是大学生的幼灵 询问他学号是多少 听幼灵说他是01号连忙说自己也是 两人聊着聊着也渐渐熟络起来 机智的伍猎在离开前还不忘跟幼灵要电话号码 最后依依不守的分别 幼灵看着一脸伤的男生 对自己傻笑的样子 感叹怎么会有男生笑起来 如此阳光又好看 蓝初打电话给文道说儿子生病了 听到最疼爱的儿子生病了文道无比着急 下一秒就来到了医院 蓝初对着男人发泄心中的不满 告诉他再也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 一脸委屈地将儿子的想法说了出来 威胁他要带着儿子远离这里 文道不耐烦地叫他再等等就好 蓝初只能感叹 当初不该带着孩子再来找他 还不如饿死在街头更好 文道只能无奈地叫女人相信自己 再等等就好 回家的幼灵脑海里不断浮现 与伍猎相处的甜蜜画面 在手机上标记伍猎的号码为杀人微笑 调皮的妹妹又惊察觉到姐姐的异常 觉得姐姐一定是谈恋爱了 逼着他告诉自己是什么情况 幼灵告诉妹妹两人现在什么关系都不是 只是觉得那个男孩看起来觉得挺冷酷 但是笑起来就是死亡微笑 又经嘲笑姐姐真是情窦出开了 那么多帅哥穷追猛打都看不上 现在终于被杀人微笑终结了 很快秘书就带着调查结果给会长 拍下了这次男孩生病 与文道接触的照片 开发会长怎么也不会想到 多年对自己言听计从的上门女婿 不但偷偷弄了超大金额的秘密账户 而且还将账户交给一个叫红蓝初的女人保管 听到这震惊的消息后不自觉地感叹 想着前两天闻到对孙子的训斥 还有妻子疑惑他只有捂猎一个儿子 怎么会对儿子如此苛刻呢 感叹真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 突然觉得不能坐以待毙 要在谨慎的时间里好好收拾掉才可以 秘密书继续彻底调查 并叫来崔律师准备重新改遗嘱 问道第一时间接到了崔律师打来的电话 见面后得知 董事长要转给自己的股份让渡已经取消 而且现在还在隐瞒地调查了一些事 律师下车后 文道想着曾经岳父逼着自己背黑锅的事 会长强撑着身体来到孙子的学校 说要和他一起吃午餐 外公这举动让伍猎受宠若惊 疑惑他是有什么事要告诉自己吗 外公却叫他跟着来就好 结果还没走两步就晕了过去 很快家人们就接到了老人晕倒的电话 武烈听了医生的话 才知道外公已经身患绝症十日不多 红着眼眶问外公是怎么回事 接到电话的文道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一脸关切地说 要找国外最好的医生过来诊治 知道了岳父的病情后 以他要休养为由将他隔离在病房里 武烈觉得父亲这样做的也太过分 文道却以医生说要绝对安静为借口 让儿子乖乖闭嘴 并打探外公有没有对他说了些什么 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要趁着岳父不在 尽快推进股权让渡坐上代表理事职位 为爷爷担忧的武烈 刻意来到幼灵实习的宠物医院 却看到两位已经分手的顾客 都在逼着幼灵将狗狗给自己 坐在幼灵不知所措时 机智的武烈及时上前帮忙 告诉几人自己有好办法 让狗狗自己做出选择 走到谁的身边狗狗就跟谁不许有怨言 就这样成功地帮幼灵解决了难题 幼灵询问武烈来找自己的原因 武烈把爷爷的病情说成是朋友 问询幼灵情况 善良的幼灵告诉他 恶性肿瘤很难做手术了 但也许会有奇迹发生呢 幼灵的一席话让武烈心中充满希望 两人相视而笑 另一边得知会长病重的难出可就乐呵了 想着闻到很快就能任命为代表理事 那么自己成为那家女主人也指日可待了 撒娇着叫男人今晚在这里住下 一大早赶来医院看外公的武烈 却发现外公为了外出在悄悄拔针管 着急的大叫不能这样 外公却叫武烈不要声张 告诉他自己有未完成的事必须要出去 向孙子保证处理完事一定回来好好治疗 于是武烈帮着外公支走父亲安排的人 骑着摩托带着他逃出了医院 老人带着孙子来到面馆 告诉他自己这一辈子 都在努力的为了孩子们而活 有时候为了活下去 甚至不惜抢别人的食物 做任何事都是为了让孩子不再挨饿 他的爸爸也是这样过来的 但是却希望孙子能活得不一样 就让自己和他爸爸处理完垃圾是在离开 而孙子只需要干净地活着就好 告诉他这是自己最后的心愿 所以一定要答应 早已红了眼眶的武烈默默点头 含着泪吃完了外公帮自己办好的拌面 和孙子分别后的老人 第一时间来到了自己曾最信任的手下 韩城福的牧场 他是当年和自己一起创业的人 曾在公司担任常务理事一职 却因为文道插手经营权之后 离开了公司回到故乡和妻子经营着牧场 两人还有两个乖巧懂事的女儿 会长离开前将心理的遗嘱交给了城福 表示他现在是自己唯一可以信赖的人 另一边拦出以送早餐为借口 十年来第一次来到了文道的办公室 看着一脸紧张的男人 告诉他自己是以客户的名义进来的 这时以为丈夫盲公务在公司通宵的恩书 特意为他送来了衣物 男人尴尬地介绍兰初是自己的客户 女人离开前还特意跟恩书问好 随后两人又在洗手间相遇 心机极强的兰初 故意向恩书打探两人的夫妻关系 假装一脸埋怨地说 自己的丈夫就算晚上抱着自己睡觉 也从来不会说我爱你 恩书对第一次见面 就提出这种问题的女人无比反感 告诉他自己对别人的私生活并不关心 而并不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武猎 还在跟最喜欢的女生见面 看着郁郁寡欢的男孩 将自己收集到的抗脑瘤食谱交给他 幼灵的善良再一次打动武猎 鼓起勇气询问幼灵自己是否能喜欢他 看着一脸娇羞的女孩 武猎邀请他一起去兜风 就这样两人在马路上挤驰 迎着风放飞自我 一起躺在草地上听喜欢的情歌 享受着午后温暖的阳光 不料在回去的路上却被身后的汽车追吻 本以为处理完后就可以离开 警察却告诉武猎因为他是未成年人 要保护者来才行 以为武猎是大学生的幼灵直接傻眼 赶来的闻到无比气愤 知道了幼灵就是坐在车后的大学生后 对着他一顿训斥 幼灵一脸难以置信地问武猎 你真的是高中生吗 愤愤地甩开了拦住自己的男孩 不出所料回到家又是被父亲一顿训斥 实在看不下去的恩叔劝丈夫够了 觉得青春期的孩子 有喜欢的女孩并没有错 闻到却觉得这些年都是妻子惯着儿子 才让他变成今天这副德性 质问恩叔天天在家里休息 怎么连个孩子都不能好好教养 夫妻俩因为孩子的教育问题 发生了激烈的争吵 已经认清了女婿嘴脸的会长 看着戒酒消愁的女儿 询问他当年答应和闻到结婚 是不是为了公司的发展和自己 告诉女儿人生其实很短暂 不要为了爸爸而忍耐 不想过下去就和她分开 另一边觉得被武猎欺骗的幼灵伤心不已 机灵鬼又惊猜出了姐姐被坏男孩欺负 悄悄地拿走了她的手机 打电话给武猎就是一顿骂 挂断电话后还不忘拔掉手机电池 打不通电话的武猎着急地跑了出去 来到江边大声呼喊幼灵的名字 打电话请求他跟自己见一面就好 不料已经对武猎失望透顶的幼灵 却直接挂断了电话 会长这边拿到了文道秘密账户的证据 还确定了之前看到的男孩照片 就是文道的亲生儿子 看着假装对自己关心的女婿 叫他跟着来一下 文道看着证据没有丝毫畏惧 会长觉得就算有十张嘴他也说不清了吧 命令他以后不许再插手公司的事 并跟恩叔离婚后安静地离开 至于秘密资金就当时给他的补偿好了 文道也不装了 告诉会长自己做不到 此时发泄一通后的武猎也回到了别墅 听到了奇怪的争吵声 虽然会长被及时送往医院抢救 但还是因为受到严重的刺激 无力毁天 在离开前紧紧地抓住孙子的手 用尽全身力气说出了牧场两字 就这样含恨而终 武猎心中对父亲充满埋怨 却没有将外公的真正死因告诉家人 面对着上前关心自己的父亲 像个刺猬般问他现在满意了吗 文道无奈地告诉儿子 他知道的并非全部 武猎嘲讽还有什么事是自己不知道的吗 无耻地占有了爷爷的公司 还是跟一个不爱的人生活在一起 又或者是因为那莫大的野心 将外公害成了现在这样的事吗 文道想要解释亲子鉴定的事 武猎说出了藏在心中多年的秘密 就是因为爸爸对妈妈的不信任 所以在自己12岁的时候 特意去做了亲子鉴定 看着父亲惊恶的神情 告诉他自己只有一个愿望 就是能够有一个让我爱他 尊敬他的爸爸 男人的岳父离世 他竟带着儿子前来祭拜 而他的目的 就是想要尽快赶走男人的妻子 此时还不知道丈夫所作所为的恩书 结婚那么多年来 第一次鼓起勇气 跟丈夫说出了自己的真心 告诉他自己并不是因为爸爸 才适与认为的答应结婚 自己从未后悔过和他结婚 文道的心被触动 紧紧地抱住妻子 问他怎么不早点告诉自己 经过的蓝初看到了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 祭拜后假装关心地握住恩书的手安慰 还不忘抱着他说我也是失去过父母的人 所以也知道那种感受 感觉天都要塌下来的心情 然而心里却在想着很快你就会失去更多 最后还跟恩书介绍起了自己的儿子 叫秀赫跟长辈打招呼 知道几人关系的男孩看了一眼父亲后 静止走了出去 却意外和武裂撞在了一起 这也是同父异母的两人第一次见面 跟在身后的蓝初认出了武裂 热情地跟他打招呼 握住武裂的手安慰 秀赫对妈妈的所作所为很是不满 蓝初却正义凌然地告诉儿子 自己只是提前跟他们打声招呼 与其到时候吓到他们 现在先打一针一防真不是更好吗 忍无可忍的秀赫对着妈妈咆哮 请求他以后不要这样 知道会长去世的城府也特意来祭拜 找到文道告诉他 会长离开前曾来找过自己 很清楚他遗嘱的内容 文道听到却假装不在意 但城府离开后却开始担心 他手上到底有什么东西 早就被文道收买的崔律师 正是向大家宣布了会长的遗嘱 不出所料文道成了最大的受益人 而身为亲孙子的武裂 却什么都没有留给他 武裂的外婆提出了质疑 告诉大家自己绝对无法认可这份遗嘱 恩书却极力地维护丈夫 最后老人决定要见到城府后再定夺 听到岳母说要跟城府见面 文道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 慧叔看姐姐全心全意地对姐夫 心中很是不满 疑惑他都没有丝毫怀疑主吗 妹妹的提问让恩书很不高兴 觉得在与丈夫结婚前曾有过别的男人 对他将是一辈子的亏欠 心里无比憋屈的武裂来到学校 却再次遭到恶霸们的挑衅 问几人是不是自己乖乖挨一顿打 以后就不会再有任何挂格 听到有这等好事的恶霸们可就乐了 对着武裂一顿很揍 被打得遍体鳞伤的武裂却始终觉得与心里的痛相比起来 这根本就不算什么 来到面馆想着外公的话 叫自己以后做一个干净的人 对未来感到无比迷茫 找到心中最牵挂的人 然而又灵却像陌生人一般 没有丝毫迟疑地从他身边经过 武裂不死心地追了上来 紧紧地抓着又灵说是因为喜欢他 害怕错过他才说的谎啊 又灵狠下心告诉武裂 说谎是事实 感觉一直以来就是在耍自己 武裂在身后大叫 难道你是因为我是大学生才喜欢我吗 我不管你是高中生还是大学生 就是因为你才喜欢 是因为是韩又灵你才喜欢 告诉又灵自己会一直在原地等他 直到他原谅自己为止 虽然嘴上说不会再搭理武裂 忙碌中的又灵却始终忍不住悄悄观察 命令自己绝不能心乱 不能再当傻瓜 不许再担心他 也不知过了多久 再次朝着楼下观察的又灵 发现心中牵挂的男孩已经躺在了地上 着急地下楼查看 看着发着高烧 还在等待自己的男生心疼不已 处于迷糊状态的武裂 不停地呢喃着请求爱攻不要走 又灵心疼地握住了武裂的手 第二天退烧的武裂 看着陪伴了自己一晚的女孩 告诉他即使知道他不会轻易原谅自己 但还是每天都要来找他 因为自己的心里只有他 再次被感动到的又灵在身后大叫 如果再一次受伤 就真的不会再理他了 武裂告诉又灵 自己曾答应过外公 以后要做一个干净的人 所以绝不会再打架 会认真的学习 只要身边有他就好 担心城扶手上握有会长亲笔遗嘱的闻道 叫人用吊虎离山之计 把墨场里的小牛都放了出去 当一家人把小牛呢放回出圈 准备回家好好睡一觉时 却发现家里就如同遭小偷斑 对翻的乱七八糟 看着凌乱不堪的房间 妈妈最担心的就是工人们的工钱 看到完好无损后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紧接着问题就来了 小偷既然对钱和相机都给兴趣 那到底是对什么有兴趣呢 城福立马想到了罪魁祸首 知道了妻子心意的闻道 不再像以前那般冷漠 特意买了昂贵的项链送给他 第一次收到礼物的恩书无比感动 拿着项链跟妈妈炫耀 觉得真心还是可以打动人的 妈妈无奈地感叹女儿真是没用 一条烂项链就把他高兴成这样 兰初每天每天地缠着男人问 他何时能当上代表 自己又何时成为那家的女主人 却在整理衣服时 意外发现了文道买项链的收据 看男人尴尬地抢了回去 一脸兴奋地问 难道是为了下周自己生日买的吗 文道告诉他并不是 不耐烦地叫他不要问了 兰初难以置信地问 难道是给老婆买的吗 不料男人却冷冷地回到 这不是他该管的事 说着就想要拿着衣服离开 兰初不死心地抓着男人问 我对你来说到底算什么 不是你叫我一直等到现在的吗 文道面无表情的回答 我告诉你的是你随时可以离开 而说要留下来的人是你 看着一脸疑惑的女人 问他不至于那么傻吧 我要负责任的是我儿子 看着男人如此冷漠无情 兰初觉得不能再坐以待毙了 捕猎犹豫再三 找到在大学当教授的衣服 将外公去世时 曾和父亲起争执的事 告诉了他 姨父觉得现在最重要的是 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而争吵 于是武列第一时间来到公司楼下 打电话给父亲说要跟他见一面 下一秒秘书就带着成福走进了办公室 成福看着眼前虚伪的男人 将会长的亲笔遗嘱复印件交给他 告诉他这就是他将自己家 翻得底朝天在找的东西 文道一脸不屑地问 原来你手中的东西是这个呀 善良的成福最终决定给他两天时间回头 不然就会将遗嘱交到会长夫人手中 看着成福离开 文道迫不及待地打开遗嘱查看 气急败坏地直接将他撕碎 正好来到办公室的武列 好奇地捡起地上撕碎的纸条 问爸爸这是什么 文道直接抢了过来 告诉儿子只是垃圾而已 武列质问那不就是外公的遗嘱吗 看着一脸不屑的父亲 捡起遗嘱问他这个怎么会是垃圾 明明和昨天在家里看到的遗嘱相差甚远 文道却反问儿子有什么资格管自己的事 贺令他马上出去 武列说出了自己的猜疑 是不是因为爸爸在外公的公司从中作梗 所以才会跟外公吵架 质问父亲自己到底要怎么做才好 文道叫儿子乖乖待着就好 武列却觉得不该是这样的 爸爸谅作和犯法没有区别 文道愤愤地告诉他 这家公司是自己用血汗换来的 所以理所当然成为他的新主人 而改变想法和背叛自己的人 就是他的外公 不死心的武列追在父亲身后 告诉他事实是藏不住的 自己一定会将看到的 知道的 回家后会全部都说出来 回家后的武列 看着外公的照片心情无比复杂 却在这时收到了女神发来的信息 问他要在哪里教他学习好呢 随后两人来到了郊外 看着心不在焉的男孩 又临询问他是不是有心事 武列告诉又临一直以来 最信任最爱的人 却做了让自己觉得最龌龊的事 所以现在心里乱糟糟的 又临猜出了是武列的爸爸 想着上次车祸后他出现时 丝毫不关心武列是否有伤 反而是一通责备 觉得那时候就该站在他身边的 看着一脸忧伤的男孩 告诉他以后不管发生什么事 自己永远都会站在他身边 武列心中满满的感动 又临看着橱窗里的水晶球满脸惊喜 告诉武列这个和曾经爸爸 在国外买给自己的一模一样 律师猜出城府给出两天时间 一定是知道了三天后举行临时董事会 一脸紧张地告诉文道 如果这次出错的话 两人将会彻底完蛋 文道信誓旦旦地告诉他 自己无论如何都会阻止 正在未成熟的是烦恼时 又接到了电话询问是否要卖的公寓 猜出一定是蓝出搞的鬼 打电话过去对方却是空耗的状态 此时蓝出已经来到 文道购买项链的专柜 毫不犹豫地将项链给买了下来 一大早正准备送儿子去学校 赶来的文道在门外大呼小叫 蓝出命令儿子不许开门 早已习以为常的秀贺没搭理妈妈 静止给爸爸开了门 面对文道的大声质问 蓝出正义凛然地告诉他 自己不想再做影子 所以也不想再纠缠不清 准备带着儿子离开 去到男人永远找不到两人的地方 文道叫蓝出在孩子面前注意用词 忍无可忍的女人问道 难道自己的儿子是傻子吗 现在看不出他要被自己的爸爸抛弃吗 听不下去的秀贺直接离开 看清父亲嘴脸的捂猎 就连跟他一起用餐都觉得如坐针毡 文道为了守住自己的地位 打电话给城福约他在农场附近见面 为了以防万一 城福出门前特意将遗嘱的复印件 交给妻子让他好好藏起来 文道想让儿子太小 无法管理公司为由说服城福 告诉城福公司就是自己的义切 曾经为他献上了青春和灵魂 所有的一切都献给了他 所以现在绝不能放弃 回到家的城福打电话给会长夫人 告诉他明天一早会去家里跟他见面 听到这好消息让夫人心中充满希望 觉得一定是丈夫离开前 向城福传达了什么信息 此时还沉浸在热恋中的伍猎和幼灵 只要空闲就粘在一起 幼灵的同学好奇地询问两人的关系 幼灵尴尬地介绍伍猎是亲戚家的弟弟 这句话彻底刺激到了伍猎 正准备离开时 又看到幼灵跟学长有说有笑的样子 听着两人讨论的话题 再看看自己手中的高中课本 心灰意冷地回到教室准备剪书本离开 气头上的他听不进任何的解释 叫幼灵别拦着自己 因为不想变得更悲惨 回到家后对幼灵的短信视而不见 将特意给他买的礼物 放在了曾经两人学习的地方 思念着伍猎的幼灵不自觉地走到了这里 正准备失落地离开 突然瞥见了男孩留下的礼物 打开后看着水晶球感动又心痛 不停地给伍猎打句电话 吓了决定的男孩却选择了无事 今天是成福去见会长夫人的日子 然后开着车带两个女儿去学校 正在三人有说有笑的闲聊时 成福发现了一辆轿车紧紧地跟在车后 心情瞬间变得紧张起来 看到自己造成的事故 闻到没有丝毫悔意 呆呆地看着车子里触目惊心的场景 拿出一枣准备好的手套 在前排的储物盒里 找到了心心念念的遗嘱 做完这一切后正准备转身离开 仅剩的一丝良知唤醒了他 使出全身力气想要打开车门 却因为听到声响担心东吞事发 仓皇逃跑 又惊恍惚呼呼间看到了闻到的背影后 直接晕了过去 慧叔从丈夫那知道了父亲的死 与姐夫有关后 两人一起回家将这件事告诉了母亲 然而最让人感到困惑的是 公司庆典上父亲明明说 要将公司交给闻到 是什么原因让他改变了想法呢 现在只能期待成福出现 说出真相 武烈以最快的速度赶到了事故现场 难以置信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抓住要抬走又灵的担架 却看到了最不想看到的那张脸 看着最深爱的女孩遍体鳞伤的样子 武烈只能紧紧握住他冰冷的手 不停地哀求他睁开双眼 幼灵用尽所有力气说道 而罪魁祸首闻道 却带着遗嘱来到江边 毫不犹豫地将他烧毁 在医院里醒来的幼金 着急地向护士打听爸爸和姐姐的情况 却被告知两人已经去了永安市 得知两人在来医院的途中就已经去世 不顾阻止直接拔掉针管 穷夕一下子失去了生命中 最重要的两个人无法接受现实的他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看着赶来的女儿 大声询问现在一定是在做梦吧 使出全身力气拍打永安市的大门 请求他们将家人还给自己 最后终于因承受不住打击人的过去 武烈看着眼前的一切 落寞躲在墙角抽气 另一边一家人正在着急地等待着城府 不出所料出现的是文道 忍书拿着像炼之问男人是在哪里买的 面对男人的疑惑愤愤愤地告诉他自己要换一根 说着就准备去换衣服 文道拦住妻子 叫他说清楚是怎么回事 文道问恩书自己像是那种 买一模一样项链送给不同女人的男人吗 信誓淡淡地说 自己买给老婆的项链只有一条 看恩书始终不相信 质问他难道只有这种程度而已吗 叫他不相信就把项链扔掉好了 很快会长夫人就接到了 崔律师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城府因车祸去世的事 老夫人仅存的一丝希望彻底泡汤 文道陪着两人前来悼念 看着只有小女孩一个人询问后得知 他的妈妈因受刺激过度已经晕倒 夫人感到无比痛心 毫无办法地挤人回家商量后 决定进行遗嘱无效诉讼 感觉受到丈夫背叛的恩书 也同意了妈妈和妹妹的做法 正在疯狂购物准备买单的栏出 却被告知卡似乎被银行停掉了 郁闷地回到公寓 看到了等候多时的文道 问男人一定是知道了自己见他老婆的事 所以把卡停掉的吧 文道问女人 一直在自己老婆身边徘徊的理由 到底是什么 文道做出最后的警告 问女人是想身无分文地被赶到国外去吗 蓝初没有丝毫畏惧破罐子破摔 告诉男人想让他儿子变成乞丐 就那样做吧 于是文道拿出机票 让女人自己去美国 还不忘命令蓝初说服儿子留在泡菜国 看着女人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 告诉他如果再做出类似的事 就会把美国的机票换成南非 蓝初彻底慌了 抓着文道求他别这样 文道冷冷地说我已经给过你机会 是你自己错过了那个机会 看男人无情地离开 蓝初无法相信爱了20年的男人 竟然会这样对待自己 最后只能拿机票泄愤 古猎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 着实把外婆和妈妈吓得不轻 看着关心自己的妈妈 告诉他自己最喜欢的朋友死了 如果自己能去早一点 再早一点说不定就能救他了 无比震惊的恩书紧紧地抱住儿子安慰 明天就是召开股东大会的日子 崔律师恭喜文道他的时代即将来临 独自待在公司的文道想起多年前 陪在病重母亲身旁的他 被会长挟迫去顶罪 告诉他自己一定会好好照顾他母亲 起料待在监狱里的文道 却收到了母亲离世的噩耗 一大早几人在用早餐时 警察就找上了门 告诉恩书因为城福的事故 要调查他身边的人 警察拿着现场的照片告诉文道 在现场发现了跟他车胎一样的痕迹 文道假装一脸无辜地询问 现在是怀疑城福的事故是故意杀害吗 两人告诉他现在还无法确定 询问文道事故当天早上去了哪里 文道回答当时在公司待了一宿 警察却告诉他 调查发现他四点就离开了公司 问他到底去了哪里 看文道答不上来 岳母和恩书都无比诧异 下一秒文道就把蓝初给掠了出来 告诉他自己需要他的帮助 女人嘲讽男人昨天才把自己当垃圾扔掉 现在怎么还有脸来叫自己帮忙 愤愤地告诉他做不到 男人却死死地抓住了他 蓝初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帮他渡过难关可以 但是自己要成为他的老婆 文道还想要用钱来跟女人交易 蓝初却告诉他一直以来 自己想要得到的就只有这个 就像是他对公司的执着一样 让男人好好做选择 此时恩书和妈妈也坐立不安 想不通文道到底去了哪里 最后打电话询问以前会长的秘书 文道先是让崔律师推迟股东大会 然后命人将金秘书带来 恩书和妈妈只能着急地在咖啡厅等待 同时也知道了文道推迟股东会的事 在酒吧借酒消愁的文道 想着蓝初的话做出了最后的选择 回到家一脸不屑地看着几人 老夫人对着文道质问 不管是会长的死还是城府的车祸 还有今天迟迟不出现的金秘书 是不是都是他搞的鬼 文道也不装了 问几人就算是自己做的 又能怎么样 会说觉得姐夫现在该跪在地上 承认错误才是 怎么还能这样厚脸皮地站在那里 老夫人质问抢走了老头子一辈子的心血 怎么还能如此淡定 文道告诉几人自己为这个公司 做尽了所有龌龊的事 问在座的几人都为公司做了什么 告诉他们如果那么爱公司 就不该虚情假意地让自己当会长 而是应该用自己的双手打拼 忍无可忍地恩书冲上前任男人 难道今天想要做个了断吗 文道回答是的 我们离婚吧 告诉几人自己不仅有女人 而且还有个儿子 恩书和老夫人听着文道的话彻底崩溃 无猎不死心地问父亲 难道自己和妈妈对他来说 是那么不屑地存在吗 文道告诉儿子自己现在说什么都没用 觉得总有一天他会理解自己 备受打击的女人 只能独自躲在厕所舔尸伤口 老夫人死死地抓着准备离开的男人 告诉他自己无论如何 都要夺回他拿走的一切 命令他以后不许再出现在公司 文道面无表情的回应不可能 文道胸有成竹地问几人 难道想要把死的人 从棺材里弄出来再插一刀吗 如果是 那我就帮你们实现 说出了七年前轰动全国的拉面工厂 女职工失踪案事件 老会长就是主谋 看着几斤晕厥的老人 告诉他这只是老会长 所有秘密当中的一小部分 第二天文道在董事会上 如愿以偿地当上会长 恩书看着狼狈为奸的两人 地上的离婚协议书 告诉他们现在并没有结束 自己什么都可以不要 除了儿子捂猎不行 要带走他就先杀了我 醒来的穷熙因无法动态 只能在医院接受治疗 觉得很对不起女儿没能陪着他 反而成为了他的负担 佑金安慰妈妈是自己最大的希望 鼓励妈妈加油 回到农场却被告知 由于他爸爸欠了银行很多债 现在农场已经被银行拍卖给了两人 叫佑金尽快腾出房子 文书一家被闻到无情地赶了出去 蓝初故意在姐面前打电话说 要重新装修房子 看着几人离开 女人在身后洋洋得意地说慢走 时光飞逝 一晃十年过去了 从国外学城归来的武列 帅帅地出现在了机场 恩书特意来接儿子 两人刚离开 文道和金秘书也走了出来 蓝初特意来接丈夫 在车上不停地追问丈夫 有没有买礼物 文道冷冷地回应 叫他不要奢望这些 却在这时撞上了前面的出租车 恩书和武列只能另坐车回家 这时车上的蓝初看着两人无比惊恶 连忙找话题吸引丈夫的注意力 秀赫已经是新生公司的一名市长 帅气又多金的他至今还是单身狗一枚 武列兴奋地告诉家人 打算和外公一样 从牧场开始发展 想要成立一个生产全国 最优质牛奶的公司 一家人看武列长出席了都无比欣慰 回到房间看着曾经 又灵留给自己的鼓励纸条 感叹都是拖他的福 自己才能坚持到现在 另一边蓝初想着看到恩书的情景 心情越发觉得不安 打电话询问丈夫是否回来吃饭 听到文道说有事不回 无比担心他会不会悄悄去见了前妻 回到家的秀赫想起十年前 和妈妈第一次来到这个家时 跟爸爸约定绝不会抛弃妈妈 而自己也会按照他指定的路去走 两人就这样达成了约定 自从父亲和姐姐离世后 年幼的幼金只能在牧场里打工维持生计 一个人承包了所有农活的他毫无认言 何秀赫也成了无话不谈的死党 这天牧场的老板舒风 却给他带来了不好的消息 虽然幼金很努力地帮着打理牧场 但是连年的亏损 让他不得不下定决心卖掉牧场 武烈意外从外国之看到了 外公第一次经营的牧场照片 看着照片上草原牧场的名字 武烈突然想起外公去世时 曾说过草原牧场四个字 并不知道会长用意的两人 猜测他是希望孙子 用草原牧场重新开始 随后带着花来看心底深处的女孩 告诉她直到现在都还好想她 同样来到灵谷塔的幼金 看着全家福照片告诉爸爸 农场就要被卖掉了一定很伤心吧 向爸爸保证以后一定会将农场买回来 此时的他怎么也不会想到 不远处坐着曾经和姐姐深爱的男孩 准备离开的武烈不小心和人撞在了一起 牛奶拖在了衣服上 在洗手间擦干眼泪不停鼓励自己的幼金 刚接完秀赫的电话 就遇到了光着膀子的武烈 质问他怎么能在女厕所里脱衣服 一听是自己进错了厕所 武烈连连道歉后仓皇逃跑 冲出来后回头一看 却是男厕所的标志 这时走出来的幼金正义凌然的质问 武烈愤愤的指着标志 问他看不见那个吗 幼金彻底傻眼 机灵鬼幼金连忙拿出手机假装打电话 一脸无辜的告诉男人自己有点急事 看着呆愣在原地的男人刚准备逃离 手机却在这时响了起来 这场仅成了大型的射死现场了吧 最后却心一横 拔腿就跑 只留下满脸无语的武烈 新生公司的董事们 因为血统的正统性喋喋不休 觉得秀赫没有资格继承公司 于是文道向董事们保证会找回武烈 让他进入公司的理事会 崔律师提议除了要找回武烈 再订上一个彻底的钉个更完美 买进新生乳液的出发地草原牧场 建立纪念老会长的纪念馆 文道没有丝毫犹豫的拒绝 崔律师却告诉他如果这次不好好解决 下一次股东大会可能会更困难 彻底被说服的文道叫来了金秘书 询问他是否知道武烈在哪里 来到办公室门外的拦出 正好听到丈夫叫秘书去寻找武烈的事 瞬间新提到了嗓子眼 无比担心儿子的位置会被武烈抢走 拦住准备离开的金秘书 然后命令他找武烈的事推迟到明天办 面对男人的疑惑 问他当年不是也从老会找那里 跳槽到自己老公这里来吗 告诉他自己绝对不会让他吃亏的 知道了今天是 佑金的爸爸和姐姐继日的秀赫 特意带着他去吃丰盛的大餐 心情郁闷的佑金 将牧场要卖掉的是告诉了他 感叹本来还想要努力赚钱买回农场的 问佑金要不要来新生乳业上班 佑金却告诉哥哥自己不想离开牧场 秀赫刚回到公司就被父亲叫到办公室 叫儿子去调查草原牧场 现在在水明下 秀赫疑惑打听后打算对牧场怎么做 听到这秀赫直接呆住 武烈再次来到第一次见到佑林的地方 想着两人相处的甜蜜过往 脸上不自觉地露出甜甜的笑 邀请在大学教书的姨父 和自己一起去草原牧场看一看 时刻担心恩书夺回自己位置的拦出 最终还是没忍住来到了面包店 早已看清对方嘴脸的恩书 冷着脸叫他去对面的面包店 厚脸皮的女人却告诉他既然进来了 就这样出去不太好吧 自顾自地挑选了起来 买单时还不忘叫恩书不用找了 面对着明目张胆的侮辱 恩书愤愤地将钱甩了回去 叫女人要炫富去别处 牧场老板的儿子泰妍 着急忙慌地找佑金帮忙 佑金不厌其烦地问他这都第几个了 泰妍振振有词地说自己年轻体壮 当然要多多留情啊 拜托佑金帮自己最后一次 性感妖娇的女人正在创挺着 以后能成为这家牧场的女主人 下一秒挺着大肚子的佑金就出现了 问丈夫又惹祸了吗 女人一脸难以置信地问太妍 哥哥难道结婚了吗 看着大打出手的佑金 着实把女人吓得不轻 这时来牧场参观的伍猎一行人 看着眼前的场景也直接傻眼 看着给自己留下极差印象的女人 伍猎忍不住问他天天做这种秀 然后把别人当成变态吗 佑金强调自己不是故意的 并为之前的事向伍猎道歉 姨父叫伍猎过来一下 以为男人离开的佑金忍不住嘀咕 蓝初叫儿子好好听清楚自己说的话 想要继承爸爸的公司 就要无条件地服从 而自己不管用什么办法 都要让儿子成为心生乳业的主人 于是秀赫将调查好的牧场资料交给父亲 闻到命令儿子无论花多少钱 都要买下牧场 睡着的伍猎噩梦连连 惊醒后已然满身大汗 医生表示曾经做过一年多的治疗 吃了镇定剂后却还是反复地发作 病情让人很担心 伍猎请求医生不要告诉妈妈 医生觉得要尽快从那件事 解脱出来才可以 出租车上的伍猎 想起十年前父亲丑陋的嘴脸 即使过去了十年 当时的情景依然历历在目 怎么抹都抹不掉 秀赫得到通知说 今天牧场就要被卖掉 连忙来向父亲汇报 正准备赶过去去被父亲叫住 决定要亲自出马 告诉儿子无论如何都要拿下牧场 当两人马不停蹄地来到牧场时 武猎和城主刚签好 合约盖好章 秀赫愤愤地对着书丰质问 不是叫他要等着自己吗 突然间却看到了十年未见的武猎 面对父亲的问候 武猎像带刺的刺猬般 将他距于千里之外 文道不死心地追着儿子 问他那么多年没见 至少该问候一下吧 武猎冷冷地回应 两人似乎不是值得问候的关系 一向后脸皮的文道却告诉他 不管承不承认 我都是生下你的人 晚上全家人为武猎成功签约而庆祝 一副更是决定放弃学校的教授职位 陪着武猎一起从牧场开始创业 跌了一肚子气的文道 回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来的金秘书质问 找武猎的是办得怎么样了 被兰初收买的金秘书 一脸紧张地说明天给出答复 这让文道无比气愤 对着金秘书一通斥责 秀贺想着白天见到武猎的事 不自觉地来到空置已久的房间 面对母亲的疑惑 将和父亲见到武猎的是说了出来 觉得父亲一直在等待着武猎回家 这让兰初无比紧张 知道了武猎并没有回家的打算 让兰初稍稍放下心来 觉得被文道念无情的对待 但凡有点自尊心应该都不会回来了 然而回到房间的兰初 却如热锅上的蚂蚁烦躁不安 不停地给丈夫打去电话 电话这头的文道却没心情搭理他 武猎特意来到面包店帮忙 陪着妈妈一起回家 路上恩书想起答应给他外婆买膏药的事 去买膏药回家的武猎 遇到了等候多时的父亲 冷冷地告诉他无话可谈 文道却威胁那就去你小姨家谈好了 出来扔垃圾的恩书正好看到儿子上了文道的车 心中充满疑惑 文道一脸诚恳地告诉儿子 这十年来自己从未停止过关注他 武猎却叫他直接说出真正的意图 于是文道叫儿子把草原牧场让给自己 不等武猎反应过来 告诉他已经在公司为他安排好了职位 跟儿子强调他就是强生乳业未来的主人 武猎冷着脸告诉他 自己绝不会去他的公司上班 而选择草原牧场的原因是为了能像爷爷一样从那里开始 建造一个生产好牛奶的公司 文道嘲讽以为那个很容易吗 文叔在家着急地等待着儿子 问他怎么能悄悄瞒瞒着自己跟他爸见面 听到两人谈话的老夫人也急了 问孙子怎么能去见文道亮的恶人 武猎将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了家人 全家人听后都无比气愤 恩叔更是忍不住想去找文道质问 凭什么要拦住儿子的路 还好有慧叔拦住了通动的姐姐 武猎叫妈妈放心 无论那个人如何阻止 自己都会把事业做好 知道了牧场被卖掉的秀鹤 刻意约出佑金 告诉他自己已经在公司 为他安排了一个实习生面试的名额 甚至连面试时要穿的衣服 都已经给佑金买好了 并不知道秀鹤身份的佑金 疑惑这样真的可以吗 又今无比感谢秀鹤的雪中送炭 感叹自己以后赚钱了 一定会加上利息还给他 蓝初特意准备了一桌丰盛的晚餐 趁着丈夫心情好 提出想要给儿子扩大一下房间 想要将武猎的房间弄成书房 不料文道没有丝毫犹豫地拒绝了他 蓝初告诉丈夫武猎 绝对不会回到这个家 所以没有必要继续为他空着房间 责怪丈夫这样做 让自己和秀鹤都觉得很不舒服 本来打算跟儿子去谈判的文道 接到了前妻打来的电话 正准备去跟前妻见面的他 又遇到了特意来公司找他的妻子 一改在家时强硬的态度 希望能跟丈夫好好谈谈 一心系着前妻的文道冷冷地回忆 叫他以后再谈 借口说自己现在很忙 丈夫刚离开又遇到了准备外出的儿子 看还有一点时间 秀鹤邀请妈妈一起去喝杯咖啡 恩书面无表情地警告文道 离自己的儿子远一点 问他有什么脸叫武猎将牧场卖给他 文道却自呼自地说着 儿子现在变得很懂事了呢 一脸得意的文恩书想要看着儿子 第一次创业就失败嘛 看着一脸难以置信的女人 告诉他武猎现在坐牧场 就如同没带枪上战场一样 这时秀鹤和兰初也来到了咖啡厅 看着不远处的两人 兰初颤抖着问儿子 那个人是不是他的爸爸 闻到正义凛然地叫恩书 劝儿子到新生理业上班 因为武猎是要成为 这个公司的主人的人恩书愤愤地告诉男人 他和武猎的关系早在十年前就已经断了 转身离开时却意外和服务员撞在了一起 文道不自觉地伸出手 看着仓皇逃跑的女人 脸上露出异样的神情 而将两人的谈话都听进去的难出 内心变得更不安了 稍稍镇定后安慰儿子 只要那边不愿意回来 你爸爸拿他们也没有办法 而自己却连开车门的力气都没有了 看着担心自己的儿子 叫他好好回去上班 好好守住自己的位置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 就是命令保姆找人来搬空武猎的房间 回想起刚才的情景 安慰自己一定是想多了 回到公司的文道 第一件事就是找来金艺术 让他去调查清楚 武猎收购农场的资金来源 还不忘警告他 别再让自己失望第二次 蓝出特意打扮了一番 来到丈夫的书房 娇撑着叫他陪自己喝一杯 文道以工作太忙为由拒绝 虽然极其郁闷 但也只能乖乖离开 看着事先准备好一切 想着丈夫对待自己的态度 发誓也不会让他好过 一大早逼问文道 什么时候才给儿子升职 看文道说还不是时候 让蓝出更着急了 觉得儿子都是快要结婚的人了 在蓝出喋喋不休的逼问下 文道只能回应说 秀贺的经验还不够 经秘术将调查到的资料交给文道 知道了武猎跟市集银行申请了贷款 回家后告诉蓝出二楼 想装修就装修好了 武猎应该不会来这里住了 将明天会叫武猎参加董事会的事 也一并说了出来 蓝出一脸难以置信的质问 那自己的儿子呢 文道不厌其烦的回答 不是告诉过你现在还不是时候吗 还有很多要学的 这让蓝出更不爽了 质问男人 怎么能明目张胆地偏袒武猎 文道却告诉他是因为自己需要武猎 今天就是与农场签约的日子 一家人开心地送武猎出门 舒风和妻子也早早地在等待着 武猎的到来 不料来到银行的武猎和名秀 却被告知贷款被取消了 文道这边开始实行下一步计划 告诉崔律师如果武猎没有按时签一 就以公司的名义签下那个牧场 还不忘提醒他价格对方出多少就给多少 帮忙布置股东大会的诱金 看到武猎的名字无比诧异 觉得不可能是那个人吧 想着两人一样的名字命却不一样 一个在这么大的公司做理事 另一个则可怜巴巴地在牧场里扫牛粪 感叹人生真是好复杂呀 正在武猎和姨父一成诺展时 却接到了文道打来的电话 告诉儿子上午11点公司开股东会 如果他参加并按自己说的做 就会让他成功贷款 武猎这才知道这一切的背后 都是自己父亲搞的鬼 想不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 父亲要把自己逼到这种程度 曾经给家人们带来那么多的痛苦还不够 现在金又这样的对待自己 自己只是想好好地干一番事业而已 想不通男人为何要阻挡 最后无力地瘫过在地上 一副心疼地抱住武猎 不愿就这样屈服的两人 来到牧场请求书丰答应 推迟一天付款 看着两人为难的样子 书丰爽快地搭拎了下来 佑金拦住要离开的武猎 拜托他一定要守住草原牧场 看着武猎离开的背影 感叹他该差点要再走的呀 秀赫疑惑佑金一个人在这里提不啥 佑金告诉他在这里看到了牧场的新主人 听说会长要将牧场摧毁 但那个人似乎是会好好珍惜牧场的人呢 听到这话秀赫就不爽了 问佑金牧场都跟他没关系了 还操心他干嘛 佑金一脸失落地回答 在了但是还是希望牧场在 兰出特意在办公室等儿子 将今天闻到因为武猎欺诈的是告诉了他 觉得以闻到的性格 一定会不达目的不罢休 想不通明明身边有一个 听话的儿子却看不见 为何一定要拉九头牛都拉不来的人 秀赫劝妈妈也该承认 武猎是爸爸儿子这件事 这让兰出更气愤了 问儿子如果武猎真的搬过来 就要做他的领导指手画脚 问儿子真的没有关系吗 秀赫无奈地回答爸爸会看着办 金秘书带着闻到的命令来到了牧场 提出愿意比对方高出两倍的价格买下 男玉眼露金光 书峰虽然也无比激动 但是觉得已经跟对方签约 这样做事太没有信用 告诉身旁不停劝自己的妻子 做人一定要一言九鼎才可以 男玉忍不住责备丈夫 结婚以来哪一次给自己的承诺实现过 最后书峰告诉金秘书 既然答应了对方会等到明天 即使要毁约也是等到明天才可以 武列在银行里不停地请求工作人员 让自己见一见行长 下一秒就来到了行长办公室 早已被闻到施压的行长 听着武列的一再恳求和保证 不耐烦地叫他可以回去了 最后甚至叫来了保安 将他给赶了出去 以为武列成功签约的一家人 准备好了丰盛的晚餐庆祝 却从明秀就知道了闻到的所作所为 人书愤愤地想着那些人 怎么能对自己的宝贝儿子做到这种程度 就接到了拦出打来的电话 本想要拒绝见面 对方却说是关于武列的事 不见面的话一定会后悔的 时刻担心武列夺走儿子一切的蓝初 约出恩书说愿意帮武列买下农场 知道女人不怀好意 恩书毫不犹豫地拒绝 正准备起身离开 蓝初告诉他自己也是有条件的 于是恩书询问女人的最终目的是什么 叫恩书不要再让武列 出现在自己家人面前 忍无可忍地恩书愤愤地告诉女人 就算自己再怎么穷也不会拿她的钱 而且不想见到你们的是我们 叫她钱多烧得慌的话就拿去扔掉好了 武列执着地守候在银行门口 抓住任何一个能和行长接触的机会 开着车紧紧地跟在行长身后 同事们特意为佑金举行欢迎聚餐 看男同事不停地跟佑金跑停呼 醋意满满的秀赫发信息叫佑金出来 毋庸置疑地命令他直接回家去 然后板着脸回到小吃店 给部下布置了无数的工作 将行长送到目的地后 远远地看着他不停地叫妈妈开门 行长不自觉地流出了眼论 武列上前关心并送上了饮料 请求行长就帮自己一次 就那么一次就好 最后直接跪在了地上请求 行长告诉他银行并不是慈善机构 而是用钱做生意的地方 为了生存只能站在有权者的背后 武列请求行长能看一下自己的企划书 如果觉得还是不行 那自己就会放弃 将企划书放下后默默离开 听到了武列肚子呱呱叫的声音 佑金特意拿来了碗面 邀请他一起吃 从谈话中得知佑金身边没有家人 而妈妈一直在疗养院 但值得庆幸的是很快应该就能回来了 最后故意说肚子不舒服 把碗里的面给了武列 看着武列受伤的手 问他难道没有涂药吗 武列疑惑佑金怎么随身带着药膏 佑金略带伤感地回答 以前自己的姐姐就是这样一直带着 后来姐姐离世了 自己就成那样了 也许是打心眼里想像姐姐那样吧 第二天一大早 武列和明秀第一时间来到银行 使出浑身解数想要见行长一面 不出所料还是被无情地打了出去 文书从妹妹那得知了儿子的处境后 内心无比着急 文道也在时刻地关注着 武列是否去农场签约 蓝出意气风发地邀请丈夫一起吃午餐 文道表示要进行完会议后才可以 离开前还不忘再次问蓝出需要30分钟 真的要等吗 看丈夫离开后刚准备坐下 就听到了丈夫的手机铃声 好奇地查看后发现是前妻打来的电话 愤愤地直接挂掉 这时又听到了短信铃声 一看竟是恩书约丈夫在咖啡厅见面 想着这女人简直是无视自己的警告啊 着急等待文道回复的恩书 再次给对方打去电话 却是关机的状态 觉得他一定是故意躲避自己 行长犹豫再三 最终还是拿起了伍猎的计划书翻看 就在伍猎和明秀失望而归时 接到了行长打来的电话 告诉两人这辈子活着至少有一次 想要去做良心让座的事情 获得认可的伍猎不停地道谢 另一边在咖啡厅里着急等待的恩书 正准备离开却看到了蓝出向自己走来 一脸得意地告诉恩书 文道不想见他 所以才叫自己出来 看着一脸愤怒的恩书 叫他坐下后再说 会议结束的文道 从秘书这拿到了恩书留下的纸条 询问后得知是在一小时前留下的 连忙往咖啡厅赶 蓝出用最刻薄的话刺激着恩书 觉得既然拒绝了自己的钱 就没有理由再继续纠缠自己的丈夫 问恩书难道要放弃自尊心了吗 恩书瞪着眼告诉女人 自己没有什么理亏的 一给五身去吃 蓝出看着丈夫直接吓傻 文道疑惑妻子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问恩书不是说有事要找自己谈吗 被泼了一身水的恩书愤愤的说 这个干嘛要问我 因为你 我经遇到了被泼水的这种情况 难道你看不见吗 蓝出一脸紧张的叫丈夫先把女人送走 自己会跟他好好解释的 成功从银行拿到钱的五列 第一时间打电话给妈妈报告好消息 让本来心情郁闷的恩书 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文道则终于成功将妻子拉回了家 看蓝出始终不明白自己错在哪里 告诉他自己一定会拿回农场 而生气的原因是因为觉得妻子背叛了自己 蓝出不甘示弱的回答 你这种人永远就只会想着自己 这时文道的电话响起 得知了五列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钱打给了木主 彻底急了 说会马上去公司谈 命令蓝出乖乖在家待着别动 还有他管理的存折将全部收回 看丈夫连钱都要收走 蓝出更气愤了 对着他咆哮难道自己是玩具吗 来到公司的文道 从金秘书那得知 是集行长在最后一刻改变了心意 愤愤地想着那家伙竟然胆敢和自己作对 成功拿下牧场的五列一脸欣慰 明秀觉得这次在五列身上 学到了不少东西 即使到最后一瞬间也不放弃 秀赫知道了父亲并没有成功收到农场后 鼓起勇气询问他 不能就这样放过五列吗 文道的妹妹从日本离婚后回到泡菜国 来到酒店却被告知她的卡全被刷爆了 用一口流利的日语请求男人 将出租车让给自己 习料男人刚声势地答应 下一秒慕尼对被路人不经意地撞一下 暴怒的他发出了诸教般的吼声 反应过来的男人抓住车门说这样可不行 慕尼理所当然地告诉他你是优先 直接关上了车门 身后的男人一脸猛 回家的秀赫知道了妈妈不舒服 特意来到房间关心 兰初告诉儿子不能这样坐以待毙 得要尽快找家是好的女孩结婚才行 觉得再也无法忍受 于是兰初再次叫儿子赶紧结婚 尽快得到他爸爸的肯定 秀赫毫不犹豫地拒绝 一脸认真的告诉妈妈 自己已经有了喜欢的人 下一秒慕尼就毫无预兆的 出现在了哥哥家里 看着满脸惊讶的嫂子 一副高高在上的姿势问道 似乎哥哥还没回来 怎么可以先上床睡觉呢 兰初疑惑小姑子这个时间 怎么会在这里 于是慕尼告诉他 自己完全回来了离婚了 不给兰初反应的机会 选了个房间住了下来 气不打一处来的兰初 不停地给丈夫打着电话 却始终是无人接听的状态 想着他妹都闯到家里来了 他怎么能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 一心系着恩书的闻道 开着车脑海里都是他狼狈的样子 不自觉地来到了恩书家楼下 呆呆地看着出门倒垃圾的女人 看着恩书扫垃圾的样子 自言自语他真的变了好多 此时跟慕尼一起冲突的男人 和武烈坐在了一起 准备进入他的牧场工作 一大早慕尼就闯进了兰初的房间 知道了哥哥昨晚一晚没回家 疑惑兰初第一次见小姑子 不该早点起来给自己准备早餐吗 感叹不会自己的哥哥也没有饭吃吧 武烈斗志昂昂地来到云行找集行长 却被告知对方已经辞职了 这不得不让武烈怀疑是父亲搞的鬼 兰初迫不及待地来到公司找儿子 却看到了他和佑金打闹的样子 先是叫佑金给自己倒杯茶 随后开始斥责儿子应该跟合适的人玩 问儿子自己现在都四面楚歌了 他怎么能这么无动于衷的样子 看秀赫说只想做好自己的事 兰初就更郁闷了 告诉他自己现在能指望的就只有他了 武烈直接冲进父亲的办公室 质问他集行长的事 是不是他搞的鬼 上班的佑金接到了疗养院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他的妈妈病危已经送往医院 佑金着急地叫同事帮忙请假 来到马路上拦车 从闻到那离开的武烈 看到佑金着急的样子 热情地叫他上车 得到消息的秀赫连忙给佑金打电话 却一直是无法接通的状态 护士告诉佑金他的妈妈 现在需要马上签字手术才可以 于是佑金一个人 孤零零地在手术室外等待 还好最后手术很成功 无比感谢妈妈成功地挺过来 希望妈妈可以尽快康复 两人就可以住在一起了 似乎是听到了女儿的呼唤 渐渐醒来得穷兮 吃力地叫着女儿不要哭 紧紧地和女儿贴在一起 迟迟联系不上佑金的秀赫坐立不安 满身疲惫回到农场的佑金 武烈和泰妍着急地问他 怎么一整晚都不接电话 奶牛男产现在都快要死了 佑金毫不犹豫地脱下外套 不停地叫牛妈妈打起精神来才可以 牛妈妈似乎是听懂了佑金的话 两人在一番努力下终于拉出了牛宝宝 佑金激动地抚摸着牛妈妈 说她做得太好了 看到心爱的女孩 竟然靠在最讨厌的人肩上 秀赫心中满是醋意 冲上前质问佑金知道自己有多担心他吗 不等佑金说话 武烈愤愤地问秀赫 有什么资格出现在自己的农场里 难道忘了贵公司都对我做了什么了吗 怎么还有脸踏进这里 看两人争执不休 佑金连忙上前阻止 跟武烈解释秀赫只是来找自己而已 看着准备离开的两人 武烈不死心地劝佑金回去好好休息 听不下去的秀赫在身后告诉武烈 这不是你该管的事 丢下一脸郁闷的武烈带着佑金离开 来到江边后迫不及待地想要知道 刚才他为何在武烈面前哭 佑金解释是因为看着母牛生孩子 所以想到了自己的妈妈 秀赫疑惑如果自己不来牧场 是不是等不到佑金主动联系自己 佑金可怜巴巴地解释 是因为自己一整天都不在状态 看秀赫说因为联系不上自己 都快着急疯了 慕妮不小心将兰出的碟子摔碎 兰出直接无视他受伤的手 愤愤地质问你知道那多贵吗 那可是在英国订了几个月才拿到的呀 慕妮也不甘示弱地回应 你以为我想摔碎他吗 人活着总有失误的时候 有什么必要大呼小叫的 终于回家地闻到 一会儿两人一大早在吵什么 兰出愤愤地叫他问他的妹妹 慕妮告诉哥哥自己就是打破了的碟子 某人就大呼小叫了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我杀人了呢 兰出冷冷地问丈夫 今天怎么不在公司通宵了 闻到回应这是你期待的吗 问兰出是不是直到现在还不知道反省 告诉他自己已经将他的卡都停了 兰出愤愤地质问 难道夺走了自己的全部后 现在还要把自己变成乞丐不成 还不如干脆说分手来得痛快 听丈夫说已经对自己彻底失望 兰出也不装了 问男人难道忘了 有一些把柄在自己手上了吗 闻到再一次确认 现在是在威胁我吗 不同意就要把我揭发出去是吗 兰出问男人都这个时候了 还有什么事做不出来 于是闻到告诉他可以去试试 这阵子不会再回家 让他不用等了 气炸的女人只能拿包包出气 慕妮紧张兮兮地跟在胳膊身后 感叹这家子人怎么都这么阴森 悄悄打开了兰出的房门 拿走了摔在地上的包包 记下了前嫂子的号码 还不忘顺带拿走兰出的卡 下一秒就喝了起来 喝醉后给恩叔打句电话 叫他把家里的地址给自己 带着一大堆礼物来到恩叔家 对闻到充满恨意的几人 无奈地看着慕妮 而喝醉的慕妮则自顾自的僵 兰出和闻到吵架的是告诉恩叔 觉得现在家里跟打仗没区别 内心极其不安的兰出给金秘书打电话 听到对方说闻到在公司后 还是决定要亲自去确认 看着自顾自睡着的慕妮 毫无办法的恩叔只能给闻到打句电话 离开的闻到正好与兰出擦肩而过 看着空无一人的办公室 兰出愤愤地想着就知道金秘书信不过 闻到顺利接上慕妮 恩叔将带来的礼物一并堆回了车上 不远处的兰出愤愤地看着眼前的一切 回家后看着妹妹都醉成这样 丈夫依然不肯踏进家门 兰出决定用最后的杀手锏 秀贺和佑金就这样在车上休息了一晚 两人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把佑金送回农场 刚送走秀贺 脸难看到极点的伍猎就走了上来 知道了佑金一夜未归后 愤愤地对着她一番讨讽 被误会的佑金上前敲开了她的车窗 对着伍猎解释一番 反应过来后疑惑自己为何要跟她解释 看着伍猎离开 想不明白她为何如此生气 稍稍康复地穷熙给女儿打句电话 眼含热泪地告诉她自己恢复得很好 问女儿怎么会有那么多钱给自己做手术 佑金安慰妈妈自己都会解决的 鼓励她一定要加油尽快站起来 说着说着眼泪不争气地掉了下来 想着妈妈忍不住贪坐在地上痛哭 不远处的秀贺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带着佑金来到一个空置的公寓 告诉她自己的好友出国后 房子就一直空在了这里 佑金住进来后 只要每个月付水电管理费就可以 这对于即将被赶出去的佑金来说 简直是雪中送炭 没有丝毫怀疑地答应了秀贺 前一秒还在感叹 不知道这是做梦还是现实 下一秒却在秀贺的车上 发现了她买下公寓的合约书 拿着合约问她为何要骗自己 秀贺解释是因为不想让她有负担 佑金告诉秀贺 如果两人的关系跟金钱扯上关系 那么用不了多久就会破碎 因为不想这样所以无法接受 觉得一开始就应该拒绝那个公寓的 是自己太累了 想要抛弃自尊心来着 但现在觉得真的不能那样 因为害怕就这么习惯了活得轻松 另一边酒醒的慕妮 纠结着怎样将卡还给兰初 想着她个狠狠的样子 就全身起鸡皮疙瘩 鼓起勇气悄悄走进房间 将卡放回去 正准备离开却意外发现 兰初躺在床上一动不动 连忙叫保姆联系救护车 接到电话的文道一脸难以置信 医生告诉两人还好抢作及时 并没有生命危险 文道叫妹妹先回家去 醒来的兰初疑惑自己难道没死吗 失去理智的拔掉针管 问丈夫为何要救自己 觉得被他这样对待 还不如就这样死掉算了 知道了妈妈出事的秀赫 匆匆赶到医院 对着父亲一通责备 问他难道不知道妈妈这段时间 在他身边有多么辛苦才会这样吗 告诉父亲这些年 自己为了能成为他的好儿子 付出了很大的努力 问父亲难道忘了两人当年的约定了吗 文道表示这些年自己也在努力地遵守 而且事情变成这样 也不是自己一个人的错 秀赫却觉得 如果父亲真的努力了 妈妈就不会感觉到孤单才对 来到病房里 则问妈妈干嘛要做那种傻事 问他如果真的出事了自己该怎么办 拦出反问儿子 你觉得你妈我真的那么蠢吗 能出什么事呢 这是能让你爸爸回来的唯一办法 秀赫这才反应过来 妈妈是为了刺激爸爸 才弄出这个事 疑惑非要做到这种程度吗 无法理解妈妈怎么会拿 自己的生命去做赌注 拦出一脸严肃地告诉儿子 自己没拿生命去做赌注 而且只要能守住自己和儿子的位置 什么事都能做得出来 满身疲惫的秀赫约出了又金 觉得现在自己失去了方向 迷茫又害怕 不料又金去以两人的感情是纯有情未有 毫不犹豫地拒绝了他 警告哥哥再说下去 两人的友谊就要破碎了 听到这秀赫只能乖乖闭嘴 兰出成功靠演技得到丈夫的心 先是告诉小姑子 要带着他一起去商场大购物 莫妮还没高兴三秒 兰出又告诉他不用太感谢自己 因为自己也是花他哥哥的钱 为他买东西 不给莫妮反应的机会 告诉他如果下次再偷自己的卡 就会让他哥哥出面阻止 吃了一脸闷亏的莫妮 想着兰出自残的这招还真是高明啊 得令想他法对付他才可以 莫妮再一次偷偷溜进兰出房间 本来只是想要找一双丝袜 却意外看到上次兰出自杀十足的药 竟还放在抽屉里 兰出愤愤地冲进房间质问 没有允许随便动别人的东西 是不是太失礼了 说着就将要丢进了垃圾桶 莫妮忍不住嘲讽 不管怎么说 吃了这个就能一次性地翻天覆地 效果还真是不错呢 虽然将莫妮赶了出去 但兰出觉得还是要想办法 把小姑子变成自己的人才可以 武猎费尽心思终于找到了急行长 觉得他都是因为自己才被辞退 行长告诉他并不是他的错 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 值得庆幸的是 自从帮了他以后 终于能舒舒服服地睡着了 恩书上班的面包店面临着倒闭 老板娘无奈地叫恩书另寻高就 来店子找恩书的牧民 正好听到了两人的谈话 觉得如果自己有点能力的话 就能帮上恩书的忙了 还不忘八婆地将兰出自杀的事告诉恩书 恩书无奈地告诉他 自己不想知道那两个人的事 兰出兴奋地叫小姑子陪自己坐一坐 问他想买多大的公寓 觉得人活着无论如何都得有自己的家才可以 慕妮一脸难以置信地问 要给我买房子吗 听嫂子说决定给自己买一套公寓 慕妮欣喜若狂 感叹嫂子真是帅呆了 担出借机叫慕妮以后好好相处 晚上无处可去的又金 鼓起勇气来到牧场的办公室 本想要找伍列 最后询问明秀牧场是否需要夜店管理者 解释白天可以去公司 晚上在牧场里工作 知道又金深爱着牧场的明秀 没有丝毫犹豫地答应了他 想着又能继续跟奶牛们打交道 让又金无比兴奋 叫奶牛们一定要好好吃饭好好睡觉 晚上正在忙碌的伍列 被突然出现的又金吓一跳 又金一脸得意地告诉他是所长接受了我 所以你不能随意辞退我 细经上身的伍列假装一脸无奈 听到又金肚子咕咕叫的声音 邀请他一起吃碗面 还不忘说自己胃不舒服 将碗里的面给了又金 又金嘲讽他真没创意 离开时又金看着伍列强而有力的臂膀 瞬间面红耳赤 小心脏碰碰直跳 为了掩饰自己的紧张 又金询问伍列和秀鹤是不是有什么过节 怎么两人一见面就针锋相对 伍列愤愤地告诉他再提起那个人 就直接将他扔下车 无处可去的又金来到了汉征房 却被变态盯上 故意在他身旁磨蹭 察觉不对劲的又金只能换地方 却再次被对方骚扰 万般无奈下 决定回到牧场的空房子里睡一晚 此时伍列也回到了牧场 因为新建的架子倒塌 只能和同事加班 摸黑进到房子里的又金 直接舒服地睡起了大觉 伍列和同事忙完后 决定在牧场的房子里凑合一晚 怎么也不会想到房子里还有别人的他 自顾自地睡在了沙发上 清晨的一缕阳光照在又金脸上 迷迷糊糊地差点半倒后 来到了洗手间 不料刚坐下 被吓到的两人 都在问对方为何会出现在这里 说着就准备逃离 伍列在身后问又金不付住宿费怎么行 看着满脸问号的女孩 叫她给自己做早餐抵住宿费 虽然极不情愿 又金还是乖乖地听同命令准备早餐 伍列则在身后不停地叨倒 给小奶牛喂奶的又金 脑海里不自觉地浮现 早上和伍列的尴尬画面 觉得真是丢脸丢到家了 朱峰刻意将处理好的合约拿给伍列 准备离开却意外看到了干活的又金 从伍列口中得知 他现在在农场打工 告诉伍列又金将自己的工资 都拿去交妈妈的住院费了 现在估计只能在汉征房里睡觉了 看着一脸呆傻的女孩 告诉他反正要在这里帮忙 问又金要不要住进来做牧场管理 听到这个好消息的又金一脸惊喜 又金激动地抓住了伍列的手 决定回牧场工作的又金 准备好了辞职信 将他交给了同事 请他帮忙交给秀赫 看着又金写给自己的信 秀赫无奈又郁闷 而又金也正式地提着行李来到大房子里 伍列将又金带到了曾经 他和姐姐住过的房间 又金难以置信地问伍列 以后自己真的可以和妈妈住在这里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又金只能用认真工作回报伍列 一个人看着熟悉的房间 回忆起曾经和姐姐相处的甜蜜时光 伍列告诉又金以后两人 就要一起生活在这栋房子里 叫他一起写出意见后列出规则 看又金不情愿的样子 告诉他只有这样以后两人才不会打架 这时又金的电话响起 秀赫质问他不辞而别 就是为了回农场工作嘛 命令又金出来看着脸说话 不料又金去以马上要工作为由 拒绝了秀赫 秀赫听着电话里伍列喊又金的声音 整个人直接就炸了 看着手中的手机眼露凶光 伍列和姨父开始实行下一步计划 准备收购一个牛奶生产工厂 明秀还不忘嘱咐伍列 要好好的准备作战计划才行 觉得闻道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止 伍列告诉姨父不会再被他整了 当两人四处考察时 闻道派去的人随时给他发去两人的照片 慕妮仙长后奏 告诉嫂子自己已经签下了一个咖啡厅 兰出气不打一处来 质问慕妮怎么能用买公寓的钱 去签约咖啡厅 慕妮有板有眼的解释 自己都这把年纪了 光有套房子有什么用 难道舔着自己的手指头生火吗 兰出觉得就算是内养 毕竟钱是自己出的 最起码也该找自己商量一下才对 机智的慕妮开始努力讨好嫂子 让她好好想想 自己有工作了不也是她的幸福吗 看着离开的小姑子 兰出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一心系着幼金的秀赫 忙完工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牧场 看着忙碌的幼金 疑惑她是为了在这里工作 所以才递交了辞职信嘛 幼金一两无辜的铁士 觉得这里的工作更适合自己 秀赫愤愤的问幼金这破牧场有什么好 叫她好好看看这里有什么希望 难道不觉得把青春浪费在这里很可惜吗 听到这话的武裂忍无可忍 质问秀赫凭什么说这里看不到希望 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人 本想要请求他们停止争吵 不料秀赫却当着武裂的面向自己表白 到底是接了什么电话 能让一向嚣张的财阀太太大惊失色 换上朴素的衣服正准备出门 去上班的秀赫不顾妈妈的拒绝 硬是要将她送至目的地 看着魂不守舍的妈妈让秀赫无比担心 看着妈妈下车后准备掉头去公司的秀赫 却看到她又换乘计程车 无比疑惑她这是要去哪里 想着从早上开始就不太对劲 于是再次掉转了车头 蓝初在医院下了出租车 等待多时的女人看到她无比兴奋 觉得再怎么样 里面病危的人也是养过她的人 怎么可能那么狠心不来呢 蓝初瞪着眼问女人 不是叫你不要找我了吗 还不忘命令女人以后在路上碰到 也要当作不认识自己 忍无可忍的女人冷着脸问道 就在蓝初准备离开时 身后传来秀赫的声音 一脸紧张地冲上去问儿子 怎么会在这里 并没有听到两人谈话的秀赫 解释因为担心妈妈 所以跟着她来的 疑惑身后的这个女人是谁 蓝初告诉儿子 只是来医院看望病人 说着就迫不及待地推儿子离开 来到医院外催儿子赶紧去上班 自己坐出租车回家就好 秀赫看着匆匆离开的妈妈 正准备离开 却被身后的女人叫住 询问她是不是蓝初的儿子 请她帮忙将信封还给她妈妈 觉得自己不该收下她 还不忘叫秀赫转告她妈妈 自己以后不会再去找她了 看着还未反应过来的秀赫 惊叹果真是轻生的 跟她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自顾自地说 还有几天就该出狱了吧 惊呆在原地的秀赫犹如晴天霹雳 努力地理解女人话里的意思 反应过来后冲进医院寻找 却早已没了女人的综艺 这时却接到了部下打来的电话 说会长正在着急地找她 前往公司路上的秀赫 脑海里全都是刚才女人对自己说的话 直接掉转了车头 冲进了妈妈的房间 以为万事大吉地拦出 疑惑该去公司的儿子 怎么这个时候回家 秀赫颤抖着问妈妈 刚才那个女人是谁 看着满嘴谎话的妈妈 将信封交给了她 告诉她女人说以后不会再来反她 为什么要骗自己 被拆穿的拦出恼羞成怒 质问儿子就那么没事干嘛 这么袍根问底的到底想要做什么 觉得儿子让自己太失望了 不给他继续说话的机会 命令他马上上班去 闻到准备再次对武猎出手 令金秘术去断了牧场的材料供应 狠狠地告诉她 但那小子向自己屈服前 一定要负责手段地击垮他们 来到公司的秀赫 因为公司新产品开发的是 对闻到一通责问 觉得怎么努力都得不到父亲的认可 让他觉得无比疲惫 闻到却告诉他好好证明自己 才能够得到别人的认可 告诉儿子公司里想要把他击垮的人 到处都是 秀赫脑海里总是控制不住地想起 女人说自己跟爸爸长得一模一样 在和父亲一起乘坐电梯时 忍不住询问他 为何要把没有经验的武猎叫到公司来 闻到先是一愣 感叹本来以为他和他妈不一样 叫他好好做好自己的事就行 这时秀赫看到了父亲外套上的头发 瞬间就有了想法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鉴定中心 30年来努力做父亲好儿子的男人 某一天却意外得知 自己也许不是他的亲生儿子 深受打击的他鸣顶罢罪地回到家 问父亲到底想要看到一个什么样的儿子 内心在哭泣 外表却像个没事人笑的样子吗 现在已经弄不明白哪个才是真正的自己 生怕儿子说错话的拦出 急匆匆地将他扶回了房间 在家里打扫卫生的恩叔 意外发现了上次慕尼喝醉时 掉在家里的耳环 打电话过去叫他有时间来家里取 慕尼却热情地邀请恩叔 到自己新开的咖啡厅坐坐 想着他说的地址是在新生旅业的一楼 恩叔纠结着该不该过去 下一秒还是鼓起勇气将耳环拿给了慕尼 本想要马上离开 却又不过慕尼乖乖地坐了下来 看着和自己曾经亲如姐妹的前嫂子 慕尼请求她到自己的咖啡厅工作 恩叔板着个脸拒绝了她 慕尼猜出她一定是因为害怕见到哥哥 所以才会这样拒绝 告诉嫂子再怎么尴尬都会碰面 比起躲避总见面的话就会有免疫力的 就在这时有顾客把慕尼叫了去 离开前她还不忘嘱咐恩叔 必须要在这里等着自己 看到客人叫倒水 恩叔犹豫片刻后还是忍不住上前帮忙 特意来到咖啡厅找慕尼的兰叔 正好看到为客人倒水的恩叔 瞬间气到嘴歪 疑惑那个女人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看着赶来的慕尼 质问两人在这里商量了什么事 是不是打算同盟来着 慕尼连忙解释不是那样的 浮想连篇的兰叔问慕尼 这家咖啡店收购不是新任的 而是前妻的吧 恩叔只能感叹女人想法太大胆 觉得自己没有必要继续听下去的她 愤愤地离开了咖啡厅 兰叔不死心地跟在身后 拦住恩叔问她 为何整天在前夫周围来回转忧 再次警告她不许再出现在文道面前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听过的文道正好听到了争吵声 恩叔告诉女人觉得丢脸的人 应该是她而不是自己 因为我是可以挣大光明镜这里的人 告诉身旁的小姑子 自己已经决定在她这里工作 文道叫住想要离开的恩叔 抓着她的手叫她跟自己谈谈 文道冷着脸问恩叔是不是疯了 竟然想在自己公司的地盘上班呢 恩叔愤愤地问男人 怎么能那么轻松地将我的公司说出口 文道却问恩叔在自己的地盘下面 到底要干嘛 恩叔叫男人那么害怕的话 就该由他躲避着好了 慕尼看着来回夺步的拦出 告诉他两人毕竟一起生活过那么多年 见面当然有很多聊的 感叹嫂子脑子似乎不怎么聪明啊 哥哥和恩叔毕竟有五列 怎么可能像不认识的人那样相处 如果我是男人我也不会喜欢你 同一时间秀赫终于等到了鉴定结果 无比忐忑地翻开查看 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却还是犹如晴天霹雳 难以置信自己真的不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还不知道暴风雨即将来临的蓝初 疑惑儿子这时间怎么会在自己的房间里 犹如世界末日来临的秀赫 呆呆地问妈妈干嘛要这样 将鉴定书地给了他 蓝初一脸疑惑地接了过来 看着鉴定结果知道已经无力辩解 十年前从红秀赫变成了江秀赫 现在又该活成谁呢 蓝初告诉儿子他现在已经是江秀赫 以后就这样活着到死 蓝初紧紧地抓住儿子 请求他不要丢下自己 觉得自己已经将所有都堵在了他身上 都是为了他才走到了这儿 穆尼刚回到家 就看到秀赫提着行李离开的画面 疑惑这又是闹得哪出 而门外的蓝初看着逃离的儿子 绝望地站在原地嚎啕大哭 文道知道儿子没来公司后 打电话问妻子是怎么回事 心急如焚的蓝初撒谎说儿子不舒服 挂断电话的文道正在疑惑是什么情况时 三八的怒泥打来了电话 兴奋地告诉哥哥秀赫离家出走了 将自己嫂子追着秀赫的事都说了出来 询问哥哥知道是什么情况吗 挂断电话后的文道一头雾水 想着昨天儿子喝得鸣鼎大醉时说的话 而今天又离家出走 猜测一定是有什么自己不知道的事 武猎的牧场因为被父亲针对 寸步难行的他每天只能四处想办法 正在忙碌的佑金看着临着雨回来的武猎 知道了今天一定又白跑了 武猎不顾身体不是想要修好围栏 这时觉得是件末日的秀赫 给佑金打来了电话 医生告诉佑金还好没什么大问题 但如果晚上出现痛症就要送去急救室 叫佑金好好照顾病人 佑金呆呆地看着武猎 犹豫着要不要通知他的家人 武猎使出全身力气抓住他的手 努力地摇头 佑金猜出了他话里的意思 另一边秀赫不停地给佑金打句电话 语音留言告诉他自己有话要对他说 会去两人长去的大排档等着他 此时悉心照顾着武猎的佑金 早已将秀赫的事抛至九霄云外 拦出在家来回夺步 想着儿子不会做出什么傻事来吧 打电话拜托金匿数帮忙找找秀赫 告诉他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要找到自己的儿子 这时文道走了进来 像没事人般询问妻子秀赫人呢 拦出回答他太累了今晚在医院休息 忍无可忍地文道问妻子为何要这样 看着一脸无辜的女人 告诉他有人看见秀赫提着行李离家出走 问想要把我当傻子到什么时候 想要休息就去公司正式申请休假 到明天为止 不去公司请假的话 秀赫的位置将会是别人的了 看着丈夫离开 拦出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感叹逃过了一劫 发着高烧的武猎噩梦连连 脑海里全都是幼灵出车祸时 离开的情景 从弄中惊醒的他看着为了照顾自己 坐在地上睡着的佑金 恍惚间变成了当年照顾自己的幼灵 安待不住心中的激动 直接冲到佑金跟前 此时秀赫还在大排档苦苦地等待着佑金 这边反应过来的佑金 惊恐地推开了武猎 初吻就这样被夺走的佑金一脸猛 躲到厕所的武猎心有一迹 疑惑自己以前也没这样过呀 再次见面两人都变得不自然起来 努力地躲避着对方的眼神 佑金疑惑到底是多爱的女人 才会在梦里寻找 然后对别人有这样的错觉 看武猎低头不语 觉得一定是非常非常下爱过的吧 佑金极力掩饰自己的紧张 愤愤地叫男人别再说对不起了 告诉他自己都不把嘴对嘴 当成是身体接触 冲回房间后还不忘用自己的口水 使劲地擦小嘴唇 安慰自己很快就会忘掉的 恩叔准备了一大堆小菜给儿子 打算和妈妈一起送去牧场 佑金拿着药给武猎 看着他吃力的样子 还是忍不住帮忙 冷冷地叫男人可以躺下了 武猎疑惑这是对自己有什么不满吗 怎么说话的语气那么奇怪 佑金告诉他自己可不是那么小气的人 武猎刚离开佑金就发现了地上的手机 看着他完好无损大大的松礼口气 通讯记录里全都是秀贺的未接电话 这才听到他昨晚语音留言说 会一直在小吃店等着自己 想着他不会等了一整晚吧 蓝初在金秘术的帮助下成功找到了秀贺 问儿子难道真的打算就这样抛弃一切吗 秀贺问如果是呢 那样妈妈就会死掉 满身疲惫的秀贺告诉妈妈 自己再也无法欺骗别人生活了 蓝初正义凌然地告诉儿子 你并没有欺骗谁 你就是姜文道的儿子 蓝初故意约初 以前认识丈夫前妻的财阀太太 带着她来到咖啡厅 热情地跟恩叔和慕妮打招呼 点名叫恩叔来为自己点餐 于是恩叔乖乖地上前为两人服务 这时财阀太太似乎认出了 恩叔就是文道的前妻 难道 不等女人把话说完 蓝初接过她的话说是我老公的前妻 你猜得没错 就是她 点完餐后故意打破桌上的水 实在无法看下去的慕妮 问嫂子这是在干嘛 是不是太过分了 将恩叔带着一旁 问她干嘛要听那个女人的命令 恩叔回答自己早有心理准备了 却还是因为刚才的事浑身颤抖 贪婉无力 明秀收到好消息 有一个农场要便宜出售 告诉武烈要在对文道抢走前 赶紧行动才可以 于是两人出发前往农场 又近看着同事们正在因为机器出问题 又要分身去工厂看设备而发愁 问两人自己去工厂不就可以了吗 按照两人给的地址来到了目的地 却看到两辆货车拉着设备离开 准备进去查看时接到了秀贺打来的电话 正聊着却发现了异常 看着本该装满设备的仓库空空如也 着急地询问几人自己牧场的设备去哪了 两人护打眼色要抓住佑金 逃跑中的佑金给秀贺打去电话 听到呼救声的秀贺无比着急 在拨打过去已经是关机的状态 而文道知道了儿子被诈骗后则无比兴奋 觉得事情似乎越来越有趣了 叫金秘书先别乱动 看看儿子怎么处理这件事情 被抓住的佑金被两人 强制带到空置已久的仓库里 直接用胶带将他绑在了凳子上 武列成功和农场老板签约后 和明秀第一时间回到了牧场 却从同事那得知 佑金去了工厂后就失去了联系 两人连忙驱车往工厂赶 此时不清楚准确地址的秀贺 也在赶往工厂的路上 武列和明秀看着空空的仓库 心瞬间量了半截 猜出佑金一定是出事了 两人决定分开寻找 这时康复的琼熙没有跟佑金打招呼 坐着疗养炼的车来到了牧场 看着无比熟悉的牧场 而老公和大女儿却再也无法回来了 内心无限伤感 四处找不到佑金的武列和明秀 正准备打电话报警时 武列意外地听到了奇怪的泥男声 大声地呼叫佑金的名字 早已经疲疲力尽的佑金听到武列的声音后 使出全身力气发出声音 经过了明秀和武列的一番努力 终于成功打开了仓库的门 成功获救的佑金靠在武列肩上痛哭 迟迟感到的秀贺 正好看到让人心碎的一幕 开着车回家的路上心中满是愤怒 身心俱疲的佑金回到牧场 看到了出来迎接自己的妈妈 马上不变得精神抖擞起来 看着她担心的样子 并没有将被绑架的事告诉她 来到熟悉的房间后 琼熙告诉女儿看着牧场里的一草一木 仿佛感觉她的爸爸和姐姐还活着似的 佑金安慰妈妈两人不会再离开了 感叹直到刚才还觉得 自己是世界上最可怜的人 但见到妈妈后却觉得是最幸福的人 琼熙告诉女儿自己也是这样 两人紧紧地抱在一起相互安慰 心有余悸的武列叫出佑金 将要高递给她后 命令她以后不许单独去任何一个地方 问她知道刚才自己见不到她有多担心吗 另一边秀贺想着刚才看到的情景 越想越窝火 拦出进房间问儿子喜欢的女孩 就是上次自己在公司见到的那个吗 告诉儿子绝对不可以 不料秀贺却第一次反靠妈妈 告诉她除了结婚的事 别的事情都会按她说的做 而佑金是要跟自己结婚的女人 看着儿子一脸认真的样子 拦出乖乖地闭上了嘴巴 对武列恨之入骨的秀贺上来就是一拳 瞪着眼问佑金是因为谁才出的事 就是因为你的事业才把佑金变成那样 武列也不甘示弱 愤愤地说佑金是我的职员 要担心也是我担心 这位 忍无可忍的佑金站到 两人中间 告诉武列自己和秀贺出去马上就回来 扯着干瞪眼的秀贺离开 两人来到牧场外 责怪今天的哥哥太不像他了 问他这样无缘无故地发火 叫自己该怎么办才好 秀贺则冷着脸问佑金 知道他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了吗 自己绝对无法接受他待在牧场里 叫佑金尽快收拾好行李 佑金紧紧地抓住秀贺 告诉他自己绝不会离开这里 因为这个牧场对自己来说有太多回忆 告诉秀贺自己要在这里完成爸爸的心愿 请求哥哥别叫自己离开 觉得总这样的话会变得恨他的 丢下秀贺匆匆逃离 特意在屋外等候的武列 看着双眼通红的佑金 愤愤地质问他干嘛要为了那小子哭 各自心里都有怨气的两人 大吵一架后不欢而散 佑金躲在被子里默默落泪 打扫牧场的武列对着扫着生气 午餐时琼西发现女儿发起了高烧 请求来送鸡蛋的同事帮忙找计程车 联系不上计程车的同事找明秀帮忙 刚好回来的武列听到了佑金生病的事 抓起衣服就飞了出去 抱起佑金匆匆送往医院 听到医生说有可能是受刺激引起的高烧 武列内心无比愧疚 默默在病房外哭泣的琼西告诉武列 一直以来就是因为自己不在女儿身边 她才会变成今天这样 不舒服也没有人能诉说 觉得一想到女儿这样艰难的 度过了那么多年就觉得难受又伤心 无比感激武列一直以来对佑金的照顾 武列看着醒来的佑金 心疼的责怪她有天生让别人着急的才能 两人互相道歉重归于好 佑金借机询问武列上次说记忆里的女人 直到现在还没忘记吗 告诉佑金自己是第一次 跟别人提起她的是 佑金感叹虽然那个女人有点可怜 却也让人很羡慕了 有人借助她那么久 时刻担心自己位置被恩书夺走的拦出 为了能把她从咖啡厅赶走 直接找到了她的家里 将她在前夫公司一楼咖啡厅工作的事 告诉了老夫人 故意嘲讽她应该是穷的没了自尊心 才能做出这样的事吧 气不打一处来的老人 决定马上去现场把女儿抓回家 咖啡厅这边慕妮刚离开 就来了三个小混混 对着热情上来服务的恩书一通刁难 最后甚至动起了手来 正当她不知该如何应付时 妈妈和妹妹提示出现救了她 离开前还不忘调侃恩书下次再见 妈妈和妹妹愤愤的责怪 怎么能瞒着两人来到那个恶人楼下工作 觉得就算是饿死 也不该出现在这里的不是吗 抓着恩书叫她马上回家 外出回来的慕妮 也免不了的被一通责怪 命令她以后不许再叫恩书出来 这时候谁也没注意到 躲在不远处的蓝初 一副计谋得逞的表情 面对着妈妈和妹妹的不理解 恩书解释觉得只要在那里克服了自己 在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什么 能让自己害怕的事情了 疑惑两人怎么知道自己在那里上班 从慧书那知道了是蓝初特意来到家里 恩书一脸的难以置信 另一边秀赫开始找人调查 牧场周边的情况 蓝初看着借酒消愁的小姑子 听着她说恩书应该不在咖啡厅工作了 假装一脸无所谓的说这才哪种程度 得意洋洋的叫慕妮少喝一点酒 来到儿子房间询问她心情怎么样 秀赫表示已经决定跟妈妈一直走下去 于是蓝初再次提出让儿子去相亲 看秀赫固执地说一定要跟爱的人结婚 告诉她结婚也是交易 这是拥有力量最快的方式 自顾自地说会帮她订好相亲日期 喝醉的慕妮直接闯进哥哥的书房 想要知道哥哥的真心到底是什么 为何会跟姐姐离婚 想不明白她为什么要把好车扔了 而去选择破车呢 曾经姐姐对她多好啊 其实自己也一直试着理解来着 但是回来一看就更觉得无法理解了 问哥哥不觉得现在这样是毁了自己吗 闻到有气无力地叫喝醉的妹妹回房睡觉 漫长的深夜里 闻到开始反思妹妹的话 恩书想着白天被小混混欺负的情景 还是紧张地浑身颤抖 慧叔看着姐姐忍不住再次劝她 别再去那个咖啡厅工作了 一大早蓝初就接到了奇怪的电话 连忙躲到房间 男人威胁蓝初不多给钱就要去咖啡厅 这可把她给吓坏了 无条件地答应男人马上见面 恩书正式地跟慕妮道别 慕妮虽然极为不舍 但是发生了昨天那样的事 也不好意思再继续挽留 从卫生间出来的恩书 却意外看到了蓝初 在跟昨天骚扰自己的小混混见面 听到两人为钱的事争执 恩书惊恐地躲了起来 蓝初威胁男人说给了这个钱 再出现的话就要带着他去警局里问 恩书瞬间明白了一切都是蓝初搞的鬼 看着男人得意洋洋地离开 恩书愤愤地站到蓝初面前 质问他到底是有多害怕 才能做出这样卑鄙的事情来 虚伪的女人还想说是误会 叫恩书跟自己去喝杯茶 恩书却直接甩开了他的手 告诉他自己知道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毕竟是抢来的婚姻 时刻担心着被抢回去 蓝初看着恩书离开后 还不忘自我安慰 就算他怎么去勾引 自己眼睛都不会眨一下的 然而他的手却还是出卖了自己 下一秒恩书回到了咖啡厅 告诉慕妮之前的自己太懦弱了 以后活着一定还会遇到 比这里更恐怖的是 所以不会再逃跑了 慕妮一听到这简直乐开的话 向恩书保证以后 一定不会让咖啡厅 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秀赫带着企划书来找父亲 想要在武力的牧场后 山剑高尔夫球场 觉得这是一剑双雕的好办法 感叹儿子能力增加了不少啊 秀赫回答是因为 想得到的东西更多了 很快要在牧场后见高尔夫球场的事 就传到了牧场里 收到消息的几人来到现场 却发现已经乱成了一团 又听想到了书丰也许知道什么情况 几人来到餐厅问询 书丰答应几人会试着帮忙联系建造的人 面对着一次次的困难 难免让武力有所沮丧 又今安慰武力相信他一定会成功 让武力重拾了信心 拦出派人时刻盯着恩书 看男人连续点了几杯咖啡 不免让恩书起疑 慕尼却不以为然地告诉他 偶尔会有这样的客人 当咖啡厅里只剩下恩书时 却突然看到奇怪的影子 好奇心驱使他出去查看 却意外听到了男人 正在向兰初报告自己的情况 瞬间被吓得浑身颤抖 刚告诉兰初自己要在公司开会的文道 下一秒就看到了恩书打来的电话 邀请他到楼下喝杯茶 文道不假思索地告诉秘书 会议往后一个小时 恩书画上了精致的妆容后 看到了前来赴约的文道 自信地走上前将能反锁 安排文道坐下后 特意为他准备了一杯绿茶 说还记得他六点以后不喝咖啡 还喜欢一年四季吃着亲手做的咸菜 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聊着 而兰初这边知道了丈夫 进入咖啡厅后瞬间欺诈 问男人怎么不拍下照片 听到对方说里面漆黑一片 愤愤地命令男人走进点拍 这时慕尼直接闯了进来 无处发泄的兰初对着他一顿骂 贺令他马上出去 逃出来的慕尼直叫太可怕 深知恩书性格的文道 询问他叫自己出来 到底是想要说什么 于是恩书借机请求男人放过儿子 这时兰初打来了电话 文道毫不犹豫地挂断后 向恩书道别 男人刚回到公司 又被秘书叫去开会 而这边迟迟联系不上丈夫的兰初 则气得抓狂 一大早看着回家的丈夫 对着他刨根问鼎 文道愤愤地告诉他 每次看到他这样 就会觉得厌倦又疲惫 直接又转身离开了家 只剩下女人在身后咆哮 而看着这一切的慕尼 只能感叹这个家 怎么每天都是战争啊 很快佑金和武烈 就靠着书丰的关系 找到了负责建造的朋友 从他口中得知 是心生乳业在背后搞的鬼 武烈愤愤地冲进文道办公室 告诉他在那里建造球场的话 牧场的奶牛都会得病死掉的 文道却告诉儿子 自己早就提醒过 他会将牧场弄没的 听到儿子说要弄死牧场 还不如先弄死自己 于心不忍地他告诉武烈 这次计划是秀赫一手建立的 问武烈还要小孩子气到什么时候 最后还不忘警告儿子 不顺从自己就别从正门进来 在牧场干活的诱惊 想着牧场没了奶牛呢 又该怎么办 觉得现在不是这样待着的时候 下一秒就来到了公司找秀赫 一阵寒暄后 鼓起勇气询问秀赫 公司不见球场不行吗 问秀赫能不能帮着阻挡一下 知道了幼精是为了这个 才来找自己的秀赫 直接给他下了逐克利 失魂落魄走出公司的幼精 被呆坐在一旁的武烈教主 看着幼精奇怪的表情 猜出了他一定是来公司 求秀赫来了 愤愤地告诉他 这不是他该出面的事 干嘛要去卑微地求那个人 幼精却觉得 马上就要失去能场了 自己也想要尽一份力 这有什么错 觉得失去了牧场 就像要失去胳膊一样难受 怎么可能不着急呢 责怪武烈干嘛 还要在自己心痛的时候 对着自己发火 回到牧场的武烈安慰大家 离建造球场还有一段时间 但那之前也要好好经营牧场 而当他一个人时 却在为怎样救活牧场而烦恼 将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的诱惊 默默在心中下了某种决定 询问担心自己的妈妈 如果离开这里生活 会不会不开心 告诉妈妈如果离开这里 能守住牧场自己也心甘情愿 第二天早上将奶牛们的生活习惯 一一告诉了武烈 最后鼓起勇气告诉他 上次和秀赫说喜欢他的话 不是借口而是真心的 叫武烈不要有负担 自己只是想要让他知道真心而已 随后打电话告诉秀赫 自己一定要守住自己的牧场 秀赫询问他应该知道 今天见面是什么情况吧 叫他12点在Sky酒店店 来找又精的武烈 从穷熙这听到他说又精从昨天开始 就一直很奇怪不停地说要离开牧场的事 武烈激动地说两人绝不会离开的 来到洗手间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秀赫带着妈妈特意在酒店等待又精 就在又精鼓起勇气 一步步朝着两人走去时 告诉一脸惊恐的又精 自己现在很生气 安静地跟着自己走 不远处的秀赫就这样看着心爱的女孩被武烈带走 拦出一脸难以置信地问儿子 自己刚才看到的是什么 看着粪粪离开的秀赫 疑惑那个臭丫头难道是和武烈纠缠吗 武烈看着拼命挣脱自己的女孩 粪粪地问她是不是打算去农场 而去到秀赫的身边 又精也激动地告诉她 只要自己消失 牧场就能被拯救了 气不打一处来的武烈粪粪地质问 怎么能那么不相信人呢 我像是那种连个牧场 都无法保住的家伙吗 秀赫和兰初难以置信地看着 抱在一起的两人 看着粪粪转身离开的儿子 兰初离开前还不忘指着右经警告 不许再在自己儿子身边出现 随后又对着儿子喋喋不休 问儿子为何要为那样的女孩受气 乌尼陪着前嫂子一家来农场玩 看着可爱的奶牛们 兴奋地大叫我这身衣服 可是为你们准备的呀 这时迎面走来一个鸡肉男 看傻眼的慕尼直流口水 男人看着吃了一脸牛粪的女人 想起她就是不久前 跟自己抢计乘车的人 瞬间脸色大变 回到家的兰初月想越是生气 想不通那垃圾一样的丫头 怎么能把自己宝贝儿子的脖子掐住 开始为儿子联系相亲对象 来送外卖的恩书 乘电梯时宇文道偶遇 男人再次劝他叫儿子 来到自己身边工作 说武裂账下去只会越来越困难 恩书愤愤地质问 那么用力赢过他的理由是什么 都不认证自己爸爸的孩子 不能让他活得轻松 这时来给丈夫送衣服的兰初 正好看到了最不愿看到的一幕 看着电梯里的两人让兰初愤怒直暴增 先是对着丈夫一顿冷嘲热讽 接着又来到咖啡厅对付恩书 先是指责他跟自己的丈夫是不伦 然后又责怪慕妮 把他前嫂子找到这里来上班 不料机智的慕妮却告诉他 但凡有点脑子都不会在这里大喊大叫 而且该愤怒并且爆发的人是前嫂子 出来后想着两人进来合伙 看看我怎么对付他们 从餐厅回来的又金 一直故意躲避着武烈 工作时偷偷溜回了家 武烈跟在身后将他拉回了房间 问又金到底怎么了 又金疑惑自己已经决定去秀赫身边时 为何要拦着自己 武烈反而难道要我看着你 嫁给秀赫那个坏家伙吗 又金愤愤地告诉他 以后没有充分的感情 就别让人混淆了 等以后有了真正爱的人 那时候在接吻拥抱 告诉武烈自己也知道配不上他 但他这样还是会让人很伤心 看着生气离开的又金 武烈开始思考自己对又金的感情 正在又金对着奶牛们发牢骚时 武烈走上来打断了他 为又金奶牛有什么罪 每天要听他牢骚 感叹不管是自己还是又金 都是大笨蛋来着 告诉他其实自己明知道自己的真心 却假装不知道 但是刚才想着你可能会不在我身边了 感觉像要疯了一样 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的武烈和又金 回到家后依依不舍的分别 武烈拿出当年又林写给自己的小情书 告诉他出现了第一个 让自己敞开心扉的女孩 觉得他一定会为自己祝福的吧 一大早书风夫妻就带着儿子来到了牧场 请求武烈帮忙让自己的儿子成长 说完就将太妍丢在了牧场 于是被逼无奈的太妍 就负责起了扫牛粪的工作 武烈和又金则清闲的在办公室讨论工作 忽然回来的书风 撞见了不小心轻在一起的两人 尴尬的叫两人继续好了 回家后将自己看到的告诉家人 还不忘嘱咐两人不能出去乱多嘴 拦出一大早冲进丈夫的书房 对着他又是一阵冷嘲热讽 听到丈夫说即使自己不说话 他现在也已经够烦恼了 拦出反论男人是不是他前妻一觉 他就会屁颠屁颠的过去 看着丈夫不耐烦的样子 告诉他自己已经知道他几天前 去咖啡厅跟恩书见面的事 看男人吃惊的样子 告诉他是武烈他妈跟自己说的 这就是他的计划 丢下一脸惊呆的男人愤愤的离开 另一边知道了又金和武烈谈恋爱的攀岳 来到公司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两人恋爱的事告诉秀贺 想要借此让他死心后自己才有机会 听到这个坏消息的秀贺 打电话让部下抓紧进行球场的提案 牧场这边也很快收到了消息 又金匆匆地来找秀贺 却吃了个闭门羹 不死心地他站在办公室外等待 去开会的秀贺冷冷地告诉他 有时间就该在牧场想办法才对 因为接下来他们只会更加辛苦 就在他失望而归时 看到闻道的又金 借机想要解释是他误会了 不料兰初却继续咄咄逼人的质问 在你眼里我们秀贺就那么好欺负吗 所以才脚踏两条船还不够 又这样追过来吗 闻道叫妻子够了 在走廊上这样难道不怕员工能看到吗 叫又金可以离开了 老夫人特意来给恩叔送药 这时准备离开公司的兰初 沿着老人一起冷嘲热讽 看恩叔忍着性子叫自己离开 歪着嘴嘲讽对方装着有教养的假样子 让他别总是想着动摇别人的老公 有时间也去管一管宝贝儿子 面对两人愤愤的质问 告诉他们武烈和自己的儿子 正在为了一个女人斗争呢 又金一脸猛地回到牧场 向武烈打听难道秀贺是会长的儿子吗 感叹认识了他那么多年了 而且自己还在公司工作过 怎么连这个都没有察觉 看着一脸郁闷的又金 武烈特意带着他来到了牛奶工厂 想着工厂的牛奶真的生产出来了 又金一脸感动地说像是做梦一样 随后武烈还带着又金参观了一番 闻到叫来秀贺 问他是不是真的在和武烈抢女孩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告诉他年轻的时候谈恋爱是可以 但是怎么能让这种事变成公司的丑事 将他妈妈羞辱又金的是说了出来 问儿子以他妈的性格 觉得他会这样老老实实地待着吗 而且这事情还掺和进了武烈 问秀贺到底打算怎么处理 秀贺一脸认真地告诉父亲 又金是自己想要结婚的对象 儿子刚离开办公室 闻到就叫来了金艺术 让他去彻底调查清楚又金的情况 秀贺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问妈妈 为何要那样对待又金 认定了是又金对儿子告状的拦出 愤愤地说没想到那人还有脸告状 叫儿子打起精神来 确定了恋爱关系的武烈和又金 一大早就开始撒糖 却被赶来牧场的外婆和妈妈撞得正着 听信了拦出谎话的老夫人 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 告诉孙子绝对不允许 他跟脚踏两条船的女孩在一起 武烈解释又金并不是那样的女孩 不料恩叔也告诉儿子 叫他这次必须要听外婆的话 老夫人对着穷熙质问 自己家是看他们可怜才这么慷慨解囊 怎么能这样恩将仇报 武烈不明白外婆每天叫自己 找喜欢的女生交往 而现在终于遇到了为什么又不可以了 老夫人拍着桌子说 这不是正常的关系 所以不可以 文道从经历书这拿到了又金的资料 知道了她就是韩成福的女儿后 不自觉的全身颤抖起来 秘书离开后 想起了当年小女孩 请求自己救救她的情景 内心变得无比焦虑 老夫人单独找又金谈话 叫她赶紧和她妈妈离开怒场 又金热泪盈眶地说 自己是真心喜欢武烈 请求夫人相信自己一次不可以吗 老夫人却告诉她光有爱情是不够了 现在想要嫁给自己孙子的女孩排着长队 觉得无论如何都不会让孙子 跟家庭条件相差甚远的又金在一起 实在听不下去的穷熙表示 自己能理解她为何这样生气 但是说给狗送周听起来就太过分了 问她现在是把自己的女儿比作狗吗 哽咽着告诉她不管别人怎么说 又金是自己在这个世界上 最宝贝的女儿 不料老夫人却继续嘲讽两人不知廉耻 看又金说不要扯上她的妈妈 感叹做错事的人不知道反省 还反说别人过分 所以说要看家庭背景就是这样 叫两人马上把房子空出来 穷熙毫不犹豫地答应 因为不想这样卑微地受到恩惠 老人心满意足地离开 穷熙告诉女儿 就算是去做保姆 也不想让她继续在这里受这样的侮辱 让女儿好好整理自己的感情就好 为了妈妈又金正式跟武烈提出分手 不是她的恳求 绝情地甩开了她要挽留自己的手 秀赫被迫跟财发家的小姐相亲 开车回家的路上 拦出兴奋地给儿子打电话 说那家的小姐好像对她有兴趣呢 觉得只要能跟对方结婚 自己的儿子就大发了 挂断电话后的秀赫 却想着和又金在一起的情景 于是掉转了车头 来到经常和又金见面的小吃店 却看到了已经喝碎了的 心心念念的女孩 江又金带回公寓后 接起了她的手机 问武烈说要守住爱情 就是让你心爱的女孩在街上醉酒徘徊吗 无视电话那头失去理智咆哮的武烈 直接挂断电话后拔掉了电池 早上醒来的又金 看着守候了自己一晚的秀赫 吃惊地问她怎么会在这里 秀赫却一把将她拥进了怀里 告诉她无论什么事都愿意为她做 只要她愿意待在自己身边 一大早穷熙着急地问武烈 是不是该去报警才行 这时一夜未归的又金终于回了家 武烈想要找又金说话 却被穷熙制止 希望她可以让又金好好休息 看着有气无力躺在床上的女儿 想起书丰说应该试着找 以前认识的人帮忙 于是穷熙想到了江文道社长 文道正在为又金的事发仇实 穷熙却直接找到了公司来 穷熙怎么也不会想到 害死丈夫和女儿的男人就在自己眼前 反而还艰难地开口 请求男人帮帮自己 将自己和女儿的情况告诉了她 说哪怕一次想要做个好妈妈 希望她能帮两人找一处藏身的地方 文道表示她丈夫曾经也算是公司的老臣 帮忙是理所当然的 叫女人还有什么要求尽管提出来 文道的这一番话瞬间让穷熙赶皮涕铃 于是询问能不能再提一个要求 想要重新调查丈夫和女儿的交通事故 文道的心微微一颤 询问对方为何要重新调查交通事故呢 穷熙泪眼朴素地说 无论怎么想都觉得很多地方不正常 听完女人的述说 文道毫不犹豫地说会帮助想办法的 看着不停对着自己道谢的女人 心中却在盘算着别的主意 彤会长是走出来的穷熙还是不停地感叹 会长真的是很好的人 这次真是没有白来啊 正准备乘电梯离开时 又遇到了金秘书 想起他就是当年跟着老会长的人 询问对方可不可以给一张名片给自己 说等他有空的时候 还有很多问题想要请教他来着 文道想着刚才女人叫重新调查事故 又想着自己的两个儿子 跟他的女儿纠缠不清 感叹缘分真是奇妙的东西啊 憋着一团火的武烈 直接冲进了公司 狠狠地给了秀贺一拳 警告他放开诱惊 质问他把喝醉的人送回家 还是正常人该做的是不是吗 而他竟然留下了他 秀贺反问难道喝醉的诱惊 会一点感觉都没有吗 武烈叫他闭上了卑鄙的嘴 居然利用一个彷徨人的心 是卑鄙之中最卑鄙的人了 秀贺一脸得意的叫武烈认听现实 并不是自己硬抓住又经不让他回家 又经昨晚上是心甘情愿待在我身边的 还好慕妮赶来及时阻止了两人 问两人难道想要出现在新闻上吗 命令两人回到各自的地方去 慕妮第一时间回到咖啡厅 将武烈和秀贺打架的时候告诉了恩叔 恩叔疑惑难道儿子还没放弃吗 打电话叫武烈马上回家 老夫人和慧叔听到武烈为了女孩 在公司和秀贺大打出手感到无法理解 三人对着回来的武烈一顿披披 看儿子固执地说要自己解决 恩叔失去理智的质问 这些年我已经受够了那家人给的气了 难道现在你还要看着妈妈因为你 再次受到那家人的白眼吗 命令儿子从今天开始回家住 告诉他如果他不敢走那个女孩 那就只有自己亲自出马了 丢下儿子愤愤地回了房 对于家人的不理解 身心俱疲的武烈 还是鼓起勇气来到妈妈房间 问妈妈不是也知道他离婚后 自己是怎么过来的吗 精神不安定也睡不好 也交不到朋友 而且一直没对妈妈说 之前一直做着噩梦来着 可是自从见到幼金后 那些梦就没有再出现了 让妈妈累的事我也不想做 也不想让妈妈您失望 和那个家伙打架也让人觉得恶心 可是更不喜欢失去那个人 对不起 妈妈 看着儿子离开 心痛不止的恩书只能独自抽起 为了向幼金表明自己的真心 武烈不顾他的反抗 带着他来到了外公的墓碑前 告诉幼金外公是比谁都在乎自己 疼爱自己的人 所以今天特意带着他来到这里 想要当着外公的面告诉他一些话 先是告诉了幼金自己和秀赫 是同一个爸爸 在幼金惊讶的表情下 告诉他自己的妈妈和秀赫的爸爸 在很久之前就离婚了 曾经是家人 但现在是比陌生人的关系还差的人 这就是你那段时间好奇的答案 而自己的妈妈和外婆 坚决反对两人在一起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绝对不是不喜欢你 两人在外公坟前 带上了五列特意准备的情侣对戒 并许诺幼金就是自己的一生所爱 希望他也不要动摇 只要看着自己就好 幸福溺满全身的幼金乖乖点头 闻到叫来秀赫 叫儿子放弃那个叫韩幼金的女人 看秀赫难以置信的表情 问他建立高尔夫球场 和说要负责草原牧场 都是因为那个女人吧 告诉儿子做生意最该警惕的就是 不要因为女人降低了判断力 秀赫固执地说别的都可以听父亲的 只有幼金希望可以按自己的想法 球场的项目也可以转交给别人 闻到无奈的感叹 就为了那么个女人 即使是对你的事业前途造成阻碍 也觉得没有关系吗 秀赫却回答对于自己来说 那不是就那么个女人 于是闻到让秀赫自己结束球场的项目 告诉儿子绝不想看到 他为了女人而变得弱小 武烈和幼金戴上了情侣戒之后 回到牧场请求穷熙能认可两人 穷熙无法理解武烈的家人如此反对 两人为何还要坚持在一起 但如果是女儿希望的 自己也没办法一直反对 可是心情却觉得无比沉重 穷熙看着走进来安慰自己的女儿 告诉她只要她心里舒服和觉得幸福 自己怎样都没有关系 幼金告诉妈妈武烈和自己一样 是受过很多伤的人 就算有爸爸 却还不如没有呢 觉得两人在一起能够互相安慰 幼金提出带着妈妈 一起去看太阎家的仓库 打算先暂时搬到那里住一阵再做打算 潘月带着两人来到狭角简陋的仓库 幼金安慰妈妈 等自己赚到钱了就马上搬出去 潘月故意叫幼金出来 问她知不知道武烈和秀赫为了她 今天在公司里大打出手的是 觉得幼金都戴上情侣戒指了 应该明确地拒绝秀赫才对 兰初开始想办法对付慕妮 邀请她一起喝红酒 几杯酒下度后 问慕妮应该递得咖啡店开夜时 自己借给她钱了吧 慕妮天真的点头 兰初无奈地说那些都是她哥哥的钱 一直交代自己别随意乱花来着 慕妮愤愤地说哥哥那么多钱 问那么清楚干嘛 于是兰初说下次你哥再问的时候 我会给她看的 希望小姑子能给自己写一张借句 看着一脸疑惑的慕妮 安慰她只是形式上的而已 都是一家人难道还能上法庭什么的吗 于是慕妮在兰初的诱导下 写下了武艺的借句 并毫不犹豫地按下了手印 兰初看着成果无比满意 琼西在收拾行李时 忍不住询问女儿 真的可以适应得了小仓库的环境吗 告诉女儿自己去求了她爸的朋友 也许不久后就有房子住了 在幼金的追问下 将她爸爸和新生乳业的事告诉了她 还将当年她爸的就任文件拿给了女儿看 幼金听后脸色大变 命令妈妈以后不许再去找姜文道 解释自己和武烈都不喜欢这个人 看女儿如此激动 琼西乖乖答应她不会再去找女人 晚上幼金告诉武烈 今天带着自己去问候了她外公 而自己也有想要给她介绍的人 决定明天一早出发 还不忘嘱咐武烈要早吃得帅气一点 第二天天刚亮 两人就幸冲冲地出发 来到目的地的武烈有点迟疑 询问幼金在这里的是谁 幼金回答是爸爸还有姐姐 武烈不以为然地告诉幼金 这里也有自己认识的人 就这样幼金牵着武烈的手 一步步朝着幼林的牌位走去 用了十年时间 从失去初恋创伤逃出来的男人 好不容易再次打开心扉 却发现女友竟然是初恋的妹妹 幼金疑惑武烈怎么会认识自己的姐姐 无法接受这个残忍现实的武烈 幼金知道了妈妈还要跟文道见面后 表现得无比反感 将武烈是文道儿子的事告诉了妈妈 琼西虽然觉得无比吃惊 但还是告诉女儿 跟她见面是为了父亲车祸的事 文道告诉琼西自己已经找人 重新调查了当年车祸的事 但是结果还是因为自己开车不小心 弄虫的事故 天真的琼西还在自言自语 觉得难以置信 告诉她当年杨会长来到牧场 将遗嘱给了丈夫后 丈夫就变得很奇怪 听完琼西的话 文道拿出早已准备好的文件带 说这是海外研究资料 是公司特意为 那些员工们的子女们准备的 我推荐了你的女儿了 毕竟是她爸爸以前上班过的公司 给的机会 对她来说是一个很不错的选择 琼西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将资料拿给女儿 询问她有没有想过去海外发展 佑金看完资料后 愤愤地问妈妈 怎么可以轻易地接受这个 告诉她自己绝对不会去 说着就要将资料还给她 来到公司楼下约出了秀贺 先是诚恳地向她道歉 然后将资料递给她 秀贺注意到了佑金手上的情理戒指 瞬间心凉了半截 为了让恩书出球 蓝初在和文道接受记者采访时 故意跟咖啡厅点了餐点 当着蓝初的面 告诉记者丈夫直到现在还常说 看到自己时常会觉得心动 而自从恩书出现 文道的眼神就没有从她身上移开过 下一秒文道也站起身 告诉几人自己还有重要的会议 匆匆离开 蓝初虽然知道丈夫为何离开 却也只能留下应付记者 文道质问恩书为何会出现在那里 设为一肚子委屈的恩书 愤愤地告诉她 自己也不知道是这种情况 拜托她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听着男人的话恩书的心像撕裂般疼痛 另一边知道了佑金是佑林的妹妹后 独自来到佑金曾住过的房间 看到了她留在房间里的信 告诉武烈虽然知道她为何故意躲着自己 但依然还是很想她 看了信后的武烈心情更纠结了 恩书不顾身体有样坚持工作 最后却直接在咖啡厅里扔了过去 文道看着空杯子 想起了今天看到恩书的情景 看着病床上的恩书 文道越发觉得心疼 忍不住用手轻轻抚摸她的额头 对嫂子今天做法极为不满的穆妮 回家后问女人 今天是故意要采访的吧 想不通蓝初 为何总要去招惹恩书 蓝初正义凌然地质问 我怎么可能不干涉 你说说我见到过多少次 她和你哥哥在一起 告诉穆妮绝对无法容忍 她在咖啡厅工作 文道悉心地照顾着恩书 终于醒来的女人一脸惊讶 看着男人一脸关切的样子 冷冷地告诉她自己该回家了 文道则命令她乖乖躺下休息 穆妮在佑金洗澡时 接起了她的电话 秀贺询问穆妮住址后 表示明天会上门拜访 挂断电话后的穆妮 跟女儿打听秀贺是谁 佑金解释是读书时就很要好的朋友 期待着武烈电话的她问妈妈 除了秀贺还有别人打来电话吗 知道没有后脸上写满了失望 正准备休息时 武烈终于打来了电话 佑金眼里写满惊喜 跟武烈见面后 先是嘱咐她要好好吃饭 然后将摘下的戒子放进武烈手中 听文道说佑金是诚服的女儿 并已经答应了儿子娶佑金 兰初不可置信地问丈夫是不是疯了 文道强调同意也是为了儿子好 兰初疑惑丈夫难道都不害怕吗 着急地说还不如把她送到很远的地方 文道无奈地告诉她自己有不得已的苦衷 喝得烂醉的武烈回家后含着泪问妈妈 是不是自己这辈子没有资格爱 所以两个深爱的女人才会都没有抓住 看着儿子因为佑金如此心痛 叔感到无比担心 今天是牛奶工厂正式启动的日子 一大早全家人整装待发 叔封夫妻也在受邀的名单中 从两人口中得知消息的佑金 觉得无比欣慰 毕竟那是父亲曾经的愿望 穷熙将女儿叫至房间 把昨天武烈送来的请柬交给她 告诉女儿一直在纠结着要不要给她来着 佑金告诉妈妈真的很想看出牛奶 于是穷熙鼓励女儿想看就去看一看好了 正在佑金准备出发时 却接到了秀赫打来的电话 说正在来她家的路上 武烈在剪彩现场四处搜寻佑金的身影 在姨父的呼唤下才回过神来 仪式顺利地进行后 所有人一起去参观了工厂 秀赫正式地拜访穷熙 告诉她自己很快就要成为她的女婿了 在两人惊愕的表情下 告诉穷熙自己想跟佑金结婚 甚至直接改口叫穷熙妈妈 终于忍无可忍的佑金 命令秀赫跟自己出去谈一谈 佑金告诉秀赫自己从未想过要跟她结婚 觉得结婚并不是两人事 不是也知道你的妈妈有多讨厌我吗 秀赫解释妈妈最终都是疼爱儿子的人 而且加上父亲的助攻 一定很快就会答应两人的婚事的 蓝初特意准备了丰盛的饭菜 迎接儿子回家 从丈夫就知道了儿子要带着佑金回来 蓝初瞬间变了脸色 感叹真是太无语 问丈夫难道打算在自己不知道的情况下 继续推进那个婚礼吗 闻到觉得儿子不也是没有办法 还会这样直接带着女孩回家吗 佑金好不容易将秀赫送至家门口 不出所料的被秀赫脸哄带骗的 带进了别墅 蓝初看着坐在对面最讨厌的女孩 听着丈夫和儿子完全不顾自己的感受 自顾自的商量 尽快结婚 忍无可忍的他站起身 命令儿子跟自己谈一谈 蓝初还在做着最后的挣扎 恳求儿子放弃佑金 秀赫无庸置疑的回答放弃不了 就像妈妈你把什么都堵在我身上一样 我也是把什么都堵在佑金身上了 被儿子威胁说出 身世秘密的蓝初 乖乖向儿子妥协同意了两人结婚 特意找到穷熙上班的快餐店 不懈地问对方 要在这里谈孩子们的婚事呢 穷熙尴尬地将他带至附近的咖啡厅 蓝初的一言一行对穷熙都充满了歧视 居高临下地问穷熙 应该没什么能力准备东西吧 穷熙颤颤巍微微地回答 如果他爸爸还活着 应该就不会是这样的情况了 真的很心痛很对不起 听到这蓝初没有继续为难 表示所有的东西自己家都会准备 最后还不忘将一个信封交给穷熙 叫他去买件结婚时候穿的衣服 看女人毫不犹豫地拒绝 告诉他这不是为他才准备的 而是为了自己家的面子准备的 秀赫正式地跟佑金求婚 虽然有所迟疑 在秀赫的催促下 佑金还是乖乖地点头答应 接受了秀赫为自己戴上的戒指 就这样虽然佑金极不情愿 最终还是乖乖跟秀赫 在小教堂里举行了简单的婚礼 武列在前往机场接好友的路上 接到了太阎打来的电话 知道了今天是佑金举行婚礼的日子后 直接调转车头往教堂赶 穆尼在拦出的威胁下 将公司楼下的咖啡厅给了他 又靠着哥哥的支持 重新找了一家更大的咖啡厅 在教堂见到佑金的武列 直接返回到了牧场 完全忘记了去机场接朋友的事 世金打来电话责怪 叫武列到酒店来找自己 而秀赫也因为身体未康复的关系 和佑金定位去新婚旅行 两人准备在酒店住一晚后 明天就回家 面对着热情的秀赫 佑金表现的生硬又紧张 于是秀赫提议两人去喝一杯 就这样和世金剑上面的武列 不小心和秀赫佑金碰了面 不顾尴尬的两人 秀赫得意洋洋的告诉武列 自己今天和佑金结婚了 武列看着佑金的大钻戒 问秀赫是想要得到自己的祝福吗 看着针锋相对的两人 世金大方的祝两人新婚愉快 标下一脸错愕的佑金 直接带着武列离开 面对着武列的质问 世金反问难道不是该感谢我吗 不然似乎别人把你当大色狼看待呢 询问武列怎么舍得放开那个女人的 那个女人看起来要吃了你的样子 就知道你们一定有故事 说着一把搂住武列的脖子 开玩笑的说趁着我不在 好像很热情的谈了一次恋爱啊 却一次机会都没给我 另一边的佑金 虽然对面做着新婚丈夫 心却完全被武列勾了去 呆呆地看着对面打闹的两人 被冷落半天的秀赫终于忍不住 叫佑金别再看了 今天这种日子 互相看的都觉得不够啊 佑金却直接叫秀赫以后 不要再针对武列 在浪漫的小提琴声下 两人喝起了浇杯酒 心里不是滋味的武列叫世金离开 两人来到了世金提议的烤猪皮店 世金要求武列陪自己通宵 不料却被对方一口拒绝 告诉他今天想要自己一个人静一静 世金只能感叹 以为他一辈子不会再恋爱来着 却在我不知道的地方爱上别人了 就这样秀赫和佑金 度过了浪漫的新婚之夜 而武列则独自戒酒消愁 一大早心情美美的秀赫 却意外听到了佑金在梦中谜 顿时醋意灌满全身 两人在吃早餐时 却努力隐藏自己的愤怒 告诉佑金希望他以后除了自己 不要再想着别人 世金热情的上前跟两人打招呼 然后跟着父亲离开 下一秒为了能让公司获得投资的闻道 就与刚回国的Golden集团会长 见上了面 而世金则陪着武列推销牛奶 四处碰壁后世金想出了好主意 两人在医院楼下免费将牛奶送给路人 秀赫和佑金正式从酒店回了家 拦出热情的欢迎两人 叫佑金跟自己进房谈一谈 来到房间后将一盒病药交给佑金 感叹命运这个东西真的很奇妙 谁也不知道明天会是什么样 万一造出个孩子出来 互相抓住脚脖就不好了 看着一脸惊恶的佑金 叫他不许秀赫看出来好好收着就好 闻道回来后新人特意给父母行了大礼 拦出装出一副特别喜欢媳妇的样子 慕妮在旁边感叹嫂子简直是影后级别 晚餐时更是不停地给佑金加菜 而佑金也只能颤颤巍巍地接受 闻道特意叫来儿子命令拦出出去 质问秀赫为何要把球场的计划终止 秀赫告诉父亲 那是自己和佑金结婚时的约定 闻道愤愤的质问 知道那样会给公司带来多大的损失吗 得不到父亲理解的秀赫 只能跪在地上请求 就这一次按自己的意思走 蓝初带着疑惑悄悄打开门 却听到丈夫斥责儿子为了女人放弃适应 瞬间对佑金的恨意更深了 佑金第一时间躲回房间跟妈妈视频 努力挤出笑容告诉妈妈妈自己很好 拜托舒风夫妻帮忙照顾妈妈 走进来的蓝初看见了泪眼婆娑的佑金 嘲讽别人看见还以为婆家让你受苦了吗 让佑金跟过来一下 看着一大桌子的碗碟 叫佑金一个个用抹布擦干净 佑金惊讶地问全部嘛 蓝初不以为然地说嫁到这个家来 当然要知道碗碟放哪里不是吗 看着堆成山的碗碟 佑金只能无奈地叹气 蓝初就像个疯狗般见人就咬 质问丈夫怎么能不按约定做事 竟然让自己的宝贝儿子给他下跪 文道告诉他这不是他该参合的事情 不料蓝初却不依不牢 指责文道从始至终 都只是在利用自己的儿子而已 面对妻子的无理取闹 文道只能转身离开 身心俱疲的他来到咖啡厅 却正好看到让人误会的一幕 走上钱力生质问恩书这是在干嘛 正在两个男人争执不下屎 看不下去的恩书直接站在两人中间 叫文道不要在这里妨碍别人干活 听出两人暧昧关系的音讯 拿起外套离开了咖啡厅 回家的恩书正好和英勋一起等公交车 尴尬地向对方道歉 英勋却叫恩书帮自己跟老板说一声 不会再去咖啡厅 看着一脸疑惑的女人 告诉他自己无法跟布伦的人 待在一个空间里 恩书解释那个人是自己的前夫 从没有做过布伦的事情 于是英勋向恩书道歉 并将脖子上的围巾扯下来 戴在了他的脖子上 看着想要拒绝的女人 告诉他明天开业是重要的一天 感冒可就不好了 对于男人的善意 恩书感到无比温暖 闻道独自在酒吧里戒酒消愁 默默在心中下了某种决定 而下公交车的恩书 却不小心将围巾落在了车上 终于擦完碗碟的右巾 来到婆婆房间 询问明天可以跟秀赫回妈妈家一趟吗 蓝初一脸嘲讽的 问你妈那有做的地方吗 又经不服输的说 就算什么都没有 但是还是有妈妈在那里 蓝初疑惑 媳妇这是在顶嘴吗 抓着右巾的痛楚 问他和五列 真的已经完全整理好了吗 右巾乖乖地点头 蓝初则做出最后的警告 如果因为他和五列的事 让自己的儿子受伤 绝对不会放过他 刚从婆婆房间离开的右巾 就看到了公公回了家 闻道看着上前询问自己的妻子 冷冷地问他两人 如果分开的话 会变成什么样呢 蓝初愤愤地问是什么意思 闻道告诉他就是想要知道 听出丈夫要跟自己离婚的蓝初 愤愤地追着他来到书房 命令他想要分开的话 就把他现在所有的一切都给自己 告诉他只有那样自己才会放他离开 当然也会帮他保守秘密 看着一脸无语的男人 嘲讽他没有那个勇气吧 毕竟是因为钱才走到了今天 虽然在丈夫面前无比强势 但是独自回到房间后 却还是无法控制的尸声痛哭了起来 一大早四处翻找不到耳环的蓝初 来到慕妮房间搜寻 却看到了咖啡厅的开业邀请函 想起吃早餐时 慕妮还跟自己问哥哥去哪 猜到他一定是想要邀请丈夫去咖啡厅 顿时火冒三丈 决定一起解决掉恩书文道和佑金 特意来到儿子房间 叫佑金赶紧准备跟自己出去一趟 和士丁一起外图办事的武列 带着他一起来到咖啡厅庆祝开业 慕妮特意拜托两个年轻人 出去帮忙买水果 两人前脚刚离开 蓝初就带着佑金来到了咖啡厅闹场 慕妮一脸难以置信地问两人 怎么会来到这里 蓝初一脸得意地说小姑子咖啡厅开业 我当然得来庆祝一下呀 还不忘叫佑金跟恩书打招呼 看着针锋相对的几人 深胆压力的佑金选择出去等待 买水果回来的武列 看到了日思夜响的女孩后直接惊呆 听到声响的佑金也呆呆地看着武列 走出来的蓝初 看着深情对望的两人 质问他们这是在干嘛 冲上去抓着佑金质问 刻意出来就是为了要在这里见他们 武列大声咆哮不是这样的 在几人惊呆的表情下 解释是他误会了 并不是他想的那样 蓝初却自顾自地要抓着佑金回家 看着追出来的恩书 讽刺他和他儿子真是好伟大 对蓝初这么一闹 把所有人的好心情都给破坏了 世今安慰武列 无论他多么担心 每个人都要解决自己面前的人生 不管是你的妈妈还是那个女人 蓝初不分青红皂白地对着佑金一顿训斥 问他今天这样算是外遇了知不知道 佑金解释今天那样见面是偶然 而且带自己过去的不也是婆婆吗 蓝初告诉他自己看到了两人的眼神 那个不一定需要用嘴说不是吗 佑金做着最后的挣扎 问婆婆年轻时不是也爱过吗 那个不是说抹掉就能抹掉的呀 而现在自己结婚了 以后会只看着秀贺生活 请求婆婆相信自己 蓝初却直接回答无法相信 这时下班的秀贺终于回到了家 看着默默擦眼泪的妻子 着急地询问他怎么了 面对儿子的疑惑 蓝初叫他清醒一点 以为结婚就是一切了吗 不打起精神来的话 婚姻的开始就是地狱 来到房间的秀贺听着佑金的解释 没有做任何的表示 叫他赶紧准备一下回娘家 来到妈妈房间请求他以后别这么敏感 蓝初怒怼儿子是个傻瓜 秀贺却再次向妈妈表明态度 告诉他自己真的很爱佑金 希望他也能爱自己爱的人 听儿子说要去见岳母 蓝初愤愤地在身后自言自语 他都为你做什么了 还叫岳母岳母的 秀贺和佑金正式给穷西行礼 秀贺将曾经为佑金准备的房子钥匙 交给了穷西 希望他能舒舒服服地住进去 穷西却以工作方便为由 拒绝了女婿的好意 最后秀贺让佑金陪着岳母住一晚 丈夫的提议让佑金无比惊喜 离开前秀贺还不忘找佑金要奖赏 佑金红着脸跟秀贺亲亲 蓝初听到儿子说佑金要在家住一晚 整个人都不好了 自责儿子怎么能让他老婆外溯 告诉他这样惯着老婆 以后有的让他后悔的 受了一肚子气的牧民 找到哥哥诉说嫂子的种种恶劣行为 觉得每次他和哥哥闹矛盾 都会将矛头指向恩书 感叹人乖巧善良就活该受人欺负嘛 叫哥哥快想办法才行 漫天飞雪的深夜里 闻道特意在恩书楼下等待他回家 为今天蓝初的做法向他道歉 看着男人一脸诚恳的表情 恩书的心在一点点动摇 下楼的武裂看到父亲无比意外 冲上去叫妈妈回家去 质问闻道为何要到这里来 听他说因为白天的事 叫他该回家去说他的妻子才对 命令他不许这样来找自己的妈妈 因为那对他是一种折磨 不给父亲说话的机会 拜托他赶紧离开 回到家的闻道 叫蓝初忘掉自己昨天说的话 告诉他那些都是罪话 不料蓝初却不依不饶 问他现在不都还记得自己说了什么吗 转身告诉他知道他为什么会那样对自己 在妈妈家待着的佑金 接到了小姑子打来的电话 请他帮忙去仓库把牛奶送至咖啡厅 于是佑金独自一人坐出租车前往仓库 这时武裂和同事正好把仓库的大门修好 同事特意主妇门关上了 在里面就打不开了 叫他在这里等慕妮过来拿牛奶 下一秒来到仓库的佑金 不小心按到了门边的按钮 察觉不对劲的武裂正想上前查看 却看到了心心念念的女孩站在自己面前 两人惊讶地询问对方怎么会在这里 知道了佑金是帮慕妮来拿牛奶后 武裂疑惑他为何要把门关上 佑金一脸无辜地说是他自己关上的 不出所料的两人查看手机后都没有信号 想着和武裂在一起被发现的后果 佑金惊恐地说我必须要马上出去才可以 秀赫看着戒酒消愁的妈妈 着急地劝他别再喝了 喝得半醉地拦出问儿子 娶一个爱别人爱得死去活来的女人 真的会幸福吗 告诉他自己昨天看着佑金和武裂 含着眼泪相望着 现在想着都还觉得生气 秀赫不耐烦地问妈妈到底想干嘛 拦出则反问儿子 那个女人到底为你做了什么 让你对他这么死心塌地 叫儿子看清现实 就算夫妻俩在一起生活70年 变脸也就是一瞬间的事 听完妈妈的一番教导后 回到房间的秀赫看着手中的避孕药 思索片刻后还是给佑金打去了电话 不料对方却是关机的状态 无奈下又打电话给岳母问询情况 不料琼熙却告诉他 女儿接到朋友的电话后就出去了 看他现在那么晚还未回家自己也很担心 岳母的话让秀赫的心凉了半截 被关在冷冻室里的两人冻得瑟瑟发抖 武裂询问佑金球场项的取消 是不是和他有关系 佑金不假思索的回答并没有 跟武裂强调自己嫁给秀赫 真的是为了自己的幸福 看着浑身发抖的女人 终于还是忍不住上前帮他取暖 将外套披在了他的身上 质问想要拒绝自己的佑金 难道真的想要冻死在这里吗 听了武裂的话 佑金乖乖地靠近了他的怀里 两人紧紧相拥在一起取暖 实在等不到儿子的恩书 叫醒了睡着的明秀 请他想办法找找武裂 同一时间等不到佑金的秀赫 正准备出门寻找却遇到了回家的慕妮 从他口中得知 昨天是他叫佑金去仓库取牛奶 慕妮着急地给赵烈打去电话 听到对方说武裂昨天也在仓库 估计两人一起被关在那里了 听到这个秀赫脸色瞬间大变 两人匆忙往仓库赶 难以置信地冲上去喊着佑金的名字 看到救星终于来了 佑金吃力地站起身 秀赫脱下外套带着佑金离开 身后的慕妮喃喃自语 不知道我们的秀赫会不会多想 这让武裂对佑金又多了一份担心 拦出看了一大清早回家的几人 疑惑昨晚佑金不是回娘家吗 质问他这副样子又是怎么回事 被吵醒地闻到一脸疑惑地问询 这是发生了什么事了吗 看着袍根问底的嫂子 慕妮忍无可忍地叫他别说了 告诉他他的媳妇被关在冷库一整晚 现在人都快冻僵了 秀赫也告诉妈妈佑金现在需要休息 看着上楼的两人 拦出只能愤愤地在身后抱怨 佑金向秀赫道歉 觉得不该让他这样担心的 秀赫却反问去那里为何没跟自己说 佑金解释听姑姑说是很简单的事 看着丈夫不耐烦的样子 担心地问询他是生气了吗 秀赫一脸无奈地说以后再说 察觉到丈夫变化的佑金 只能无奈地呆站在原地 稍作休息的武裂再前往牧场的路上 接到了士金打来的电话 让他到酒店接自己 上车后的士金 将早已准备好的热汤递给武裂 觉得他每次有重要事的时候 一定会没胃口吃东西 武裂喝着热汤内心无限温暖 士金问武裂觉不觉的 以后自己一定是个好妻子 叫武裂干脆直接娶自己好了 武裂当场被吓一跳 闻到去上班还不忘嘱咐蓝初 不要对媳妇乱说话 因为那纯粹只是一个意外 听到这话的蓝初愤愤地起身 问丈夫为何会对媳妇那么好 是因为负罪感吗 闻到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记得了 闻到前脚刚离开家 下一秒心中满是愤怒的蓝初 直接冲进儿子房间 在衣柜里随意地捡了几件衣服 愤愤地甩给右京 命令他出去 看着一脸惊恶的右京 质问他都和男人过夜了 以为自己会什么都不计较吗 右京努力的解释是意外 蓝初却一脸嘲讽 问以为我善良的儿子不计较 你就觉得所有人都好欺负是吗 叫他什么都不要说了 赶紧给我滚出去就是了 看他不动就直接上前动起手来 直接将右京给丢了出去 还不忘警告他以后不许再进自己家 被丢出来的右京 只能无助地蹲在家门外发呆 去上班的文道在路上遇到了琼西 询问后得知他是因为担心女儿 所以特意去家里一趟 文道告诉他右京已经在家里休息 让他不要太担心 这让琼西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正准备回家却被文道邀请去喝一杯茶 一阵寒暄后 文道终于说出了最终目的 问对方现在是否已经找到遗嘱了 琼西一脸遗憾地说已经努力地寻找了 但是却始终没找到 觉得真的很对不起老会长的嘱托 文道一脸慈祥地开导他 那也是没办法的事 琼西却自顾自地说着 那时候应该打开遗嘱看一看才对的 也许那样就会是一个好的开端 刚来到公司金秘书就给文道 报告了好消息 Golden公司已经内定 会投资新生企业 早有实权把握的文道感叹 这不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吗 坐在路边发呆的右京 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先是担心女儿的情况 告诉她她的公共和丈夫都是好人 让她一定要好好的做才可以 挂完电话的右京又提起了精神来 来到昨晚被关的地方 打电话询问保安集团关于监控的事 士金和伍猎正在为去医院签约做准备 在公司里得到消息的秀赫 先是跟金秘书问询了一番 直接找到医院的理事顺利拿下了合约 而赶来医院签约的伍猎和士金 则被对方告知是上面领导 已经跟别家公司签约 自己也没有办法 伍猎愤愤地质问 自己公司生产了那么多牛奶出来 现在又该怎么办 不料对方却轻描淡写地告诉她 没签约和自己似乎也没有什么关系 在两人的追问下 两人告诉他们领导已经跟新生签约 伍猎的牛奶公司因为囤积了大量的牛奶 如果下星期得不到投资工厂就无法运转 几人只能暂时想办法将牛奶捐赠出去 来到养老院还等老人们欢呼了一番 抢走伍猎医院订单的秀赫 特意来找父亲报告 得知伍猎目前面临着巨大打击的文道 心情变得无比复杂 一家人知道伍猎的情况后都无比担心 明秀提出想要拿房子贷款 觉得这是最后的办法了 不料却遭到了妻子的强烈反对 就在老夫人埋怨着都是文道的措施 却正好看到了她给恩书发信息说要见面 担心兰出的诱惊 特意给丈夫打去电话 让她邀请婆婆出去做一做透透气 于是兰出梳妆打扮准备出门 刚离开却正好看到一群人在追着英勋 想起她就是在咖啡厅上班的男人 下一秒就来到咖啡厅找恩书 慕尼愤愤地告诉她已经下班回家了 叫嫂子别有事没事的来咖啡厅找茶 兰出却反问你这知不知道 你请的男人公是什么样的人 感叹这里真是 专门聚集低级品格的人的地方 憋着一肚子气的兰出回到家 把所有的错都怪在恩书的身上 瞬间气得牙痒 就在这时想起了男人被追的画面 认定他一定是因为没钱才被追赶 心里顿时有了好主意 下一秒就在路上拦住了英勋 不由分说地将一个信封交给男人 英勋感叹钱真是个好东西 笑着问女人想要自己做什么 最终英勋答应了兰出的要求 觉得反正自己不做他也会找别人去做 问女人需要自己怎么做呢 于是兰出让他把恩书带至酒店 只要这样就可以了 英勋退回女人给的预付款 叫他完事后再给就好 想着自己的诡计马上就要得逞 兰出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 回到咖啡厅的英勋 向慕妮打听恩书当年为何离婚 得知他被迫和丈夫离婚 又被抢走所有财产后 忍不住感叹是和自己一样 悲惨命运的人 这时又接到了爷爷打来的电话 叫老人不要总是派人来抓自己 到时间了自己就会回去 看着赶来上班的恩书 让他跟自己谈一谈 将兰出叫自己做的事告诉了他 看着女人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告诉他决定要帮他狠狠地反击一次 不料恩书却直接拒绝了他 愤愤地说不想成为像兰出那样的人 于是英勋一脸无所谓的 让他自己考虑清楚 世金苦苦哀求父亲 能看一看武列公司的资料 父亲却告诉他他已经没有机会了 自己马上要出发去新生签约了 世金还是不死心地叫父亲 在路上看一看也可以 拿宝贝女儿没办法的会长 乖乖拿着资料出了门 刚送完爸爸离开 世金就在网上看到了三人在养老院 送牛奶的视频上热搜 兴奋地打电话说要去找武列 又金特意准备了寿司 想要送去给秀贺 不料秀贺却告诉他自己很忙没有时间 于是又金又将他送去婆婆的房间 突出所料的又是被一顿讽刺 想着一大堆美食不能这么被浪费 又金决定带着去给妈妈吃 闻到准备带着秀贺 去跟Gordon公司签约 告诉儿子对方是很重要的商业伙伴 秀贺借机询问父亲武列打算怎么办 金秘书急匆匆地走进来告诉两人 投资方那边有消息说要变更投资对象 在两人诧异的表情下 告诉他们目前还不知道是什么公司 牧场里的几人正在因为视频上热搜而高兴 下一秒世金就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兴奋地叫武列赶紧跟自己出去 直到开车在路上 武列才知道世金将资料给他父亲看的事 感叹这一次真的是多亏了他 世金却告诉武列 给你插上翅膀就是我的工作 觉得这也算是对新生公司的一种反击 将本来父亲打算签约新生的事 也一并说了出来 看着武列一脸惊讶的表情 感叹都说世上有一张看不到的娃 就这样武列在世金的帮助下 成功地跟Gordon公司签下了合约 赶来的闻到和秀贺 看得出来的是武列顿时火冒三丈 闻到愤愤地告诉对方会直接跟本社交涉 世金爸毫不畏惧地告诉他 你随意 但是投资的决定权最终还是在我手上 说完后礼貌地离开 来给妈妈送寿司的佑金 准备离开时 却遇到了来快餐店庆祝聚餐的武列 两人尴尬地寒暄时 特意来接妻子的秀贺 正好看到了这一幕 详情母亲曾告诉过自己 佑金含着眼泪跟武列相望 顿时醋意灌满全身 冲上去抓住佑金的手 愤愤地质问武列他为何会在这里 两人都怒怼对方 以后不要再出现在自己的生活里 佑金拉着秀贺离开 出来找武列的是金 跟随他痴情的眼神看到了离开的两人 顿时明白了一切 回到家的佑金可怜巴巴地追着丈夫解释 是因为做的寿司在这个家没人吃 担心浪费才会送去给妈妈 秀贺却问佑金 有长期跟着自己过日子的想法吗 在佑金的疑惑下 将前几天发现的避孕药丢在了桌上 问这个怎么会在这里 不想要我们的孩子是吗 被婆婆威胁的佑金 却不知该如何向丈夫解释 面对着千疮百孔的婚姻与家庭 佑金心中委屈又无奈 慕妮从恩书口中得知 公司度过危机的时候无比开心 抓着来送牛奶的赵烈一起庆祝 不停地给男人灌酒 憨厚的赵烈一一喝下 英勋则特意陪着晚下班的恩书等公交 看着男人和自己坐同一班公交车 让恩书无比诧异 英勋则告诉他自己要去见朋友 随后男人又不由分说地跟着恩书 一同下了公交车 两人就这样一前一后在雪地上走着 终于忍无可忍地恩书问男人 干嘛要一直跟着自己 面对女人的疑惑 告诉他自己是一个好心人没办法 早上听那大妈说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之后 就有点担心来着 另一边的慕妮和赵烈已经喝得半醉 慕妮第一次敞开心扉告诉他 其实以前经常被丈夫打来着 赵烈安慰慕妮以后找个好男人就是了 觉得时间太晚该回家了 听男人说他家离这里并不远 慕妮的双眼顿时放出光来 下一秒就扶着男人回到了家 一把将他丢到了床上 告诉他要脱衣服睡觉才可以 说着就开始动起手来 男人惊恐地问他要干嘛 慕妮却命令道 以后不许穿那么多扣子的衣服 来找儿子的拦出 却意外看到了他睡在客厅的沙发上 顿时火冒三丈 直接冲进房间问佑丁 有什么资格叫自己的宝贝儿子在外面睡 佑丁惊慌的解释是哥哥自己要出去睡的 蓝初却指着佑丁骂 你就是个吃了老公的女人啊 睡醒的秀赫打开房门 却不见佑丁的身影 下楼四处寻找 却看到他从妈妈房间出来 看着双眼通红的妻子 猜出一定是妈妈又欺负他了 命令佑丁马上上楼去 愤愤地冲进妈妈房间 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佑丁 为什么要让他活得那么累 另一边上楼的佑丁因为担心两人 又返回到了婆婆房间外 却意外听到丈夫说他并非会长的儿子 瞬间惊呆在原地 而从妈妈房间出来的秀赫 看着呆站在门外的妻子 顿时也傻了眼 猜到了他一定是听到了自己刚才说的话 回到房间的佑丁 颤抖着问丈夫刚才说的是什么意思 秀赫却不想多做解释 拿了件外套准备逃离 佑丁抓着他说自己能理解他的心情 请求他不要这样离开 秀赫却冷冷地质问 你怎么可能会理解我的心情 扔下一句会很晚 别等我 转身离开了房间 早已等候在楼下的兰出 愤愤地甩了儿子一巴掌 秀赫提醒妈妈佑丁在看着 看儿子头也不回地离开 兰出立马将矛头转向佑丁 告诉他自己的儿子变成这样都是因为他 从小就没有反驳过我 锤打着佑丁叫他负责 就这样兰出因为不被儿子理解 而借酒消愁 秀赫也在酒吧里独自买醉 回到家看着坐在地上睡着的妻子 心疼地将他报纸床上休息 第二天一大早 佑金像个没事人一样准备早餐 体贴地提醒婆婆早上不要喝冷水 兰出感叹佑金真是厚脸皮呀 昨天都闹成那样了 怎么今天还敢跟自己说话 佑金笑着说不管昨天吵得多厉害 第二天又能恢复正常生活的就是一家人 老奴走来告诉两人会长说要回家 兰出不屑地说这时间回家干嘛 转身回到房间后却在努力地打扮着自己 一家人吃早餐时 才从保姆口中得知慕妮昨晚外宿的事 不出所料兰出又开始跟家人 说慕妮的坏话 佑金看着穿衣服准备去上班的丈夫 温柔地上前抱住了他 秀赫冷冷地告诉他不喜欢同情 佑金解释不是同情 是觉得哥哥太辛苦了 看着推开自己的丈夫 告诉他昨天自己听到的那件事 会把他当作没听见 觉得以后只要想着开心的事就好 拿出一个礼盒递给丈夫 秀赫打开后疑惑旁边怎么没有照片 佑金一脸温柔地告诉他 那里以后要放两人孩子的照片 看着一脸惊讶的丈夫 拿出了柜子里的避孕药 叫一脸不耐烦的丈夫好好看着 这个一次都没有吃过还是新的 有人给我就收下了 一粒都没有吃过 佑金告诉哥哥以前都是自己一个人生活 应该知道自己有多想念家人吧 想要以后拥有很多的家人 化解误会地秀赫心疼地抱住妻子 对前妻念念不忘的文道来到咖啡厅 却正好看见英勋叫恩书做咖啡 看着两人亲密地举动 愤怒的火苗在心中渐渐燃烧 趁着恩书去洗脸的功夫 强忍着怒气叫英勋别在这里干了 看着不明所以的男人 表示会给他找比这高几倍的地方 听出文道意思的英勋感叹 给的条件还蛮吸引人 告诉文道觉得自己很好 并不打算离开 出来正好遇到恩书的文道 警告他离那个男人远一点 恩书搞不懂他为何要跟自己说这样的话 告诉他老师是比谁都温柔的人 听到这个文道更愤怒了 问女人那个像鸭子一样的家伙温暖吗 怎么那么不会看人呢 此时我们可爱的慕妮正在努力地安慰 又小心灵受到沉重打击的赵烈 让他想开一些 赵烈却一脸委屈地说道 慕妮告诉她 她的姐姐是很酷的女人 不会因为这样的事让她负责 叫赵烈好好吃东西 听着慕妮的一番教导 赵烈先是向她道歉 然后一本正经地说 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姐姐的 英勋正在跟恩书说着自己的计划时 蓝初再次打来电话 让她一定要想办法拍到照片才可以 挂断电话的英勋忍不住感叹 对方真是着急死了呀 将蓝初要求拍照的事告诉恩书 恩书张着大大的嘴巴半天说不上话来 另一边还不知道报应即将来临的蓝初 还在嘚瑟地想着那女人之前那么高傲 原来她也是相同的人啊 佑金特意叫上秀贺一起去超市大购物 打算缓和一下公公和婆婆的关系 在超市里看到了武猎公司的牛奶时 不自觉地将她们放置显眼的地方 而这一切正好被不远处的武猎看在眼里 看着跟秀贺甜蜜离开的佑金 武猎待在原地久久无法回过神来 身旁的士金再次跟她强调 那个女人已经是别人的人了 感叹她对牛奶还是有感情的呢 离开石士金忍不住教主 还处于思考状态的武猎 看她终于回过神来 疑惑难道是因为韩佑金才这样吗 武猎感叹确实是该忘记的时候了 士金附贺那样做才是对她的尊重 和秀贺购物回家的佑金 打电话给公公说特意准备了丰盛的晚餐 希望她一定要早点回家 闻到回复太忙估计无法回去 在佑金的软磨硬泡下 最后闻到还是答应了会回家 听佑金说成功地叫了父亲回家 秀贺感叹看来媳妇比儿子好使啊 蓝初疑惑怎么会准备一大桌饭菜 佑金解释是自己结婚第一次家庭聚餐 特意强调公公会早回家 告诉婆婆上次她穿的紫色裙子特别好看 蓝初一脸不屑地说 谁还让你关心我穿什么 下一秒就回到房间找出了裙子 感叹自己这身材穿什么不好看 准备下班的恩书 收到了英勋发来的短信 约他七点前到宙斯酒店910房间见面 慕妮看着一桌丰盛的饭菜无比惊喜 惊呼难怪哥哥今天那么早回家 看来还是很疼爱二席的呢 精心打扮后准备和大家共进晚餐的蓝初 接到了英勋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自己已经约了杨恩书去酒店见面 将时间和房号告诉了他 杨恩书是男人会在酒店见过去 得知英勋今天就要实行计划的蓝初 丢下等待他用餐的家人匆匆出门 几人正准备用餐 佑金接到了妈妈打来的电话 穷熙告诉女儿疗养院那边将行李寄出去 却因为地址不正确又退回了养老院 闻到听佑金说箱子里 装着父亲的手表和重要的东西 顿时就有了想法 猜测那里面不会有杨会长的遗嘱吧 这时接到了恩书打来的电话 表示有话要跟他说 下一秒闻到就来到了酒店 来到房间外的蓝初一脸得意 拿出英勋为他留在前台的房卡直接开门 不料进来见到的人竟是自己的丈夫 顿时傻了眼 一旁的恩书告诉他是自己叫来的 问女人期待看到的是什么 是我和别的男人躺在床上的画面吗 蓝初硬着头皮问你在说什么呢 恩书愤愤地说我在说什么 你应该最清楚不是吗 说完后打开了房门让英勋进来 看到他的瞬间让蓝初心凉了半截 英勋一脸得意地跟两人问好 问蓝初准备好钱了没 蓝初则继续装傻问他什么钱 再胡说些什么呢 闻到一脸困惑问几人到底在说些什么 猜出蓝初绝对不会天意投降的英勋 直接拿出了证据 手机里传来蓝初叫英勋带恩书去酒店 嘱咐他一定要偷拍下照片的声音 闻到一脸难以置信地问妻子 到底是怎么回事请你给我解释一下 英勋一脸得意地告诉蓝初 你看错人了大妈 收钱勾引女人那样的人生 我是不会去做的 恩书丢下丑胎百出的两人带着英勋离开 两人来到小吃店 恩书一脸沮丧地说 不知道我的人生为什么变成了这样 英勋在一旁安慰 起码这辈子问心无愧地活到了现在 这是很多人做不到的不是吗 另一边蓝初追着对自己失望透顶的丈夫 让他跟自己谈一谈 闻到冷冷的回应无话可说 问女人觉得往自己脸上抹的黑还不够吗 让他听清楚了 从此以后你在我这里 既不是人也不是女人 看着你我都觉得脏了我的眼 蓝初却反问丈夫 你知道媳妇是怎么看我的吗 被你冷落和无视的我 她觉得很同情 就连媳妇都无视我 我还怕什么要小心翼翼的 听到响声的秀鹤打开门 冲上前问妈妈到底怎么了 蓝初绝望地叫儿子 跟自己一起去跳汗江好了 秀鹤只能不停地劝妈妈冷静 扶着她回房间 看着金呆在原地的幼金 闻到默默转身离开 秀鹤不理解妈妈为何要这样 蓝初紧紧抓住儿子的手 让她好好记住自己的话 以后在公司得要使劲地工作了 不管什么事情都不能有失误 更不能让任何人无视你 一定要好好守住那个位置 秀鹤默默点头答应 从咖啡店回家的木医 看着保姆从书房收拾出来的东西后 直接冲进蓝初的房间 质问她为何又要赶自己的哥哥出去 蓝初无奈地回答是她自己要出去的 木医木怼道 一定是你缠着她她才出去的吧 干了一天活累得要死的男人 非要赶她出去才舒服吗 蓝初一或者女人是在故意找事吗 于是木医告诉她 自己的哥哥和前嫂子一起生活时 一次都没有在外面过夜过 而且现在家里还有媳妇在呢 也不是一两次了 难道都不觉得丢人吗 留下一脸愤怒的蓝初回了房 来到咖啡店的恩书看着等待多时的文道 愤愤地问男人还有什么能说完了吗 文道正义凌然地质问 知道她的阴谋后 第一个应该来找的是我才对 怎么能把人叫到酒店 还那样演戏是干嘛呢 而且竟然是和那家伙一起演戏 恩书反问男人自己做错了什么了吗 还有比给别人钱去诱惑别人 更可怕的是吗 文道难以置信地问你怎么变这样了 恩书问我为什么不可以变呢 听到动静的音熏 直接出来将恩书给带进了咖啡厅 只留下怒火中烧的男人呆站在门外 穷熙从女儿口中得知 她婆婆胃不舒服吃不下东西 准备带着粥和汤去给拦出 书丰热情地说顺路把她送到那里 来到目的地后 南玉看着大别墅兴奋地下车 想要跟着去看一看佑金住的地方 就这样两夫妻跟在穷熙身后 来到了佑金婆家 书丰着急地想要将妻子带出去 觉得这样太没礼貌了 不料南玉却死活不肯离开 就这样两人在推仓下 将摆放在一旁的物件给摔碎了 听到声响的蓝珠走出来 看着地上摔碎的瓶子 问几人这是在干嘛 穷熙不停地道歉 蓝珠却丝毫不理会 问几人知道那个多贵吗 故意把保姆叫到跟前 质问她那个是谁摔碎的 穷熙看着身旁唯唯诺诺的女儿 拿出带来的粥和汤给蓝珠 不料对方却反问她干嘛要带那个来 不等穷熙回答 嘲讽难道是觉得我家的东西不够吃 所以才特意带那个来的吗 质问佑金怎么什么事都跟养家说 一时间穷熙就如同被山巴掌般尴尬 书丰夫妇这才意识到 对面站着的是多么恐怖的女人 佑金再次想要解释 蓝珠却不耐烦地告诉她自己要休息了 无法再待下去的穷熙 匆匆向女儿道别离开 泰妍成功成为了武猎公司的代言人 世金和武猎陪着她拍宣传照 再把她送回快餐店时 武猎在门外看到了穷熙 跌跌撞撞一脸难受的样子 连忙上前搀扶询问情况 身后的世金看出武猎 一定还是无法放下佑金 失落瞬间写在了脸上 武猎扶着穷熙回房间后 询问她是不是发生什么事 穷熙回答去了佑金婆家了 听到这武猎也不好多问 准备离开的时候 却看到了当年成熟 在新生公司获得的荣誉证书 询问穷熙这个是谁的 从她口中得知佑金的爸爸 曾经在新生工作过 感叹这个证书还是自己外公发的呢 看着上面的印章不自觉的心痛起来 回到牧场的二嫩不武猎 完全不懂做对面的世金为何嫩嫩不乐 世金愤愤地告诉她 讨厌她的心中叫韩佑金的女人 还站着一大片地方 武猎疑惑是什么意思 已经是别人的老婆了 现在听到她的名字 我还能感觉到你的脸色大变 我讨厌你像个傻瓜一样 武猎无奈地回答这个我也知道 但是我控制不了 看着世金离开 武猎只觉得心乱如麻 穷妮在大冬天特意陪着赵烈 在大街上做送牛奶的活动 一名女大学生想要请赵烈帮忙 做模特拍几张照片 还未等赵烈做好准备 粗意大发的穆妮直接倒在一旁大叫 一定是崴到脚了 赵烈紧张地上前关心 穆妮则着急地叫女孩 去别的地方找模特 猜出穆妮在演戏的赵烈 大叫这里有蟑螂 下一秒穆妮直接活蹦乱跳 被拆穿的穆妮尴尬地离开 赵烈却冲上去抓住了她 回到家的武猎 第一时间跟外婆问询 是否认识叫韩成福的人 老人一脸诧异 得知右京的爸爸就是韩成福 一家人都觉得无比意外 老人更是后悔那时候在牧场 对右京和他妈妈实在太过分了 慧叔不自觉地想到 武猎的初恋就是成福的大女儿 仁叔感叹两家人竟还有这样的缘分 老人提议明天就去看看穆妮 秀赫回来疑惑妻子怎么没有出现 保姆将白天穆妮来过的事 告诉了她 觉得大夫人实在太过分了 秀赫来到妈妈的房间 问她难道真的那么讨厌右京吗 蓝初马上想到是右京告状了 秀赫自顾自地说想要分家 蓝初立马极了 心疼女儿在财阀家受委屈的穷熙 抓着女儿的手叫她如果觉得太累 可以不在那个家忍耐着过日子 右京问妈妈那还能离婚不成 告诉妈妈婆婆虽然看起来很强势 但其实她的内心却很脆弱 穷熙只能无奈地感叹 女儿为何偏偏成为了她的媳妇 右京挤出笑容告诉妈妈妈绝不会放弃 让妈妈相信自己 右京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来到婆婆房间看见她没反应正准备离开 蓝初却直接起身质问 为何明知道秀赫的身世秘密却一直没说 是不是一直偷偷在心中嘲笑着自己 右京解释并没有 只是想要努力地理解您 蓝初愤愤地咆哮 就凭你还敢说理解谁呀 右京抓着回家的丈夫告诉她好消息 听妻子说妈妈抓住了她的手 秀赫一脸难以置信 右京觉得像婆婆那样自尊心强的人 在这种时候能抓住自己的手 说明她现在是最需要帮助的时候 告诉丈夫一定会好好对婆婆的 秀赫感动地握住了妻子的手 一大早拦出第一次称赞右京主的汤好喝 叫命令右京干活的莫妮自己去做 莫妮惊叹嫂子什么时候这么疼媳妇了 真是感动得要死 穷熙看着来拜访的 老夫人和恩书一脸惊讶 开门后紧张地询问两人有什么事 老夫人解释是对她觉得抱歉所以来的 看着荣誉正书的老夫人无比感慨 真诚地请求穷熙原谅 穷熙一脸诧异的问是什么意思 于是恩书告诉她那天诚服 是为了去跟老夫人见面 说有一样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两人 但是却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穷熙颤抖着问老公是为了去见两位 所以才出了车祸吗 老夫人回答说好像是因为我们 所以才出了事故 因为这个一直都很难受来着 两人的话顿时让穷熙惊得无法呼吸 穷熙询问老人会长交给她的东西 不会说的是遗嘱吧 听到真的有遗嘱 让老夫人和恩书又看到了希望 着急地询问真的有那样的东西吗 熊熙告诉两人自己并没有打开看 回到咖啡厅的英勋 第一件事就是找慕妮问讯 怎样可以见到她的哥哥 文道看着眼前的不速之客 嘲讽她还真是胆大竟敢找到这里来 英勋举起绑着绷带的手 问对方把我弄成这样 不就是让我来找你的吗 于是文道也不装了 告诉她这是自己最后的耐心 站起身再次警告叫她离恩书远一点 英勋一脸得意地告诉她 养恩书是越看越像宝石的女人 所以我想赌上我的所有 去守护她 自从昨天世金跟武裂表白后 两人相处的气氛就怪怪的 武裂找到两人单独相处的机会 感谢她一直以来对自己的付出 但是现在还没有做好接受别人的准备 最后鼓起勇气告诉世金 你在我身边让我心里很踏实 希望以后你一直能陪在我身边 问她自己的想法是不是太自私了 世金反问真的希望我一直在你身边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还是露出了甜甜的笑 这让武裂大大的松了一口气 文道派人拿走了琼西的快递 全部翻找一通后却没有遗嘱的踪迹 和婆婆和好的佑金 被她安排到公司请公公回家 文道特意来到咖啡厅 对妹妹做出最后的警告 明天如果看到那个男人还在咖啡厅上班 自己会亲自打电话给中介 第二天琼西来到文道家聚餐时 趁着女儿和女婿离开 一脸紧张地告诉文道 昨天老夫人来见自己了 文道的心咯噔一下 努力掩饰紧张问琼西为什么呢 琼西回答是因为知道了 自己的丈夫是韩成福 询问文道是不是有自己不知道的事 不等文道回答 蓝初先是问对方是怀疑自己的丈夫吗 随后告诉她出事故的时候 丈夫和自己待在一起来着 正义凌然地说老夫人是觉得 敏绪抢走了他们的财产 所以才会这样污蔑她 听了蓝初的一番话 打消了琼西的怀疑 从财阀家刚回到房间的琼西 就收到了书封送来的快币 打开后看着以前的照片思绪万千 却在看到一张照片后 想起了存放遗嘱的地方 就是在牧场的小仓库里 同一时间闻到梦到自己 就快要走出阴霾时 却被人死死地抓住脚搏无法动态 就在她拼命地挣扎时 大门在她眼前关闭 顿时眼前一片漆黑 当她被儿子叫醒的时候 早已被吓得大汗淋漓 做贼心虚的她 稍稍缓过来后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打电话问琼西的快递 真的调查清楚了吗 确定彻底地翻看过了吧 听到对方给出确定的答案后 安慰自己那只是一场梦而已 琼西第一时间来到牧场的小仓库里 拿出了沾满灰尘的小箱子 看着原封不动的信封 打开后看着老会掌亲笔血的遗嘱复印件 一时间震惊地无法呼吸 战战兢兢地将信收回信封时 却还是因心脏无法承受打击 而倒在了地上 回想起之前老夫人怀疑丈夫的车祸 就是姜文道一手策划的 又想起丈夫将遗嘱交给自己时的蜻蜓 还有家里被乱翻一通 钱和相机却没有被偷的一幕 艰难地说着 我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我可怜的孩子 我的女儿又竟该怎么办 来牧场的伍猎和世晶 正好看到了倒在地上的琼西 琼西努力地将手中的信放在了手机上 伍猎猜猜出她的意思是说 把信封交给电话那头的人 琼西努力地点头后晕了过去 另一边还不知道妈妈出事的佑金 还在努力地讨好着婆婆 说是为了感谢她昨天 邀请自己的妈妈来吃饭 这时接到了世晶打来的电话 经叫着我的妈妈怎么会在牧场晕倒 挂完电话后颤抖着告诉婆婆 我妈妈在牧场里晕倒了 兰初疑惑她为何要去牧场 佑金回答好像是去仓库找什么东西 说着就冲上楼换衣服 兰初若有所思 看着跑下楼的佑金 兰初连忙拦住她说要跟着一起去 伍猎和世晶顺利将琼西送进手术室 刚才没能和琼西通上话的老夫人 拨通了她的电话 伍猎接起后将琼西的情况告诉了外婆 于是老夫人也准备赶往医院 赶到医院的佑金在手术室外碰哭 兰初安慰了她两句后 连忙赶两人离开 听伍猎说要等手术结束 兰初一脸嘲讽的问你是谁呀 干嘛要等我的亲家 伍猎回答伯母有事拜托了我 那个是没办法我是不能离开的 佑金看着争吵不休的两人 站起身叫伍猎先离开 无奈的伍猎正准备离开 却看到了赶来的外婆 老夫人温柔地握住佑金的手 安慰她不要太担心不会有事的 佑金疑惑老人怎么会过来 于是老夫人将她妈妈刚才 给自己打电话的是告诉了她 反应过来的伍猎吃惊地问外婆 刚才伯母想要通话的人就是您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惊呼人都快要晕倒了 却还是想着跟您通话呢 说着就将穷熙的包地给外婆 告诉她里面有个信封 说这是伯母叫自己交给通话的人 听到这话的兰初死死地盯着包包 这时护士走出来让监护人跟自己去一趟 世金跟武列提议一起去看看 兰初知道自己机会来了 连忙叫老夫人将包交给自己 在老人的疑惑下 表示那样的东西 不是该留给家人才是道理吗 老人一脸嘲讽地问她 就你这个臭嘴巴还敢跟我说道理 告诉兰初看着她的脸 自己都觉得难受 看着老人要离开 兰初连忙动手抢 不料却被老人一把推到了地上 机智的老人悄悄躲至楼梯间 拿出了包里的遗嘱复印件 看着老头子的亲笔遗嘱无比激动 感叹就知道一定是这样的 突然想到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应该拿着她去找姜文道才对 姜包收进了自己的大包里 兰初第一时间赶到公司 叫住了赶去开会的丈夫 文道本不想理睬 却在听到她说是关于遗嘱的事 直接愣了神 兰初无庸置疑地告诉丈夫 那里面装着的一定是遗嘱 那个老太太力气实在太大了 觉得她现在一定在某个地方看着遗嘱 文道先是问兰初亲家母的情况 猜测她一定是看到了什么 才会受到自己晕倒 准备陪着儿子去医院的兰初 正好遇到了来找文道算账的老夫人 老人怒骂两人 是利用遗嘱把别人财产抢走的人 下跪求饶都还不够 怎么还能理直气壮地站在这里 秀赫一脸困惑地问妈妈是什么意思 老人指着秀赫让她好好看清楚 你父母都做了什么事 怎么才能赎罪你看清楚 听到这忍无可忍的兰初 直接命人将老人拖出去 兰初愤愤地告诉儿子 不知道这里是哪里还敢来呢 不知道你爸爸能不能忍 我绝对忍不了 秀赫第一时间赶到医院 紧紧地抱住右经安慰 中介在文道的安排下 带着老板来看咖啡厅 慕妮着急地告诉两人这里并不打算卖 将两人赶走后 愤愤地打电话给哥哥说绝不会离开 听到一切的英勋丢下围裙出门 恩书再次跟慕妮提出 只要自己离开就可以了 看着死活不让自己离开的慕妮 安慰她自己最近学到了不少东西 去别的地方一样有工作的 恩书决定在离开前请英勋吃一顿刀削面 英勋看着不停向自己道谢的女人 猜出她这是在说离别语 调侃她现在还没成为咖啡师 是不是只能去小区的超市工作呢 这时恩书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 催促她马上回家 英勋撇着嘴感叹 大妈家里的事情还真是多呀 走在回家路上的老人 被拦出安排的人跟在身后 趁她不注意时抢走了包包 老人看着骑摩托车逃离的两人 心中愤怒又绝望 老人愤愤地将刚才发生的事告诉家人 大家一致认为是姜文道担心事情败露 所以才抢走了老人的包包 却苦于没有证据 拿她也没有办法 惠叔感叹如果遗嘱没被抢走 就可以给文道一点颜色瞧照了 丈夫却告诉她不一定会那样 首先是遗嘱现在并没有一定的法律效益 而且姜文道还有另外一张牌 那就是去世的老会长的信任 会成为以去世的人民意斗争的一场战争 说着几人又开始担心其右经来 如果她知道了自己嫁给杀父仇人的儿子 又会是怎样的绝望 说着就要去医院看看右经 另一边拦出成功地拿到了遗嘱 一脸得意地说 看你们再怎么嘚瑟 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 医生告诉右经和秀赫 虽然手术成功地结束了 但是心脏肌能变得很脆弱 感叹不知道病人那段时间怎么坚持的 有可能会一直昏迷 感到医院的文道 看着儿子和媳妇 猜出了个所以然的她默默转身离开 却正好遇到了来医院的恩书和老人 老人愤愤地质问她把自己赶出公司 接着又叫人抢走了遗嘱 文道告诉老人自己并没有抢遗嘱 问两人得到遗嘱又能怎么样 恩书追着文道告诉她 自己已经决定离开咖啡厅 希望她以后不要再想着将它卖掉 不料文道却告诉她已经晚了卖掉了 彻底无语的恩书愤愤地说 首尔的咖啡厅那么多 白老师和我只要下定决定 就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了吗 你麻烦了 猜到一定是妻子抢了遗嘱的文道 第一时间回家问她是否已经将遗嘱销毁 蓝初睁着同龄大眼问对方 什么销毁 什么意思 那个不是在那老人手里吗 看着你人一脸无辜的模样 文道没有继续追问 慕妮特意来到哥哥书房 为昨天挂断电话的事向她道歉 责怪哥哥整天说要卖掉咖啡店才会那样 不料文道却直接告诉她店卖掉了 这可把慕妮急坏了 问哥哥自己该怎么办 听哥哥事不关己的回答说什么都别做了 诺妮愤愤的说 因为哥哥的嫉妒心 知道你有多残忍吗 真是对你太失望了 蓝初想着亲家变成植物人的话 以后就不会有人因为韩李氏的事情冒失 而遗嘱也在自己手中 感叹就连老天都在帮着自己的儿子 南韵梳妆打扮准备去医院看穷熙 书丰的老乡深冬号特意来到快餐店投靠 以后会在店里的厨房帮忙 太岩特意来到医院探望 却意外看到了穷熙的手有了反应 几人兴奋的去找医生 这时蓝初来到了病房里 或是小姐告诉她穷熙今天 去检查的结果很好 不是说很有希望会醒来呢 听到这话的蓝初心里咯噔一下 看着病床上的穷熙 邪恶的欲望再次倾袭她的全身 心里想着你绝不能醒来 那样一切都会变成泡影的 走进来的秀赫 正好看到妈妈拿着岳母养气罩的一幕 冲上去问妈妈这是在干嘛 看着岳母因痛苦不停地抽缩 秀赫连忙推开妈妈将氧气罩放回原位 医生也紧急地来到病房里进行抢救 做贼心虚地拦出连忙逃离病房 回到家后直接拿出冰水往嘴里灌 脑海里不断浮现抢救穷熙的一幕 吓得水壶直接倒在了地上 自言自语道我也是没有办法 医生告诉佑金 母亲终于抢救过来了 但是真的很奇怪 刚才明明已经恢复了点意识的 现在却又恶化了 具体情况要再等等才能知道结果 秀赫看着不停祈求妈妈活下来的佑金 内心无比困惑地她直接冲进妈妈房间 质问她为何要那样 那样的做法明明就是在杀人啊 蓝猪颤抖着问亲家母怎么样了 秀赫愤愤地说多亏了妈妈 现在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会过世 勉强维持着生命 您满意了吗 蓝猪颠解说是失误而已 秀赫直接抓住妈妈的手 让她当着佑金的面 好好地跟她说那只是个失误 在医生面前说你那是失误了 蓝猪看似活劝不了儿子 直接破罐子破摔 告诉她没错 是我要杀了她 只要她不在了 你也能活 我也能活下来 如果她活着 我们都会陷入困境的 所以才那样做 现在满意了吗 秀赫颤抖着问妈妈 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父亲 你妈妈 我父亲 拦出坦言 这就是自己拼死 反对两人结婚的原因 秀赫问那为何爸爸 又同意我们结婚了 来到医院的秀赫 看着在病床上 努力呼吸的岳母 再看看筋疲力尽的妻子 心疼与愧疚站满全身 强制将幼金 带到附近的饭店 叫她要好好吃东西 才能有力气照顾妈妈 幼金哽咽着告诉哥哥 如果没结婚就好了 还有好多好多的事 没能跟妈妈做 也没能好好的孝顺过她 觉得自己的妈妈 实在太可怜了 秀赫冲上前 紧紧地抱住妻子 嘴里不停地 跟她说着对不起 并不知道秀赫 为何道歉的幼金 安慰她说 还好现在有哥哥 在身边依靠 我现在身边 就只有哥哥了 来到公司上班的秀赫 对父亲不再像以前那样 唯唯诺诺 听出了儿子 话里有话的文道 让他有何不满 直接说出来 于是秀赫告诉他 幼金没有家人 爸爸从未做过公共该做的事 文道正义凌然地回答 我能为他做的都做了 最好的需要也都奉献了 作为亲家的立场 还要怎么做 等儿子离开后 文道百思不得其解 他为何会突然改变 正好这时 接到了妻子打来的电话 问秀赫在公司 有没有做奇怪的事 文道问蓝初 儿子为何一副跟自己生气的模样 谎话连篇的蓝初 回答是岳母状态不太好 太敏感了才那样 努力寻找工作的恩书 因为年纪太大的关系 而处处碰壁 正失落时 接到了英勋的电话 因为右手受伤的原因 请他帮忙扛咖啡豆 下一秒 恩书就成功地帮着英勋 将几大袋咖啡豆丢上了车 以感谢他为借口 将他带至情侣们许愿的地方 拿出早已准备好的锁 让他在上边写下自己的名字和信愿 然后躲着恩书在所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自顾自地将锁锁住后 将钥匙丢进了旁边的垃圾桶里 恩书疑惑干嘛要丢在哪 英勋紧张地解释别人都是这样 连忙转移恩书的注意力 让他一起去那边喝茶 两人正在闲聊着 却听到身旁的情侣说 在锁上写下两人的名字后 将锁锁好后把钥匙扔进垃圾桶 两人就会长长久久地在一起 轨迹被拆穿的英勋呆呆地看着恩书 英勋乖乖地回家看爷爷 老人调侃孙子最近忙着谈恋爱 都没有时间来看自己这个老头子了 还说活着不需要车 怎么把车子也开走了呢 英勋硬着头皮回答 不开走担心爷爷会生气 于是老人一脸慈祥地叫孙子好好挑一个 捕猎的牛奶事业蒸蒸日上 弄了新的办公室 又购置了好几辆送牛奶的货车 信心倍增的两人走路都带着风 蓝初努力地讨好着儿子 想要陪着他一起去医院 秀赫却命令他以后不许再去医院 问妈妈上次自己代替 又金被刀刺伤 是不是也是妈妈派人去的 蓝初连忙否认 告诉儿子绝对不是我 解释那时候并不知道 他岳母手上有遗嘱 于是秀赫问那么是爸爸吗 蓝初直接被问住 儿子刚出门 蓝初就联想到上次儿子被刺伤之后 丈夫就同意了两人结婚的事 猜出派人去的人也许就是丈夫 老夫人和恩淑正在纠结着 要不要把真相告诉佑金 担心如果穷熙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那韩李氏的事故真相 又该由谁来揭开谜底 恩淑却担心佑金的身体承受不住 老夫人无奈地感叹 女儿还有妈妈变成这样 都是因为那一张遗嘱了 自己父母是怎样寒冤离开这个世界的 医生遗憾地告诉家属 心脏越来越弱了 不知道还能不能坚持两三天 要做好心理准备呀 听着医生话 佑金直接贪卵在丈夫怀里 此时伍列英担心佑金也来到了病房外 正好听到刚才医生的话 只能远远地看着心爱的女人 为她心痛却什么也做不了 秀鹤陪着心力焦脆的佑金回家休息 独自来到妈妈房间 将岳母的病情告诉了她 命令妈妈以后对佑金恭敬点 尽最大的努力真心地对她好 蓝初听出儿子的意思 是要帮自己守住秘密 表扬她做得好就该这样做 半夜起来喝水的蓝初 却听到了奇怪的抽气声 上楼查看发现是佑金裹着毯子 努力地隐藏着自己的哭声 着急地询问她是怎么了 佑金就像看到救星般 紧紧地抱住蓝初 嘴里不停地呢喃着妈妈妈妈 求您不要走妈妈 看着怀中的佑金 蓝初也不自觉地流出了鳄鱼的眼泪 来到厨房灌了一大杯烈酒后 静止走进丈夫的书房 将早已熟睡的文道叫醒 大骂男人真是个大坏蛋 早上出门的慕妮 看到了在门外动得瑟瑟发抖的赵烈 看着她的蠢样 愤愤地抓着她来到了咖啡厅 赵烈质问慕妮为何一直不接自己电话 慕妮责怪男人之前不是老躲着自己吗 赵烈告诉她是因为知道了 她是文道的妹妹 两人相差甚远 问赵烈相互喜欢的两人为何要考虑身份 于是赵烈问两人可以结婚吗 这可把慕妮问傻眼了 告诉她自己是厌恶结婚的人 人生就那么短暂 为何要掉进那个坟墓里 看着一脸难以置信的男人 温柔地握住她的手说 两人只要酷酷地在一起就好了 一大早找不到佑金的蓝初 从保姆口中得知她回到妈妈的住所去了 犹豫再三还是来到了快餐店 想要接佑金回家 问两人要住址 蓝玉特意在纸上画出的路线 来到大街上的蓝初正在疑惑该往哪里走 走出来的蓝玉正好看到 媳妇还没接上就开车离开的蓝初 自言自语刚才还让我告诉她地址来着 回到餐厅的东浩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向蓝玉打听蓝初的住址 闻到找到医生打听穷熙的病情 却意外得知病人出现异常时 蓝初也呆在病房里 顿时明白了一切 第一时间回到家找蓝初 质问她应该知道亲家 病情突然恶化的原因才是吧 看着一脸无辜的女人 告诉她是骗不了自己的 亲家突然呼吸紊乱的时候 那个时间你在那里干嘛了呢 做贼心虚的蓝初 愤愤地起身问丈夫是什么意思 难道是觉得我做坏事了吗 看女人死鸭子嘴硬 闻到问她要不要去查查医院的监控 听到这蓝初也不装了 问男人怎么今天想要做个人了 来到公司的闻到 从金秘书那得知将咖啡店买下的人 就是自己的情敌白英勋 瞬间暴跳如雷 质问金秘书到底是怎么办事的 慕妮兴奋地将恩书叫到咖啡厅 告诉她买下这里的老板 打算继续经营咖啡生意 而以前的员工应该也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 慕妮觉得现在这里不归哥哥管了 恩书和英勋这对梦幻搭档 也不用担心被拆散了 这时恩书接到了英勋打来的电话 让她赶紧过来帮帮自己 看着赶来的恩书 请她帮忙为自己挑选一款戒指 作为送给朋友的礼物 恩书虽然极不情愿 但受不了英勋的软磨硬泡 随后英勋又将恩书带至高档餐厅 恩书疑惑她不是单身主义者吗 怎么还会想着给女人送戒指 英勋一脸感慨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我的心就变成这样了 大妈要是爱过一个人的话 就能明白那个感觉了 生着一肚子嫩气的恩书 丢下英勋自己坐公交车离开 英勋感叹着大妈知道自己为何生气吗 下一秒就来到了刚才的珠宝店 买下了恩书挑中的戒指 告诉导购员是求婚用的 要好好包装 厌倦了父母所作所为的秀贺 打算带着幼金移民 秀贺告诉妈妈无法再继续待在这里 因为每一天都在担心爆炸 兰初问儿子难道要丢下妈妈吗 你现在这样还是正常的吗 一把抢过儿子手中的文件将他撕碎 嘴里愤愤地念着谁 允号求女人跟自己见一面 说有一件事一定要弄清楚 兰初愤愤地说到死都不会骗她 晚上又金看着戒酒消愁的婆婆 体贴地说要帮她按摩 觉得婆婆绝不能像妈妈那样 一定要健健康康的才可以 担心儿子媳妇移民的兰初 叫又金跟自己约定 不管发生什么事都要留在自己身边 又金默默点头答应 听着媳妇的回答 让兰初悬着的心放下了不少 睡着的又金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两人匆匆赶往医院 医生遗憾地说好像是要去世了 又金紧紧地握住妈妈的手 感觉到女儿到来的穷熙努力地睁开双眼 使出全身力气抓住女儿的手 努力地想要告诉她真相 不忍妈妈继续痛苦的又金 还在努力地告诉妈妈让她放心 自己一定会幸福 穷熙死死地盯着她 嘴里却挤不出半个字 只能带着秘密含恨而终 很快闻到和兰初就接到了儿子的电话 来到伍猎家做客的士金 却因为发烧被恩书要求 暂住在家里一晚 半夜起来的士金 呆呆地看着深爱着的男人 困住不住上前深深一吻 惊醒的伍猎紧张又尴尬 士金再次问伍猎真的不能接受我吗 伍猎没有回答 温柔地抱住士金安慰 一大早伍猎冲进外婆房间 告诉他们穷熙去世的事 全家人都来参加了穷熙的葬礼 老人握着右经的手安慰后 瞪着闻道说戴着人的面具 做的是什么事 心虚的闻道低声催促几人离开 老人看着虚弱的右经 想要带着他去吃东西 却被一旁的秀鹤阻止 无奈下老人让右经有事 一定要联系自己 在店子干活的东浩 听到舒丰夫妇说 要去吊咽兰出的亲家 人忙说我也要一起去 借口说是在这里干活的人 去吊咽也是应该的 秀鹤刚扶着虚弱的右经去休息 舒丰一行人就出现了 蓝初看着东浩出现直接下的腿软 看着身旁起疑的丈夫 努力掩饰自己的紧张 接着东浩又陪着两人来看右经 在离开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秀鹤 刚来到停车场 就接到了蓝初打来的电话 愤愤地质问他是不是疯了 怎么有胆子出现在那里 问男人到底想要怎么样 东浩回答有事要问他 两人刚坐下 东浩就急切地想要知道 两人的孩子在哪里 蓝初瞪着眼回答死掉了 看着蓝初要离开 东浩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他 在葬礼上看到的孩子是谁 蓝初回答是我和现在老公的孩子 叫男人就算到死 也不要再出现在自己面前 并不知道是父亲害死右经父母的五列 无比困惑为何穷熙发病时 急切地想要将遗嘱交给外婆 担心儿子受打击的恩书 并没有说出实情 只是叫他不要胡思乱想 外婆也连忙转移他的注意力 问世经是何时回家的 告诉孙子真是越看那个女孩越喜欢 看五列离开 老人连忙劝女儿早点告诉孙子 恩书却觉得现在并没有确凿的证据 还不能直接下结论是闻到所为 英勋特意派人去咖啡店 拿走恩书和慕妮的推荐信 慕妮接到赵列的短信 匆匆跟恩书道别 在图书馆等待的英勋 拿到了两人的推荐信 看着恩书说自己有责任心 温柔的外貌和温暖的性格 作为咖啡师应该很受女生欢迎 脸上露出甜甜的笑的男人 感叹原来大妈是这样想我的呀 二傻子赵列 在江边瑟瑟发抖地等待着慕妮 赶来的慕妮一边跳一边呼唤着赵列 男人愤愤地叫慕妮对自己负责 慕妮觉得两人人生观不一样 自己也是没有办法 听慕妮说两人争执过后感情就会变淡 所以不结婚是最好的选择 最终赵列彻底心凉 跟慕妮说分手后头也不回地离开 觉得所有事情已经结束得完出 特意找到丈夫想要和他重新开始 文道一脸嘲讽说他想得太简单 办完妈妈葬礼的诱惊 回到家后茶不思饭不想 告诉秀赫从此以后我就只有你了 能依靠的也只有你了 告诉紧紧抱住自己的丈夫 和妈妈约定好了 以后一定会好好生活的 不会再让妈妈担心 会幸福地生活下去 秀赫安慰妻子一定会那样的 今天是新老板正式接手咖啡厅的日子 可以继续在这里工作的慕妮和恩书 都无比期待看到新老板的样貌 慕妮感叹几天没来 咖啡厅的氛围似乎很好呢 感觉很温暖 两人疑惑难道白老师没被选上吗 怎么半天都没出现 正在两人困惑时 帅帅的英勋出现在两人面前 告诉呆呆看着自己的恩书 再看口水都要流出来了 恩书尴尬地说我哪有 慕妮摸着英勋的外套感叹 这个房屏也做得太像真的了吧 疑惑那个大将社长怎么还没出现 恩书和慕妮怎么也不会想到 一直以来穷得叮当响的英勋 竟然是一个隐形大富豪 反复地跟他确认 真的是他买下的咖啡店吗 看着一脸傻笑的男人 恩书只能惊呼天啊 恩书则愤愤地告诉他最讨厌不真实的人 知道我不够好去到哪里都要依赖别人 但是却没想到白老师是这样的人 看着恼羞成怒离开的女人 英勋直接冲上前质问 怎么还能一点都不懂别人的真心 一把抱住想要转身离开的恩书 问他怎么会那么傻 那天在餐厅说的那个笨女人 你以为那个人是谁 我那样说你就应该懂了不是吗 为什么让人那么着急 不给恩书反抗的机会 紧紧地将他搂在怀里 来到咖啡厅的闻到 正好看到两人抱在一起的画面 失落地转身离开 蓝初把佑金叫至房间 把自己最喜欢的戒指送给了他 再次问他说会永远留在自己身边的誓言 一定会遵守的吧 佑金点头 告诉婆婆以后会把他当做亲妈妈对待 佑金刚离开房间 蓝初连忙开始自我安慰 我对他那么好 他也只能遵守约定了吧 佑金回到楼上看着担心自己的丈夫 告诉他以后会把婆婆当亲妈妈对待 因为对于我来说这里才是我真正的家 听着妻子的话让秀鹤放心了不少 第二天一大早 佑金就来到妈妈曾住过的房间收拾 看着以前的这照片 疑惑妈妈又去牧场干嘛了呢 为何会在那里晕倒呢 这时接到了秀鹤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想要去牧场看一看 总觉得妈妈在那里晕倒很奇怪 秀鹤心里咯噔一下 让佑金在原地等着马上就到 不料佑金却说自己去就好 直接挂断了电话 这可把秀鹤急坏了 连忙拿起衣服出门 武猎发现了呆呆站在仓库里的佑金 上前关心他是否还好 两人闲聊时 佑金向武猎打听那天妈妈来牧场的原因 武猎疑惑 佑金难道不知道吗 你妈妈是来这里找遗嘱来了 你爸爸曾交给你妈妈的遗嘱 正当佑金好奇想要追问时 赶来的秀鹤大叫佑金的名字 愤愤地看了一眼武猎后 抓着佑金的手准备离开 佑金还想要解释 秀鹤却告诉他不想看到我生气就跟着走 武猎在身后叫佑金有什么想要知道的 随时来找自己 回家路上秀鹤反复强调 就是无法看着两人在一起的画面 佑金无奈地解释 只是想知道妈妈为何突然去了牧场 秀鹤问他小时候不是在那长大的吗 岳母想起过去的事来牧场也不奇怪 再加上心脏不好也是事实不是吗 佑金冷冷地回了一句 也许也不是那样 听到这秀鹤脸色大变 看着不吭声的妻子 忐忑不安的秀鹤 就更下定决心要带着他移民了 秀鹤回到家的第一件事 就是找妈妈聊 将佑金今天去牧场见到武猎的事 告诉了他 兰初疑惑难道佑金知道遗嘱的事了吗 秀鹤回答好像并没有 两人都很困惑武猎怎么没将遗嘱的事 告诉佑金 兰初得出最后的结论 有可能是武猎没跟佑金说遗嘱的事 又或者是佑金听到了真相 却假装不知道 秀鹤连忙告诉妈妈 佑金不是那样的人 兰初回怼是不是以后就会知道 而回到房间的佑金 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悄悄躲至厕所打电话给武猎 向他打听关于遗嘱的详细情况 相信了兰初说儿子死掉的东昊 却意外从书封那得知 兰初的儿子今年29岁 瞬间激动不已 确定了秀鹤就是自己的儿子 一大早迫不及待地给兰初打去电话 听出了对方想要挂掉自己的电话 愤愤地问他为何要欺骗自己 那天见到的年轻人就是我的儿子吧 被拆穿的兰初当场失控 大声告诉对方打错电话了 一家人看着他的异常举动都无比诧异 躲回房间的兰初 第一时间给男人打去电话约他见面 闻到将儿子媳妇叫至书房 问两人是否想好要移民去哪个国家 佑金一脸疑惑地问公公是谁要移民 闻到质问儿子那么重要的事 不跟媳妇商量就擅自做决定了吗 秀鹤告诉父亲 佑金一定会听自己的 于是佑金让丈夫好好跟自己谈一谈 愤愤地问丈夫怎么能不说一声 就决定了移民的事 秀鹤解释这样做都是为了他好 希望他能把过去都忘掉重新开始 去别的国家重新制造好的回忆 佑金无庸置疑地告诉丈夫 绝对不会离开泡菜国 爸爸妈妈和姐姐都在这里 从小到大的记忆也都在这里 为何要离开 彻底心寒的秀鹤丢下佑金离开 闻到特意来到房间告诉兰初 儿子应该不会移民了 因为媳妇似乎并不打算离开 看到兰初的笑脸后 让他暂时把放在他这的存折给自己 解释说是因为现在公司困难 心里早已扭曲的兰初 马上联想到 丈夫是为了拿到存折 才假意挽留儿子 愤愤地告诉男人 绝不会将存折交给他 看着男人一脸难以置信的样子 告诉他那笔钱是自己的全部 丈夫和儿子都要离开 如果身边再没有钱 难道要让我去死吗 丢下一脸无语的丈夫愤愤地离开 来到咖啡厅问东浩是不是疯了 干嘛一直打电话 东浩也丝毫不客气 问女人为何要跟自己说谎 儿子活得好好的干嘛 要骗自己说他死了 看兰初死不承认 问他江秀赫今年不就是29岁吗 如果我们的儿子还活着也是29岁 不要告诉我你还有本事 在一年里生下两个孩子 彻底被男人拆穿的兰初 愤愤地问道 是你儿子你打算怎么样 难道还想要将他认回来吗 男人不假思索地回答如果是呢 兰初直接将一杯冰水拖了过去 告诉男人当年他将自己和儿子抛弃离开 就已经失去了做儿子爸爸的资格 武烈意外从明秀那得知 外婆拿到遗嘱被抢一室 觉得和父亲脱不了干系的他 直接冲进了他的办公室 面对着父亲的冷嘲热讽 直接进入主题问是不是他 抢走了外婆的遗嘱 闻到怒斥武烈是无理的家伙 问就算我说不是你也不会相信不是吗 武烈回答的确是百分百确定 就是爸爸找人干的 但我好奇的是你为何要消除那里遗嘱 当时你已经百分百地得到了公司 为何还要千方百计地摧毁遗嘱 那个才是我最好奇的 闻到回答就像你说的 那个遗嘱对我来说一点意义都没有 派人抢走他的并不是我 武烈却不死心地追着父亲质问 这时来到公司找秀贺的佑金 正好看到了在争吵的两人 佑金特意来公司找丈夫 却意外看到了公共丑陋的真面目 看着武烈呆坐在地上痛哭 正想要上前安慰 世金却提前一步呆在了武烈身边 来到丈夫的办公室 同事却告诉他秀贺出去见客户了 忐忑不安地坐在办公室里等待的佑金 却听到了丈夫的手机短信声 好奇地打开查看 意外地发现最近丈夫 派人监视着自己的一举一动 看着手机上的一张张照片 颤抖着将他放回桌上 让同事不要将自己来过的事告诉秀贺 解释是不想让他担心 走出公司后 惊恐地观察着周围的人 直到公交车门关闭的最后一刻 才鼓起勇气再次敲开车门 躲回到妈妈曾经住过的房间喃喃自语 想不通这个世界怎么了 为何最信任的人要这样对待自己 回到公司的秀贺 看着佑金来过公司的照片 向部下打听是否有人来过 受过佑金嘱托的男人回答并没有 看着手机上的照片 想不明白妻子这是去哪里了 打电话过去却是关机的状态 于是又打电话给妈妈问询 听他说佑金是来公司找自己 秀贺就更想不明白了 而知道了秀贺是自己儿子的东浩 在厨房里不再像以前那样勤快地干活 而是横眉竖眼地发着呆 让书丰和男玉看得毛骨悚然 另一边自从慕妮和赵烈分手后 赵烈就时常带着同事来到咖啡馆 努力地在慕妮面前秀恩爱 瞪着眼叫慕妮大妈给我拿两杯咖啡 忍无可忍的慕妮冲上前拆开两杯 很快闻道就得知蓝出今天 从账户里转走了五亿 蓝出看着手机 东浩并没有再继续打来电话骚扰 沾沾自喜地想着 这男人果然不出所料 目的还是为了钱啊 闻道冲进房间怒视着妻子 将他拉至一旁 问他把老会长的遗嘱藏在哪里了 看他死不承认 问蓝出说自己从未付出过真心 那他又对自己付出过真心吗 我怎么不得办 银轩和恩书开始了浪漫的约会 带着他享受烛光晚餐 回家的秀贺向妈妈打听妻子的下落 这让蓝出开始胡思乱想 问儿子他不会去找了伍猎的外婆吧 此时待在漆黑房间里的幼金 看着手机里丈夫的无数个未接电话 内心无比纠结的他 拨通了伍猎的号码 伍猎当着世金的面接起了电话 听出了幼金出事的伍猎 不顾一切地丢下世金出门 伍猎刚接上动得瑟瑟发抖的幼金 秀贺就来到了刚才幼金待的地方 幼金告诉伍猎刚才在公司 看到了他和公公吵架的一幕 颤抖着告诉他在秀贺手机里 看到了很可怕的东西 觉得现在无比迷茫 不知道自己还能相信谁 伍猎一脸遗憾地说 我知道的并不多 今天你在公司听到的就是全部 幼金哽咧着说 现在觉得全家人都好可怕 被拦出用武艺打发的东昊 为了狠狠地反击 趁着秀贺来餐厅找幼金的功夫 故意和他撞在了一起 成功顺走了他的头发 在伍猎的鼓励下 幼金重拾信心准备回家 励志一定要用自己的力量查出真相 约会回家的殷勋和恩书 依依不舍地分别 而不远处的闻道将一切都看在了眼里 殷勋刚离开就站在了恩书面前 问他爱上了那个家伙了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感叹杨恩书原来还会爱人啊 告诉他今天儿子找到公司来了 想要知道关于遗嘱的事 恩书愤愤地问他瞒过了所有人 但是能瞒得过自己的良心吗 知道了真相的恩书备受打击 问男人怎么能这么残忍 让我亲手毁了你 让伍猎变成杀人犯的儿子吗 儿子现在还是没有安眠药 无法入眠 让我们伍猎将来该怎么办 内心备受煎熬的伍猎只能戒酒消愁 脑海里不断浮现白天父亲的话 还有佑金说一定要靠自己的双手 调查出真相 回到家的恩书想着闻道的话心不在焉 刚想要告诉妈妈 却听到客厅传来奇怪的声响 喝得烂醉的伍猎瘫倒在地上 绝望地告诉家人真的很讨厌爸爸 恨不得想要把身上爸爸的血抽干 回到家的佑金 不出所料的被捕获一顿质问 赶回家的秀鹤 着急地询问妻子到底去了哪里 佑金解释说是去了灵谷塔看家人 看着离开房间的两人 拦出喃喃自语 这才让我相信了你几天啊 又做出了让我怀疑的事 将佑金拉回房间的秀鹤 对着他刨根问底 想不通他为何会无缘无故去灵谷塔 而且明知道自己担心 还故意断了联系 佑金淡淡地回答只是出去走走 将白天去他办公室看到手机照片的事 告诉了他 自知理亏的秀鹤蹲下身解释 是因为太担心你 最近你受到了太多的打击身体又不好 所以才那样做的 对于丈夫送上来的温柔 佑金冷冷地推开告诉他自己累了 来到洗手间看着手中的戒指 想着我是多么地想要相信他 但为何心里却这么不踏实 第二天一大早秀鹤努力地讨好妻子 表示以后不会再找人跟踪他 去移民的事也会重新考虑 只希望妻子能开心一些 蓝初从慕妮口中得知 恩叔已经和英勋正打得火热 一脸幸灾乐祸地来告诉文道 身心俱疲的文道 让他中午去自己的办公司一趟 叫他可以出去了 于是蓝初又来到楼上找佑金 让他以后不许再让自己的儿子 像昨天那样发疯般地四处找他 让他赶紧要个孩子 看着金柱的佑金 让他忘掉自己以前说过的话 握住媳妇的手说以后只相信他 为了查出父母出车祸的真相 佑金特意来到武猎家见老夫人 不料老人却一脸遗憾地告诉他 韩李氏的车祸真相并不清楚 遗嘱也被抢了没法给他看 觉得很抱歉没有什么能为他做的 佑金只能失落地离开 在咖啡厅上班的恩叔 脑海里不断浮现 那晚文道说出真相的画面 心有余悸的他不自觉地发出惊恐声 英勋看出了恩叔的不对劲 询问他怎么一大早脸色就这么差呢 这时接到了妹妹打来的电话 将佑金来家里的是告诉了他 觉得都是文道那个坏蛋 不仅害武猎痛苦 如果让佑金知道是公公 害死了父亲和姐姐 无法想象会给他带来多大的伤害 挂断电话的恩叔 匆匆跟英勋请假 直接冲进了文道的办公室 质问男人怎么能那么卑鄙 昨晚说出真相的理由到底是什么 文道回答这个秘密是不会永远藏着的 如果要被揭开 我希望那个人是你 于是恩叔告诉男人 为了儿子和你的媳妇 我不会说出真相 但是总有一天你会遭到报应 和丈夫约定中午在办公室见面的蓝初 走进来正好看到他 一脸深情地向恩叔表白的画面 冲上去愤愤地扯开两人 问恩叔一脚踏两船似乎不太好吧 恩叔让女人说话小心点 蓝初正义凌然地说我的丈夫 大白天地在办公室里跟他的前妻表白 我为什么要小心点对着恩叔叫嚣 就算你再怎么装可怜 也是在前方面前转悠的恶心女人啊 忍无可忍的恩叔 愤愤地甩了蓝初一巴掌 告诉他自己不应该听到那样恶心的话 闻到连忙抓住想要反击的蓝初 让恩叔先离开 蓝初只能在身后愤愤地哀嚎 来到公司楼下的恩叔 接到殷勋打来的电话 哽咽着问他能不能到自己身边来 冷静下来的蓝初 问丈夫叫自己来公司的理由 听到他是为了要知道那五亿花在哪里 才叫自己过来直接抓狂 问男人我为你做了多少事 连五亿都没有资格支配吗 闻到告诉他即使不说也能查出来 另一边殷勋默默陪在恩叔身旁 直到他将眼泪擦干 温柔地叫恩叔以后想哭就找自己 随时都会将肩膀借给他 听着他的话让恩叔无比感动 一把将恩叔拥入怀中 无处宣泄的蓝初 回到房间后一通发泄 他是绝对不会原谅文道和恩叔 在老夫人那一无所获的幼金 再次跟武烈在咖啡厅见面 武烈询问幼金发生车祸时 不是也在车上吗 幼金回答当时睡着了 醒来的时候车子在不停地翻滚 所以什么都想不起来了 武烈觉得现在只剩下事故和遗嘱 这两条线索 还是要去警局了解一下当年事故的情况 正在两人准备一起出发时 幼金接到了秀赫打来的电话 问他在哪里等着自己吃午餐 幼金告诉秀赫自己有事去不了了 正在外面跟朋友见面 秀赫却自顾自地问他在哪里 想要过去找他 这时电话那头传来武烈的声音 幼金不给秀赫反应的机会 匆匆挂断了电话 震惊不已的秀赫再次将电话拨过去时 对方已经是关机的状态 幼金和武烈来到警局 了解当年事故的情况 意外得知穷熙也曾来警局 询问过相同的问题 这让幼金无比诧异 两人带着事故的现场照片离开 幼金不理解妈妈为何起了疑心 却对自己只字未提 武烈觉得应该是不想让他担心吧 东浩成功地拿到了鉴定结果 再次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无误 南宇看着东浩最近的异常举动 告诉丈夫怎么想都觉得他很奇怪 书风却让他不要胡思乱想 现在去哪里找那么勤快的员工 这时东浩走出来想要请一个小时的假 来到兰初的豪宅外 直接按下了门铃 随后兰初就从保姆那拿到了信封 看着手中的五一支票心直接量了半截 从保姆口中得知 是一个男人把他送至家门口 兰初就更慌了 将保姆叫出去后 想着难道是申东浩那疯子 找到自己家来了吗 连忙打电话问男人到底想干嘛 东浩得意洋洋地告诉他 你好像很喜欢跟我炫耀你有钱 新生乳业会长的夫人 才给我五一怎么够 对男人挂断电话的拦出 只觉得一个头两个大 认定了妻子悄悄跟武烈见面的秀赫 直接找到了他的办公室 问武烈为何还要纠缠已经结婚的女人 武烈反问你第一个该关心的 不应该是佑金来找我干嘛来了吗 将佑金正在调查他已故父亲事故的事 告诉了秀赫 秀赫不给他继续说下去的机会 告诉他佑金的爸爸是事故去世的 岳母是因病去世的 回到家的佑金看着事故现场照片 却什么都想不起来 秀赫直接冲进房间 丝毫不理会佑金的解释 愤愤地将资料撕碎 质问一脸唾愕的妻子 到底在想些什么 佑金怒怼那是有关我爸爸妈妈的事 别说是没用的事 于是秀赫问所以去警局调查到什么了吗 听到佑金说没有 正义凌然地说所以干嘛要那么辛苦 看着一脸无奈的佑金 请求他以后不要再去相信别人 只要相信自己就好 察觉到恩书最近不对劲的老夫人 追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恩书将文道昨晚说的话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他 老夫人急得马上想要去找文道算账 愤愤地告诉拦住自己的女儿 这个家伙竟然自己说出来了 那就应该马上把他抓进监狱才是啊 恩书问那我们武列和韩里士的女儿 该怎么办 请求妈妈冷静一点从长记忆 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 拦出梳妆打扮准备出门见冬号 佑金将他送出门后 让保姆帮忙一起大扫除 觉得厂量干净了 婆婆回来了心情应该会好一点 于是佑金怀着一颗感恩的新整理衣柜 却在拿出衣服后 意外看到了一个奇怪的文件袋 好奇地打开查看 正是老会长的亲笔衣组 震惊之于连忙拿出手机拍照 颤抖着手将他原封不动地放回到了原位 很快武列就收到了佑金发来的照片 第一时间打电话问询是怎么回事 外公的遗嘱在哪里 佑金战战兢兢地回答 是在我们家婆婆的房间 再次跟武列确认 那个就是我妈妈发现的遗嘱吧 武列约佑金在老地方见面谈 告诉准备跟自己去卖场的士金 和佑金有很重要的是要见面 虽然感受到了士金的不满 但为了查清真相只能跟他说抱歉 士金无奈地跟宁秀抱怨 以为靠定了一步又像是退后十步的感觉 佑金无比困惑外公的遗嘱 为何会出现在仆货的抽屉里 武列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觉得偷走他的人 就是不希望遗嘱公开的人 按照现在新生的发展 是跟外公遗嘱背道而驰的 武列觉得还要再去一趟警局 备受打击的佑金吃力地起身离开 蓝初成功跟冬浩见上面 愤愤地质问男人来到自己家门外威胁 到底是什么意思 冬浩正义凌然地回答 你不是想要炫富吗 蓝初瞪着眼叫男人看清楚自己 武艺已经是你这种人渣 一辈子看不到的钱了 冬浩却不紧不慢地问他 怎么能拿孩子的是说谎 感叹着到底是个怎样的傻瓜 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 说会给他三天时间准备那五十亿 看着趾高气昂离开的男人 蓝初呆坐在原地咬牙切齿 回家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联系 让人找几个办事干净利复的人 来到警局的两人想要见到当时负责这起案件的警员 却被告知对方已经辞职 现在好像是在中国做生意 于是两人只能请工作人员帮忙联系 医生告诉武烈 病人是营养不良加上有点发烧 让他去妇产科取药 看着男人一脸惊恶的样子 问他难道不知道你的夫人怀孕了吗 武烈直接傻眼 看着病床上不停冒出冷汗的右津 心情变得无比复杂 秀贺接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知道了右津晕晕倒的事 迷迷糊糊醒来的右津 疑惑自己怎么会在这里 护士回答是你老公 大汗淋漓地把你背到医院来的 正准备离开却意外得知自己已经怀孕 看着宝宝的B抄照片 再看看手机里的遗嘱 陷入了深深的纠结中 接到电话的秀贺第一时间赶到了医院 护士告诉他右津已经离开 秀贺觉得不可能 是医院打电话自己才过来的呀 不料护士却告诉他是右津老公让打的 秀贺一脸难以置信的问是老公吗 护士无比确定的说是的 还不忘拿着就医记录给秀贺看 看着上面写着姜武烈的名字 还未反应过来 又被护士告知患者是知道自己怀孕后 才离开的医院 秀贺就更傻眼了 从医院离开的秀贺 第一时间回家找右津 听着他在浴室里洗澡的声音 翻看他的包包找出了宝宝的臂抄照 想要打开他的手机查看 却因不知道密码只能放弃 问妻子今天干嘛去了 心虚的右津回答什么都没干 秀贺鼓起勇气问没有话想要对我说吗 听到妻子说没有 秀贺彻底心凉 匆匆离开了房间 身后的右津看着臂抄照喃喃自语 应该告诉哥哥我怀孕的事情才对 深受打击的秀贺来到公司告诉金秘书 无论用什么办法 都要把姜武烈的公司踩下去 愤愤地说无法再看着自己的食物 不停地被别人抢走 接到试金打来的电话 叫他马上打开电脑看新闻热搜 随后又接到了警局打来的电话 警察告诉两人只有通过律师 才能见到当事人 劝两人还是跟他和解才是对公司好 紧接着公司里就不断接到 经销商要退掉订单的电话 秀贺看着报道 一种报复的快感油然而生 当闻到询问秀贺 这件事是否和他有关系时 秀贺毫不犹豫地回答没有 男人逼着冬浩滚回老家去 叫他想活命的话 就这样安静地消失 不许再去威胁别人 听着他的话冬浩立马想到 就是兰初派人绑着自己 趁着几人不注意 悄悄地用随身携带的刀片割开了胶带 两个内心一样丑陋的人 来到楼梯间相互埋怨 兰初告诉他自己就算是死 也凑不到那五十亿 求男人拿着那些钱消失 看男人毫不犹豫地拒绝自己离开 兰初搬出了儿子 问他有没有想过儿子因为这件事 被他爸爸赶出来会怎么样 不料冬浩却回答我也管不了那么多了 兰初愤愤地质问 这辈子你为儿子都做了什么 刚生下来就抛弃了他 而现在还要来毁掉他的人生吗 抓着男人问难道要看着 自己的儿子去死吗 冬浩在一点点动摇 所以就乖乖拿着我能给你的十亿消失吧 两人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知道了儿子公司被陷害的恩书 特意来到新生找前夫 男人却在看到他手上的戒指后 态度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 听到恩书问这次的事是不是与自己有关 文道怒问为什么认为是我 恩书不假思索地回答 想把武烈公司搞垮的人 除了你没有别人 告诉他如果这次的事件和他有关 将不会让他和武烈作为父子见面 听到这文道冷冷地叫他可以离开了 恩书刚离开 金秘书将刚才看到拦出 跟一个奇怪男人起争执的事 告诉了文道 出电梯的恩书正好和兰书碰面 兰书一脸讽刺地问 你们这是明目张胆的搞外语啊 恩书也没惯着他 问你可以 却看不下去别人是吗 兰书完全没听懂对方话里的意思 男人都跑来说要告露真相了 红兰书你脸皮不厚吗 听到这话的兰书直接傻眼 颤抖着问是什么意思 我刚才 我刚才做了很棒的 我吓到腿软的蓝初 跌跌撞撞地来到停车场 男男子与杨恩书刚才也在吗 还未缓过神 又收到冬号的催钱短信 告诉他明天是最后一天 不把钱给自己就一起上黄泉路 看到这蓝初就更头疼了 武烈成功在警局拿到了 举报人的姓名和地址 两人刚来到目的地 就看到了一个蓬头垢面的女人 被酒鬼丈夫赶出了家 询问后得知举报牛奶公司的人 正是他的儿子 而此时自己也不知道他在哪里 随后两人又来到男孩的学校打听 却被告知男孩已经辍学三个月了 一无所获的两人决定等放学后 跟男孩的同学打听情况 一直被丈夫冷落的 又今特意来到公司 却在桌上看到了武烈公司的报道 回来的秀赫冷冷地问 看到那个让你心痛了吗 又今想不明白 哥哥为何要这样 问他知不知道自己最近因为他有多心痛 秀赫反问那你对我都敞开心扉了吗 又今却依然觉得丈夫最近做的事 让自己无法理解 看着报纸的文道 不自觉地想起刚才恩叔说 儿子当年去了车祸现场 把续人一样的大女儿送上了救护车 为他送中的就是武烈 越想越觉得后怕 心乱如麻的他直接拿着报纸发泄 从秀赫那出来的幼金 一脸憔悴地来到妈妈曾住过的地方 正在翻看老照片时 接到了武烈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明天那个事故的警员就会回来 听出幼金声音不对劲的武烈 命令他一定要好好照顾自己好好吃饭 拦出看着仅有的十亿存折 愤愤地想着我为了守住这些钱 那样的拼命了 结果现在却要都给了声东号那个坏家伙 又在纠结着知道内勤的养恩叔 该拿他怎么办才好 看着丈夫回家慌忙将存折收了起来 文道最关心的就是他今天在公司 和谁纠缠了 拦出连忙否认 问丈夫听谁说的 文道却告诉他听谁说的不重要 重要的是因为什么而争吵 看着努力找各种借口的女人 让他以后好自为之 守住带兔的武烈 终于逮到了陷害公司的男孩 看着对自己极其不耐烦的男孩 强制将他带去了附近的餐馆 知道男孩和他父亲关系不好 将一直以来和父亲对立的是告诉了他 就是为了证明给父亲看 好不容易创立了这家牛奶公司 耐心地劝诫男孩能走回正途 就这样满身带刺的男孩在武烈的劝导下 落下了懊悔的泪水 一大早闻到看着公司的宣传新闻 猜出了是秀贺所为的他抓着他一通质问 秀贺正义凌然地告诉父亲 自己这样做不是很好吗 解决了公司的危机 又能狠狠地将姜武烈踩在脚底 面对着性格突变的儿子 闻到想不通他这是跟谁学的 不料秀贺却回答说是跟爸爸学到的 拦出看着存折依依不舍 决定先去洗个澡再去见冬浩 从公司回到家的秀贺来到妈妈房间 正好听到了他的手机短信声 好奇地打开查看 却意外地看到了冬浩的威胁短信 看着申冬浩的名字 问对方在哪里见面 还不忘用手机记下对方的号码 下一秒就出现在了冬浩说的咖啡厅 一眼认出坐在不远处的男人 冬浩看着儿子一步步 朝着自己走来无比紧张 正想要逃离却被秀贺叫住 问他是来见红蓝初的吗 冬浩连连否认 在准备离开的冬浩身后 拨通了他的电话 跟在男人身后抓住机会冲上前 紧紧地抓着他的衣领 问男人一直在自己和红蓝初身边转悠 为何现在又想要逃跑 怒骂你这样的家伙还敢威胁谁啊 愤愤地说一定要让他把劳作穿 冬浩使出全身力气甩开了秀贺的手 质问他你知道我是谁吗 敢这样对我 看秀贺不肯相信 冬浩直接拿出了亲子鉴定 不料秀贺却直接将他撕碎 难以置信地问男人 所以说就因为我是你的儿子 拿着这个威胁我妈妈要钱了吗 就连禽兽都知道保护自己的儿子 而你却为了钱拿我威胁妈妈吗 冬浩正义凌然地回答 你们那么爱炫富 我拿点钱去花花又怎么样 听秀贺说自己已经无可救药 冬浩怒怒你身上流着跟我一样的血 你以为你就能好到哪去吗 告诉秀贺血缘这个东西是骗不了人的 蓝初带着存折准备出门 回家的秀贺告诉妈妈不用去了 自己已经去见了他要见面的人 在蓝初的疑惑下 问他为何要说谎说那个人死了 而且还受到了那样的威胁 秀贺冷冷地说是我看了妈妈的手机 叫他永远也不许再出现 蓝初握着儿子的手说都是那个人的错 当年是他抛弃了两人 告诉儿子就是因为那个人太混蛋 才会说他死掉了 劝儿子只要再忍忍就好 很快他就能成为新生的主人了 秀贺绝望地告诉妈妈 无论现在怎么走都不幸福 也没有退路 往前走更是痛苦 和亲生父亲见过面内心备受打击的秀贺 回到公司又被部下通知出大事了 上次在江武列公司那边搞鬼的人 今天做良心采访了 看着新闻的详细内容 心瞬间跌入谷底 公司的高层领导因为这次事件 对文道提出了质疑 憋了一肚子气的文道 愤愤地质问秀贺那样欠缺想法的做事 有没有想过会给公司造成多大的伤害 不等秀贺反应过来 告诉他坐着的那个位置好像不能胜任了 让他从那里下来 拦出愤愤地打电话质问东浩 到底是跟秀贺说了什么 喝着闷酒的东浩告诉他 他养了一个没礼貌的好儿子 竟然还对亲生父亲挥起了拳头 说他爸是垃圾 那他不就是垃圾的儿子吗 本就对东浩不满的难愈 看着他大白天竟敢在厨房里喝酒 瞬间就气不打一出来 对着他一番训斥 忍无可忍的东浩直接挥了挥手边的菜刀 直接把南浴的脸吓得变了形 被吓傻的南浴颤抖着 想要跟丈夫说刚才的事 转头看了眼东浩还是选择了乖乖闭嘴 准备出门和武猎去见 当年事故刑警的佑金 兰初却走进来叫他谈一谈 江秀贺见到生父的是告诉了他 希望佑金可以帮忙好好安慰儿子 兰初刚离开房间 佑金就拿出了手机看着遗嘱喃喃自语 知道了婆婆说谎 现在看到他就觉得很害怕 这时又接到了前同事打来的电话 告诉了他秀贺要辞职离开公司一事 赶到公司的佑金叫住了要离开的秀贺 着急地询问他为何要辞职 秀贺冷冷地回应 并不是辞职而是被吵了 佑金觉得公公应该不可能会这样 劝秀贺跟自己一起去找公公谈 秀贺问佑金知道自己为何被吵吗 是因为我陷害了江武烈的公司 结果却达到了自己的脚 问呆住的佑金这样还要去见爸爸吗 佑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丈夫 消失在自己的视线里 却因受打击腹痛不止呆坐到了地上 武烈着急地等待着佑金 打电话才得知他此时在医院 无奈下只能决定自己去见当年的警员 挂断电话的他正在为佑金担心 却接到了试金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当事人已经澄清事实的好消息 祝贺武烈成功翻盘 武烈看着报道无比欣慰 医生告诉佑金不能再受到打击了 需要卧床静养才可以 希望下次病人可以带着丈夫一起来 佑金抚摸着肚子 想起刚才丈夫无情的样子 委屈的泪水夺眶而出 武烈成功和警员见上了面 男人告诉他一直以来都觉得 那场事故并非偶然 在现场分明有别的车辆 把事故车子挡住了才引起的事故 而且依照现场的车轮印记 我们也找到了那辆车 但那人却因为有别人的证明而脱了罪 直到现在还是觉得那个人一定有关联 武烈急切地想要知道那人是谁 男人只能告诉他是有名的企业家 名字却不能说出来 武烈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但是从警员这确认 当年车祸最值得怀疑的人 就是自己的父亲 内心还是受到了无法承受的冲击 佑金有气无力地回家 看着魏秀鹤着急上火的婆婆 艰难地将他被公司辞退的是告诉了他 蓝初觉得一定是右经听错了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 身受打击的武烈在路边摊独自买醉 回想起警员说当时为江文道做证明的人 就是红蓝初 再看看手机里的遗嘱 回想起当年幼灵离开自己时的情景 瞬间痛苦到无法呼吸 顶着大雨拦住了父亲的车 看清是儿子的脸的文道 愤愤地下车 叫他喝醉了就该回家 武烈自顾自地叫父亲告诉自己不是 看着一头雾水的父亲 请求他告诉自己韩李氏的车祸 不是因为他才出的事故 文道看着对着自己咆哮的儿子 一时间却不知该怎样回答 让他清醒的时候再来找自己 医生告诉文道孩子并没有发烧 只是喝醉后身体比较虚弱 文道拿着儿子身上掉下的药询问 医生告诉他是抗抑郁的药 文道心里一惊 这才相信当时恩书告诉自己的都是真的 呆呆地看着儿子时 接到了兰初打来的电话 愤愤地质问他怎么能那样对秀贺 现在连儿子在哪里都不知道 文道冷冷地回了一句以后再说 直接挂掉了电话 兰初想不通丈夫怎么会越来越冷淡 开始担心会不会是恩书 告诉了他秀贺的身世 英勋每天都会送恩书回家 正在两人依不舍准备分别时 老夫人在不远处呼喊女儿的名字 英勋礼貌地打招呼 老人告诉他常听恩书提起他 这可把英勋落坏了 老人邀请他去家里喝杯茶 英勋毫不客气地答应 老人开始打听英勋的家庭情况 看着他健谈的样子 老人是越看越喜欢 感谢英勋让女儿变得开朗 很爱笑了 兰初特意等着晚归的丈夫 质问他怎么能把儿子辞退 文道面无表情地说该辞退就辞了 兰初问他难道儿子犯了死罪了吗 这样是不是太过分了 于是文道江秀贺害公司陷入危机的事 告诉了他 而且是儿子自己扔过来的辞职信 兰初疑惑他这是打算抛弃儿子了吗 听文道回答等 接受监察调查再想也不晚 兰初直接惊呆 疑惑儿子是做错了什么事 还要接受调查 文道冷冷地叫他明早自己看报纸 喝醉地秀贺回家后 绝望地告诉妈妈 这样的日子再也无法忍受了 这时来到客厅的慕妮和又金一脸困惑 不明白里面发生了什么事 走出来的秀贺让又金跟自己出去谈 知道已经无法辩解的拦出 稍作镇定后告诉文道 秀贺确实不是他的儿子 而欺骗了他三十年却都是他的错 当年要不是他抛下自己去跟杨人书结婚 自己就不会再伤心绝望下去跳汉枪 而那时候就自己的人就是那个人 回到书房的文道 第一件事就是打电话叫人跟踪蓝初 无论见谁都一个不漏的确认 停掉他手里农场的全部授权 心乱如麻的蓝初约出了东浩 对着他一通埋怨 觉得如果不是他的出现 自己的人生也不会变成这样 看着完全摸不着头脑的男人 告诉他自己的老公全部都知道了 如他所愿现在自己的人生快要结束了 东浩怒怼女人凭什么怪我 是你一开始就做了那么多坏事不是吗 蓝初直接一杯水泼了过去 文道派去的人将针锋相对的两人都给拍了下来 很快文道就收到了两人见面的照片 愤愤地关掉了电脑 佑金却在这时候走进了办公室 请求公公能体谅一下可怜的秀贺 解释他也是不久前才知道 自己不是公公的儿子 文道疑惑媳妇难道早就知道了吗 佑金默默点头道歉 再次强调秀贺也是在 不知情的情况下牵涉其中 文道冷冷地问是谁派你来的 佑金连忙解释并不是那样的 只是觉得秀贺太可怜 看出了他的不耐烦 鼓起勇气询问公公 以后还会把秀贺当儿子的吧 文道未做任何答复离开了办公室 出来扔垃圾的东浩 被两个帅帅的男人抓上了车 来到目的地后 直接被几人甩到了地上 文道面无表情地问 就你还敢威胁我家里的人吗 东浩强装镇定地说 不知道你有多厉害 但你和我好像没关系吧 不知道自己孩子死活的我 和一直更不是自己孩子的人生活的你 有何不同 还不忘拿出亲子鉴定给文道看 文道开始放出狠话 文道来到了咖啡厅 将上次武列落在办公室的药给恩书 询问他儿子从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个药的 将武列来找自己 问韩里是车祸的是说了出来 看着恩书手中的戒指 一脸沧桑地询问你幸福吗 得到确定的答案后 又问那家伙是怎么对你好的 恩书告诉他那人很真实 他相信我也相信他 回到公司的文道 见到了等待多时的秀赫 告诉他今天检察院过来调查了一番 觉得即使父亲再怎么讨厌自己 至少也会帮着请律师 文道冷冷地回应 自己捅的篓子自己解决 看父亲下竹课令 询问他是否可以跟自己去喝一杯 秀赫觉得从五岁的时候 见到父亲第一眼开始 就从未看到过他温暖的眼神 觉得不管是不是亲生的 父亲从来没有喜欢过自己 文道不耐烦地说 不想看到他借着酒衣耍酒疯 秀赫在身后告诉父亲 不喜欢我的话 我可以离开 去两人再也不会碰面的地方 只求父亲能原谅母亲 文道反了你觉得那件事是能原谅的是吗 无论秀赫如何恳求 文道都没有心软 就这样决绝地离开 无论如何都不会想到 婆婆就是害死母亲凶手的佑金 看着她借酒消愁 还主动上前安慰 握住她的手说自己永远是站在她这一边 兰初似乎有所触动 告诉佑金自己有一张 能赢得了文道的卡片 但直到最后也不想用那张卡片 这时保姆来叫兰初去书房一趟 面对文道质问为何还不离开 兰初面不改色地回怼 我为何要离开 你是不是不能对我这样了 让文道就老老实实地在这家里 像一家人一样继续生活下去 不料男人却直接递上离婚协议 终于忍无可忍的文道 想要强制将兰初赶出家门 最后文道同意给秀赫几天的时间找房子 看文道回了书房 贪婪的兰初愤愤地告诉儿子 自己绝不会离开这个家 想出去的话让她自己出去 一脸懵圈的慕妮问佑金 这到底是什么情况 身心俱疲的佑金回答 我现在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于是慕妮又带着疑惑去找哥哥 秀赫来到房间图劝妈妈跟自己离开 兰初却固执地说 一直以来被她爸爸利用 现在却一分钱都拿不出来 绝不能就这样离开 秀赫无奈地劝妈妈醒醒 父亲从未想过要让自己继承公司 兰初却自信地说没有想法 就要让她有想法 武烈看着手机里的遗嘱 觉得一切都是从这里开始的 问妈妈如果佑金妈妈还活着 现在会怎么样 恩书不假思索地回答 现在那两人应该都在监狱里了吧 武烈特意去医院拿到了监控 亲眼看到兰初当时独自一人走进病房 紧接着秀赫出现后冲进病房 过了好一会愤愤地将兰初带出来 看着兰初紧张的动作和表情 更确定了自己的猜测无误 正拿着U盘想着该怎么办时 文道却走了进来 想要跟儿子喝一杯 刚看完监控木火中烧的武烈 愤愤地告诉他不会跟醉饭喝酒 看着还想要跟自己说话的父亲 贺令他马上出去 想不通他还有什么脸面找到这里来 文道问想见儿子还需要什么理由吗 武烈怒问父亲 抛弃了妈妈 扔下了我 把我的事业踩在脚底下 杀了我爱的女人 你怎么还能说出你是我的爸爸吗 秀赫特意在书房等待父亲 请求他为了佑金和孩子原谅妈妈 告诉父亲想要给佑金家的感觉 让孩子再有爷爷奶奶的家庭长大 文道很下心 论不是说好了会离开吗 一心想要查出真相的武烈找世金帮忙 将事情的来龙去脉 一一告诉了他 世金听后却希望他能在这里停止 武烈反问世金的真相谁来揭开 告诉他佑金的家人都没了 现在就只有他而已 听到这佑金决定帮助武烈 告诉他经常研究心理学的爸爸常说 重要的情报得让本人亲口说出来才行 武烈听到世金的话犹如醍醐灌顶 文道一大早跟家人说出了自己的决定 秀赫重新回到公司上班 至于警察调查的问题 也会找律师帮忙解决 如果他希望 也可以继续在这个家 作为自己的儿子一起生活 还未等几人反应过来 继续说会和他妈妈离婚的 蓝初叫住了想要去追文道的儿子 让他跟自己谈一谈 觉得现在这样已经很不错了 既然认证了他是儿子还会有什么问题 告诉儿子不可能一次性拥有全部 准备上班的秀赫 请妻子帮忙跟着妈妈 看看他去见什么人 担心他又被奇怪的人威胁 佑金猜出了丈夫是担心生父再次出现 点头答应他会跟着婆婆 正在安慰婆婆过一段时间 公共的态度应该就会缓和 蓝初就接到了武猎打来的电话 告诉他要和他谈佑金妈妈的事 命令他谁也不要告诉安静的出来 看出了婆婆不对劲的佑金 询问难道又是秀赫哥哥生父吗 蓝初连忙回应不是的 看着婆婆匆匆出门 受到秀赫嘱托的佑金 拦住了身后的计程车 来到目的地的蓝初 完全没注意到身后跟着的佑金 正疑惑怎么看不到武猎的人影 却意外在商场的大屏幕上看到了 那天在医院的监控录像 担心才发婆婆出事的佑金 悄悄跟踪她时 却意外看到了妈妈离世时 医院的监控录像 听着武猎对婆婆的质问 佑金迫不及待地站出来问武猎 当时婆婆在病房里到底干了什么 妈妈是怎么去世的 等不及武猎解释 却意外看到鲜血从佑金腿间流出 看到这情况的武猎 着急地抱起佑金送往医院 作贼心虚地拦出 因为东窗事发内心无比恐慌 脑海里全是拔掉穷吸氧气罩的一幕 直到身后的喇叭声催促才猛的惊喜 世金觉得是不是该联系佑金的丈夫 武猎无比自责 不该在佑金面前说出真相 还好有世金在一旁安慰 觉得这是佑金迟早都会知道的事情 感叹坏事都是那些人做的 而受伤的却是武猎和佑金 医生走进来告诉两人 患者情况不太好 本来身体就不舒服加上流产期 要住院一天才可以 觉得这种情况下患者没流产 就已经是很幸运的事了 此时秀赫正在公司和父亲商谈公事 离开前鼓起勇气询问 为什么改变心意 愿意接受自己这个儿子 文道回答 因为我知道并不是你的错 而你的老婆和未出生的孩子就更没错了 觉得自己无法给他妈妈幸福 但却希望秀赫能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听到这个秀赫无比感激 于是文道告诉他 自己从未拿他和武猎比较过 希望儿子以后不要因为无用的欲望 而毁掉自己和公司 和父亲谈完话的秀赫心情美美地回家 打妻子电话不通又给他发去留言 回家后一脸疑惑地看着着急上火的妈妈 问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拦出艰难地告诉儿子又已经知道真相的事 一时间秀赫觉得天都塌了 知道了妻子知道真相的秀赫 疯狂地给他打去电话 看着儿子买回来的母婴书 愤愤地打电话叫文道马上回家 开车在路上的秀赫 怒火中烧地打电话问武猎诱金在哪里 对着他咆哮他为何会在医院 武猎刚回到病房 匆匆赶到的秀赫着急询问诱金的下落 正准备失望而归 又转身讽刺武猎 今天真是办了件大事 问他闹出的事情能承担起后果吗 看着躺在床上痛苦的妻子 秀赫忍不住责怪妈妈 当时不该阻拦两人出国的 自责的蓝初解释想不到会发生这样的事 文道在楼下等着蓝初 问他儿子是何时知道真相的 听到蓝初说是他动仰气躁的那天 文道恍然大悟 终于知道为何从那时候开始 儿子对自己的态度就完全变了 觉得他一定是一直在心里骂自己了吧 无处可去的文道 默默来到咖啡厅 将佑金知道了真相后晕倒的事 告诉了恩叔 恩叔愤愤地问男人做那些事 难道就没想过会付出怎样的代价吗 觉得没有什么话可以跟他说的 让他可以离开了 佑金醒来的第一件事 就是问哥哥是知道的吗 秀赫不敢正面回应妻子 让他什么都别想先照顾好自己的身体 猜出了哥哥是两人结婚的时候 就知道了真相 问他当婆婆摘下氧气罩的时候 是不是也看到了 因为自己亲眼看到监控 婆婆进去后 哥哥也跟着进去 问丈夫就是因为什么都知道 所以才说要去国外的嘛 秀赫努力解释是因为担心才那样 害怕了你知道后会受伤 因为太害怕 所以没敢说出来 佑金对着丈夫咆哮 那我全家人的性命都是在这个家丢掉的 我还要像个傻子一样 乐呵呵的在这个家生活吗 如果不是姜武烈的话 我到现在还什么都不知道 无法原谅秀赫一家对家人伤害的佑金 看着睡着的丈夫 毅然决然地带着行李离开 正在慕妮疑惑 佑金大半夜是要去哪里时 醒来的秀赫三步并两步冲上前抓住妻子 着急地问他这是要去哪里 佑金眼神冰冷地告诉他 从此以后自己和这个家没有一点关系 看着想要劝阻自己的婆婆愤愤地说 蓝初还想叫儿子去追佑金 却被闻到阻止 问他下定决心离开的人 还有可能会回来吗 一脸蒙圈的慕妮 还想要跟嫂子打听是什么情况 不料却被拦出一眼看见他手中的厌韵棒 嘲讽他不但这把年纪还赖在哥哥家 作为单身女孩随身携带着那个马 反应过来的慕妮瞬间觉得无地自容 来到卫生间战战兢兢地查看 刚高兴没三秒 就直接被吓得说不出话来 又是一个头两个大 心中充满怨气的秀赫跟着父亲来到书房 质问他当时到底是怀着怎样的心情 答应自己和佑金的婚礼 觉得还不如一直反对更好 闻到回答想为你做你想要去做的事情 看儿子不相信 只能无奈地说那我也没办法 回到房间的秀赫 脑海里全是佑金决决的话 恍然看到了桌上他留下的结婚戒指 猜出了佑金打算跟自己离婚的他 瞬间心如刀角 闻到拿着离婚文件给拦出 告诉他这种情况下 还是到国外待几个月比较好 而冻结的存折也已经帮他解开了 看着一脸诧异的拦出 告诉他这是自己能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闻到刚离开 拦出看着机票想着难道他是让我选择 是蹲监狱还是出国吗 坐在出租车上的佑金 看着家人的照片 正准备收进包里时 终于想起当年事故时 闻到出现在现场的画面 恍然大悟的他喃喃自语 怎么能像个傻瓜一样现在才想起来 来到灵谷塔看望家人 觉得真是太对不起他们了 那段时间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安心的生活 不知他们会觉得多么无语和委屈啊 眼神坚定地告诉家人 从现在开始会为他们解开冤屈 接着带着行李来到了太阎家 打算暂时借助在这里一段时间 看出了佑金是和家人闹矛盾的疏风 热情地帮他开了暖气和电热毯 很快武烈就接到了佑金的电话 叫他跟自己去一趟警局 挂完电话的武烈 将自己介绍了检察官朋友给佑金的事 告诉了家人 担心正式调查开始的话 闻到会提起外公的事 老人告诉孙子放心去做就好 比起已经离世的人 更该先考虑活着的人 觉得佑金的家人要不是因为老人的遗嘱 也不会遇到那样的事故 所以那个世界的外公应该也能理解才对 再次握住孙子的手说你的身后有我们 外婆的话让武烈感到无比欣慰 正在路边等待着武烈的佑金 却遇到了先一步到达的秀赫 不由分说地想要带着他离开 佑金拼命挣扎大声求救 这一幕正好被不远处的太阎撞见 却还是晚了一步 只能看着秀赫的车从眼前经过 随后着急地告诉晚刀的武烈 佑金被人强制带走了 武烈不假思索地踩下油门 在秀赫车上努力反抗的佑金 接到了武烈打来的电话 听到佑金喊武烈的名字 秀赫立马变了脸 直接抢过佑金的手机扔往窗外 联系不上佑金的武烈猛地踩下油门 却因为红灯不得不停在原地 秀赫带着佑金来到汉江边 拿着戒指问他取下这个是什么意思 佑金反问男人难道在这种情况下 还想要和我以夫妻的名义生活下去吗 秀赫告诉佑金自己绝对不能跟他分手 而且孩子又该怎么办 看佑金想要离开 不顾一切地抱住了他 佑金却直接挣脱 愤愤地告诉他你的父母杀了我的父母 我会把他们送进监狱 秀赫回应你爱怎么样对他们都可以 但是就是不能和我分开 佑金不可置信地问他是疯了吗 看着要离开的佑金 秀赫只能疯狂表白 面对着以死相逼的丈夫 毫不犹豫地下了车 正在秀赫不死心地纠缠时 帅帅的武猎终于闪亮登场 将佑金拉至身旁后质问秀赫 干嘛要强制把别人带走 秀赫回应叫武猎别管别人夫妇间的事 说着就想要上前 武猎霸气地将佑金藏至身后 叫他哪怕为佑金着想一点点 就该放他离开 深爱着佑金的秀赫 只能这样眼睁睁地看着武猎带着他离开 武猎带着佑金来与检察官朋友碰面 佑金将自己所知道的都写了下来 男人告诉两人这次有把握 不会再让闻到逃脱法律的制裁 满身疲惫地秀赫回到家 却不愿再搭理妈妈 拦出不死心地追上楼安慰儿子 就算媳妇现在不愿意回家 为了孩子也不会坚持太久的 看儿子不耐烦的样子 告诉他已经答应跟他爸离婚 而且自己马上要出国一段时间 在离开的这段时间 你爸会把一切处理好 让他留下好好守住公司 秀赫只能无奈地冷笑 蓝初依依不舍地带着行李离开了家 来到公司将签好的离婚协议交给文道 不死心地再次问男人 那么多年来有没有一次真心爱过自己 听男人回应那个已经不重要了 就明白了是什么意思 老夫人带着恩书英薰送会书和女婿出国 正准备回家时 却看到了蓝初畏手畏尾地朝着两人走来 想不通家里都闹成那样了 怎么还能有心情出国 说着老夫人就迈着六亲不认的步伐 来到了蓝初面前 告诉她现在检察院正在调查全息的案件 绝对不能让她离开 紧紧地抓着蓝初不肯松手 这时警察也终于赶到 二话不说的就要带着蓝初回警局 老人在身后感叹 都说仇人狭路相逢 看来这句话说得真没错 很快闻到就接到了蓝初的求救电话 令金秘书先去查看情况 是金看着在工作的五列 却无时无刻不再担心着又金 委屈得泪水夺眶而出 看着追出来一脸蒙圈的五列 感叹觉得自己很多余 五列这才知道她是因为又金不高兴 是金告诉她喜欢一个人的心情 是掩饰不了的 而且现在又金要离婚了 两人也没有阻碍了 而自己也尊重她的想法和感情 决定还是做回朋友好了 慕尼一脸紧张地将自己怀孕的事 告诉了赵烈 看着男人惊呆的样子 还以为她不会想要这个孩子 让她放心自己是一个很帅气的女人 不会强行要她负责的 不料兴奋过头的赵烈 愤愤地问慕尼 难道觉得自己是不负责的人吗 说着就要马上跟她去见双方家长 告诉她自己激动的小心脏都要爆炸了 又金这边收到了文道 让金秘书 送来的文件 特意以她的名字买一套公寓 正在慕尼和赵烈 准备将两人想要结婚的是跟哥哥说时 又金进直冲进了办公室 拿着收到的文件质问文道 给这份东西的理由是什么 文道回答是担心你没地方住而准备的 又金愤愤地瞪着她质问 以为给我这样的东西 我就会感激地接受吗 看着在哥哥办公室里大吵大闹的又金 乌尼只能给秀赫打句电话 又金坐在地上绝望地对着文道咆哮 终于赶到的秀赫看着几近崩溃的又金 只能无助地将她拥入怀中 将又金送回书丰家后 慕尼从秀赫这里知道了 哥哥和嫂子的所作所为 泪眼婆娑地说实在无法相信 自己的哥哥竟然是那么可怕的人 文道的脑海里不断浮现又金哭闹的画面 这时接到了电话说兰初在医院里 当她来到医院看望兰初时 不由分说地被守候在这里多时的 检察院的人带走 回到家的兰初 来到儿子房间看着两人的结婚照 想起她曾说这辈子最大的愿望 就是能跟又金幸福地过一辈子 泰妍看着又金的身体状况 着急地给武烈打电话问她该怎么办 老夫人知道后让武烈将又金带回家住 心里一直觉得对韩理事一家有亏欠 韩理事的女儿帮忙照顾也是理所当然 说着就决定马上去把又金接过来 另一边拦出特意来找又金 不顾她冷冷的态度 想要跟她坐下谈一谈 脸色苍白的又金回应无话可说 于是兰初告诉她自己和她公公 昨天都被检察院的人带走了 看着不耐烦的又金 说自己能理解她的心情 听到这的又金就更气不打一出来了 质问她害自己无法和家人相见还不够 还让自己在他们家下的傻子一样 怎么能轻易说出理解的话 兰初抓住想要离开的又金 让她尽情地讨厌自己 憎恶自己 只求她不要离开秀河 觉得只要她愿意 自己跟儿子断了关系也可以 请求她继续跟秀河生活在一起就好 苦苦的哀求 她只要愿意跟秀河在一起 让自己认罪进监狱也没有关系 又金瞪着眼质问 这样断了关系就没有关系了吗 秀河哥哥就不是婆婆您的儿子了吗 有气无力地叫兰初马上离开 这时却因为腹痛贪坐到了地上 独猎一行人也终于赶到 又金还在苦苦哀求兰初赶紧离开 老夫人看着又金满脸的冷汗 叫她赶紧回房间休息 质问兰初不是叫她离开了吗 听到兰初叫自己不要管别人的家事 老夫人愤愤地问她 那样抢走了别人的老公 是有资格说这样话的人吗 看着晕倒的又金 几人只能着急地把她送往医院 自私的兰初还不忘追出来 叫又金不要忘记自己说的话 秀河不能没有她 孩子也不能没有爸爸 被假释出来的文档 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来到公司安排 告诉儿子自己也许要进去五年 而他妈妈可能也许两年 在这段期间希望儿子 能帮着好好管理公司 这时金屁鼠急匆匆地跑进来 让他去看看 赶到会议室的文档 看着墙上挂着要罢免自己的横幅 愤愤地上前将他撕下 公司高层想要以他被接受调查 派公司陷入危机 唯有将他开除 文档却信誓旦旦地告诉几人 会想办法把危机在自己手中解决 喝醉的蓝初将今天去找佑金的事 告诉了儿子 抚摸着他的脸不停地道歉 觉得一直以来都想要把最好的都给他 从小连父母长什么样都不知道的我 想给我的儿子变成王子般生活的呢 我的儿子太可怜了 知道了佑金在武猎家的秀赫 安抚好妈妈后 马不停蹄地来到武猎家 大吵大闹 把稍稍恢复的佑金给叫了出来 再次请求他跟自己回家 下定决心要跟秀赫断绝关系的佑金 很吓心告诉他孩子已经流产了 就在刚才婆婆来闹的时候 去医院后流产的 告诉惊呆的秀赫 到底要我变成什么样才能放过我 秀赫苦苦哀求他不要这样 看着再次想要晕倒的佑金 秀赫只能强忍着心痛离开 各大银行因为文道的传闻 纷纷停止给新生贷款 公司面临着巨大危机 文道为此焦头烂额 英勋特意带着恩书去见爷爷 老人看着孙子的开心样 忍不住调侃他嘴都要裂开了 故意支走孙子 告诉恩书英勋从小就是有了感情 就会一直到最后的人 希望两人以后能相互信任 依靠甜蜜的生活 四处跑银行碰壁的文道 终于体会到当时 懒了五列银行贷款时他的心情 就在这时金秘书去告诉他更糟糕的消息 秀赫以前借的私人债券 现在得要还回去 听到这文道愤愤地叫金秘书 马上联系秀赫来见自己 回到家的五列接到了父亲打来的电话 希望他能来公司见自己一面 五列毫不犹豫地拒绝 思考片刻后却还是决定出门 喝醉的秀赫跌跌撞撞走进父亲办公室 文道愤愤地质问 怎么能轻易动用私人债券 而现在因为他 很有可能那些人会坐在理事会上 觉得不管自己多么努力地想相信他 但每次他给自己的都是失望 听着秀赫无力地道歉 命令他自己负责 无论用什么方法都要把钱还上 绝不能让乱七八糟的人进入公司 来到楼上的五列 正好看到如行尸走肉般的秀赫 秀赫静止来到天台 决定就这样结束自己短暂的一生 在他即将跳下去的一刻 五列一把将他给拉了回来 五列愤愤地命令他 把欠自己的债还完之前都不能去死 秀赫反问我欠了你什么债 无论我曾经做过什么 爸爸心里又经心里都只有你 觉得无论自己再怎么努力都是徒劳 担心右经的疏风伏伏 特意来到五列家看望 世经忍着怒气质问 就你们俩的关系 是不是不该住在一个屋檐下 右经询问是什么意思 于是世经告诉他五列对他的感情 从以前到现在从未改变过 只要是你的事情 就会不顾一切地跑去帮忙 右经解释那只是怜悯而已 觉得都是因为父母和姐姐的事 五列对自己有愧疚感才那样 世经不死心地问 是否对五列还存有感情 右经思考片刻后回答没有 告诉他自己会尽快搬离这个家 于是世经也为自己的敏感道歉 慕妮特意带着赵烈来见哥哥 几人正在闲聊时 蓝初又像那没事人一般的出现 嘲讽慕妮不知道家里什么情况吗 这种时候怎么还能有心情带人回家 闻到让两人先离开 看着恢复正常的蓝初 命令他以后不许再喝酒 决定明天要带着他去医院检查才可以 久久不见儿子的蓝初来到他房间 却看到了留在桌上的字条 告诉妈妈自己已经去了很远的地方 应该很长一段时间都不会再回来 看到这的蓝初着急无比 拿着他给闻道看 愤愤地责怪儿子 怎么能就这样留下张纸条就离开 几人正在为找不到秀贺跌头浪额时 检查院的人正式来到家里将两人逮捕 一大帮记者在门口拍照 两人被换上囚服 准备迎接法律的审判 正在佑金准备离开武烈家时 世金打来电话叫武烈看新闻 是闻道和蓝初被抓的新闻报道 武烈心情复杂地关掉离开 文书看出了儿子的痛苦 告诉妈妈终于明白那时候 文道为何说叫自己去揭开真相 应该就是怕儿子亲自揭开会这样痛苦吧 佑金无比感激武烈为自己做的一切 武烈告诉他是自己的父亲犯了大错 而作为儿子的我 哪怕只是有万分之一也想要去补偿 看着沉默不语的佑金鼓起勇气问道 如果有一颗一直向着你的心 一点也没有变 你会怎么样 佑金惊慌地躲避叫他不要乱说话 却被武烈一把抓了回来 世金亲眼看到喜欢多年的男生 跟别的女人表白 告诉追来的武烈 从此以后决定放开他 不会再站在他的身后 也不会再麻烦他了 工作到这个月底就会离开回新西兰 决定就这样与他断绝来往 知道了慕妮家出事的赵烈 火急火燎地来到文道家 看着哭得撕心裂肺的沐妮 在一旁鼓励他要重新振作才可以 毕竟现在这个家里就只有他一人了 佑金带着行李重新回到了书丰家 两人难以置信地问他父母的车祸 难道真的是他公共造成的吗 佑金无奈地点头 回到房间看着秀赫留下的东西 开始担心他到底去了哪里 此时对生活彻底绝望的秀赫 选择待在一个小渔村里 每日酗酒度日 故意滋事找别人走 被人像垃圾一样扔到店外 慕妮重新振作来到咖啡厅上班 恩书在一旁鼓励他做得好 却从慕妮口中得知 殷勋前妻去世的消息 被关在监狱里的拦出 每天被同牢房的大姐大欺负 只能对着铁门大叫要出去找儿子 发疯般大叫都会把你们杀了 最后直接晕倒了 很快慕妮就收到了消息 匆匆告诉恩书后赶往医院 佑金接到电话也来到了医院 医生告诉两人是酒精性痴呆症 疑惑都那么严重了 家人都不知道吗 发病的兰初将食物藏起来 告诉两人要留给文道回来吃 内心无比崩溃的幼金对着他咆哮 以为这样我就能原谅你了吗 做错了事就应该要接受惩罚才可以 怎么能这样藏起来 兰初惊恐地道歉 终于打开手机的秀鹤 看到了慕妮给自己发的信息 知道了妈妈生病的事 监狱里的文道 让金艺术找伍猎来跟自己见一面 英勋对于前妻的突然离世 反而觉得更加应该真心疏 希望往后的每一天都能跟他在一起 感到医院的秀鹤 想不通那么聪明的妈妈怎么变成了这样 慕妮告诉他可能是想忘掉 这些年发生了是吧 刚才还把饭藏起来要给哥哥 看来是真的很爱哥哥呀 从太炎的知道世金要回新西兰的幼金 打电话约世金出来见面 请求他再给伍猎多一点时间 不料却被世金讽刺 让他真实一点不要再欺骗自己的感情 再次问他对伍猎难道真的没有爱了吗 又金回答现在脑海里只担心一个问题 就是以后和孩子再怎么生活 世金反问他以为伍猎会看着他 带着孩子受苦吗 只要在他旁边就是在动摇他的心 世金叫他撕掉那假面具 还不如大声地说出爱伍猎 那样看起来更像是人说的话 两人就这样不欢而散 伍猎听从金秘书的安排来见闻道 金秘书希望他能劝闻道 不要拒绝请律师 担心这样在法庭上会很不利 伍猎看着憔悴的父亲 听着他对自己的关心 不耐烦地叫他说出重点 为何要见自己 闻道看着儿子想要离开 终于鼓起勇气说出那句 藏在心中已久的对不起 在儿子震惊的表情下 含着泪再次向他道歉 谢谢他赢了自己 医生告诉兰初这个病 靠本人的意志非常重要 而且现在大脑已经开始萎缩 脑部受伤很严重 兰初着急地说自己不可能会那样 秀赫询问治疗的方法 医生表示要转到酒精中毒专门医院 接受治疗才可以 秀赫向妈妈道歉 那么久了她的病已经那么严重 自己却丝毫没有察觉 兰初想着作为妈妈 却认不出自己的儿子 呢喃着绝对不能那样 秀赫看着妈妈忍不住说道 既然那么想要忘记那些事 你为什么还去做了呀 世金正在看着机票发呆 兰初就出现在了办公室里 看着一脸惊讶的世金 告诉他是特意来找他的 感叹如果不是世金的帮助 武烈也不会有今天 谦虚的世金回答武烈一个人也能成功 兰初告诉世金就是知道他要离开 所以特意来抓他的 看着一脸诧异的世金 告诉他这段时间为了武烈那么辛苦 自己绝不能就这样放他走 听着恩书的话让世金觉得无比欣慰 但还是觉得离开是最好的选择 恩书表示就是为了不让武烈以后后悔 所以才特意来的 跟世金强调武烈对右京是负罪感 总有一天他会摆脱那个负罪感的 希望世金在那段时间到自己家住 等等武烈 告诉他这邀请和武烈没有关系 是自己的意思 对于不想放开我的媳妇的心意 听着恩书的话 世金感动又欣慰 醒来的兰初再次发病 起床四处寻找儿子 回到病房的秀赫找不到妈妈无比着急 询问护士后疯了班跑了出去 就在兰初焦急的走在路上叫着秀赫时 一辆急迟的模特车朝他冲来 我慢着 被救的兰初看着不远处受伤的儿子 颤颤巍巍的上前查看 看着被送手术室抢救的秀赫 兰初终于悔悟 不停地呢喃着我错了 求求你救救我的儿子 很快收到兰初语音流言的幼金 匆匆赶到医院 看着死活不肯离开手术室外的兰初 上前询问他秀赫的情况 兰初想着儿子 直接跪在幼金面前 说自己会代替儿子去死的 请求他救救秀赫 幼金在手术室外着急地等待 医生告诉他出太多血了 今晚是个过渡期 护士告诉赶到医院的慕妮和恩书 兰初因为惊眼看到儿子车祸的一幕 定情又更加严重了 叫监护人跟自己去一趟 醒来的兰初 完全不记得恩书是自己的情敌 跟他问好后说他的戒指真是好看 我们闻到回来也会给我买好看的金戒指 戴着金戒指 穿着婚纱 我们会结婚的 闻到说我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呢 恩书看着他的改变一脸惊讶 似乎在这一瞬间对兰初的埋怨消失了 剩下的只有同情而已 金秘书与武烈见面 将闻到让转交的文件交给他 希望他能用信封里的股份做一些事情 也希望能用这钱还幼金的人情 武烈让他交给秀赫 却意外得知他出事故的是 武烈拿着股份找世金 想让他出主意能拿着股份做点什么 世金疑惑武烈不是说过 到死都不会拿闻到的钱吗 于是武烈将去看父亲 他正是向自己道歉的是告诉了世金 世金提议将新生收购 武烈疑惑这可能吗 世金自信满满的回答当然可能 明天马上去见专家 武烈忍不住感叹 看来选择问他是非常正确的 又今来到秀赫的病房 看着躺在病床上一动不动的秀赫 命令他无论如何都要醒过来 直到他醒来前自己不会再来看他 离开的时候却好像听到了秀赫的声音 想起跟他说分手时 秀赫威胁自己说会去死 心态终于崩溃 直接冲到病床前请求他不要这样离开自己 哭着说没有我的允许你绝不能死 病房外的武烈 正好看到哭得撕心裂肺的右经 右经告诉武烈 自己一次都没能告诉秀赫喜欢他 这应该是他最想听到的了吧 分手的时候却说了别让他有任何迷恋 让他太痛了 好好的孩子也跟他说流产了 如果哥哥就这样离开我该怎么办 对不起这句话又该跟谁说 这时慕妮着急的跑来说秀赫出事了 三年后 武烈已经是赫赫有名的企业家 而帅帅的姑父 也成了武烈在公司不可或缺的左右手 右经通过不懈的努力 成为公司最厉害的销售员 武烈约右经出来见面 两人聊起三年前秀赫明明度过了危险期 不明白为何在恢复期时突然消失 武烈感叹应该是不懂右经的心吧 右经喃喃自语都没机会说出来 觉得一直努力寻找的话 还是很有希望会见面的 拿着两年的结婚照给儿子看 儿子乖乖地叫着爸爸 武烈疑惑这是为了以后让秀赫感动吗 右经回答想为他做这个 康复的秀赫带着妈妈住在郊外的一村 蓝初时常趁着儿子不在 想要悄悄买酒喝 却因为店主受到过秀赫的嘱托 死活不肯将酒卖给他 经过的秀赫大叫一声妈妈 蓝初才慌忙地收回了手 回到家秀赫忍不住责怪妈妈 并不是才刚好一些 怎么能又找酒喝呢 蓝初感叹心情实在是太郁闷 脑子总是不自觉地想着 你的爸爸从来没有爱过我 恩书准备和英勋举行婚礼 慧叔和明秀的宝宝也即将出世 从西西兰出差回来的士金 带着妈妈嘱咐的新婚礼物给恩书 前一货武烈还没跟士金求婚呢 士金感叹有感觉应该快了 老人忍不住调侃士金 想收到那家伙的求婚都快老死了吧 这时武烈从公司回到家 来到房间的士金连忙繁琐 给了武烈一个火热的吻 门外的慧叔告诉两人 还有大人在家呢 武烈回应我们什么都没干 准备休息的恩书给英勋打去电话 男人正在为期待已久的婚礼 努力地保养皮肤 恩书询问我真的就送台冰箱就可以了吗 英勋回应你就是我最大的礼物 三年来秀贺第一次来看望父亲 文道担心的询问儿子两人的生活情况 问儿子怎么穿成这样 秀贺解释妈妈发病之前都被人骗光了 觉得没钱更好 身体虽然会累 但是生活到现在没有什么时候 比现在心里更舒服的 看了报纸武烈的公司和新生合并了 而且现在经营得很好 爸爸的儿子果然还是不一样的 来看望父亲的武烈 正好看到了从监狱离开的秀贺 一路跟随着他来到他工作的地方后 连忙打电话通知佑金 佑金第一时间带着儿子找到秀贺 问他怎么能那么长一段时间 都没联系自己 秀贺反问是要我看你们俩幸福的样子吗 让两人可以离开了 这时儿子却叫着爸爸 佑金问难道不看看你的儿子吗 看着停在原地一脸难以置信的秀贺 告诉他这是他的儿子 为之前说谎的事向他道歉 听到这个秀贺却表现得无比激动 质问佑金知不知道因为他的谎话 害自己吃了多少苦 让两人可以回去了 佑金不死心地追上秀贺 告诉他那时候自己只能那样 秀贺反问那么现在呢 有什么变化吗 武烈带着家人来到了以前的大别墅 在几人诧异的眼神中打开了大门 告诉他们三年前 拦出卖掉了这栋房子 那时候有人把它买了下来 现在那个人出售 所以自己就买下了 告诉一脸不可置信的外婆 13年前我不是保证过吗 我一定会找回我们的家的 希望等我结婚后 能和我的外婆妈妈和叔叔住在一起 来到二楼的世金还是忍不住感叹 武烈你真的好了不起呀 殷勋和恩叔正式举行婚礼 说出了神圣的爱的誓言 看着对方的眼神满满的都是爱 带着儿子从洗手间出来的幼金 再次见到了日思夜想的男人 感谢观看